地言哥 你恶贯买您 不要代表天道裁决于你 女人笑了 他是三界最强地基 而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生死到消 可在经历了各种作死 却怎么也死不了 就连自杀也不行 不仅如此 反而还越来越强 不过幸好 看着蜀不尽朝着要让他去死的人 他感觉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眼前的两人不带一丝感情地看着地言哥 青阳大帝落子银 地言哥的弟弟 他恨他竟然亲手手认自己的父母 神龙族传人龙颜彻 他恨地言哥灭他龙族满门 而这仅仅只是九毛一牛 沙童门 诸师长 求兄长 是先父 残害众神官 血涂千里 灭亿万生灵 血染万里 引天地悲鸣 地言哥 你可知罪 他自顾自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充满力气与挑衅的眼神 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众人变下的退后巴掌 对于众人说的那些罪状 他确实都做过 可那又如何 本地做事 自然有本地的道理 下一秒装满美酒的葫芦轰然碎裂 骆子盈眼眶通红 仇恨地看着地言哥 而他却不为所动 我的好弟弟 多年未见 你这脾气可变了不少 想当年 你可是软软萌萌的 还年我年得可紧 闭嘴 骆子盈终于忍受不住 当年无父母好心收留于你 你却恩将仇报灭我满门 今日 我便要娶你狗命 而坐在神座上的地言哥 缓缓闭上了双眼 此时他心情极好 因为他马上就能回家了 曹 不是吧 怎么每次都这样呀 而龙颜彻也并不是为了救他 只是如此作恶多端的妖帝 一见了结 岂不是便宜了他 说罢一面金色的灵镜 赫然飘服在上空 天道静 可承恶阳善 需要十个大地级修为的神人 每人消耗八成的修为 才能启动这面镜子 一旦启动 被惩戒之人的一生 便会公之于众 凡作恶者 镜中每呈现一次 镜下之人便会被惩戒一次 直至肃体死亡 此法用来审判妖帝 再适合不过 帝颜哥看到镜子的刹那 骤然起身 你们做什么 要诛便诛 凭什么公示我的过往 这要是公示出来 他还要不要死顿了 他还等着回家呢 而且这跟当众拉屎有什么区别 当即便打算逃离这里 然而早已迟了 妖帝哪里跑 瞬间一道宽大的金柱将他罩在那里 浑身都受到了压制 眼看着帝颜哥马上要被裁决 众人都觉得异常痛快 帝颜哥站在光柱中 黑色长袍脱锤 越发尊贵耀眼 让人一步开目光 然而他的声音中有些激动 你们快别浪费修为和矢身了 我愿意配合去诛仙体 众人见到帝颜哥面露难堪之色 他们知道这一回 绝对做对了 帝颜哥 你别做梦了 你的恶行庆竹难输 今日便要当着天道及所有人的面 来一场最公正的审判 帝颜哥脸色铁青 单手画长 随即打在光柱之上 光柱之外的众人吓得连连后退 毕竟如果他真要出手的话 他们会请客间灰飞烟灭 可事实上 当金柱行程 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的人 做任何事都是徒劳 就连帝尊之力都不行 帝颜哥面色沉重 早知道 他就不装逼了 没想到这些人不按常理来 说好的要诛杀他 现在又要看过往 帝颜哥欲哭无泪 家人们 我量了呀 女人身为至高无上的三界帝尊 却每天都在想着努力做死 只是说起来都是累 他想方设法待在反派身边 然而却怎么也死不了 不仅如此 反而还变得越来越强 直到今天 他看着眼前数不禁要诛杀他的人 帝颜哥难掩他此时内心的激动 他感觉回家的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他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长得他都已经腻了 想当初 他才大学刚毕业 然后又在众多英界生中脱颖而出 找到了一份福利待遇都很不错的工作 可就当他以为 他是一个被上天眷顾的幸运之时 却毫无征兆地查出了重点 想不到在即将成为父母依靠的时候 再次成为了他们的负担 最后终究还是没有抗住病魔 才来到了这个世界 当他得知只要不是自禁而死 而是在自然死亡后 便能回到原世界 他便一直为了能回去而努力作死 可偏偏事与愿违 他不仅仅一直没有死 还一不小心成了三界最强帝尊 面对着眼前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的众人 帝颜哥缓缓地闭上了眼 可这些人竟然不按常理出牌 说好的朱沙 却竟然要用临近公示他罪行累累的过往 当帝颜哥看到镜子的那一刻 他终于坐不住了 要猪便猪 凭什么公示我的过往 这要是公示出来 他还要不要死顿了 他还等着回家呢 而且这跟当众拉屎有什么区别 帝颜哥铁青着脸 试着攻击临近笼罩下来的金柱 然而当金柱行程 做任何事都是徒劳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就连帝尊之力都不行 除非天道审判结束 此时光幕中 出现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男孩 他倒在路边 满身狼藉 或许别人认不出小男孩 但帝颜哥却是第一时间认了出来 那不就是刚穿越时的他吗 那时刚穿来就被当成了男孩 后来他便一直以男装试人 光幕中男孩想到 只要在这个世界死亡就能回去 是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跳到了湖中 爹爹 有人落水了 男人急忙跳下水准备救人 子盈 你在这里等我 不要乱跑 片刻后 小男孩被救上岸 爹爹 哥哥他没事吧 骆子盈见到光幕中出现的俊美男子 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的爹娘就是这样心底善良的人 可就是如此善良的人 最后却是不得好死 连句全尸都没有剩下 光幕外众吃瓜群众的声音也同时袭来 没想到帝颜哥从小就这么有心机 为了不再成小乞丐 竟然不惜跳河来博取青阳大帝父母的同情 真是虚伪至极 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看是绝对不能看表面 有些人天生就非常善于伪装 不过帝颜哥不是先帝的孩子吗 为什么会再凡俗戒 还成了乞丐 这个瓜我知道 据说当初是一只狐妖勾引了先帝 才生下的帝颜哥 那只狐妖在帝颜哥八岁的时候 意外死了 这孩子心机重 在知道自己的身份后 便想来找先帝要名分 但这种混淆神脉的妖孽 哪里配当先帝的孩子 这种妖孽本应直接处死 然而先帝不忍心 才封印了他的记忆和神脉羹 将他扁入繁琐 帝颜哥听着这些人的话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大叔 你是认真的 不过随即也释然了 他已经破罐破摔了 挨砸砸地吧 众人看着他此时的表情 你们看 他心虚了 骆子盈握紧了拳头浑身颤抖 当初要不是他父亲好心收留 骆氏一族也不会死无全事 帝颜哥 我恨你 光目中骆母拉着小男孩的手关切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家里可还有什么人 我让人送你回去 帝颜哥小心翼翼 我叫颜哥 我没有家人 眼睛却直直地看着男子腰间的佩解 骆母慈祥地抚摸着他的头 既然这样 颜儿就留在骆家同屋而作伴吧 他同你差不多大 你们一定处得来 帝颜哥短暂地迟疑之后 便指着骆夫腰间的佩解 叔叔 这个可以送我吗 我想抱着睡觉 夫妻两人对视了一眼 只觉得他是因为害怕导致 便没有多想直接给了他 不过剑任锋利 颜儿要多加小心才是 帝颜哥接过剑 饱含期待 爸 妈 我们很快就会再次相见 等我 骆夫骆母看着他熟睡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退出了房间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心中难免生出了怜悯之心 骆家不会亏待他的 以后子引用的 颜儿也会有 说爸两人相继离开 看得出来 骆夫骆母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片刻后帝颜哥猛然睁开眼 然后一个翻身下床 在确认完他们走了之后 便把门从里面反锁了起来 能被你们收留 我很感激 可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在等着 他们的女儿回去团聚 说爸毫不犹豫地把剑抵在脖子上 下一秒猛然用力 身体缓缓倒下 一个只有八岁的小男孩 竟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选择自杀 他很感激骆夫骆母能将他收留 但是他的父母也还在等着 他们的女儿回去团聚 然后毫不犹豫地拿利剑抵住脖子 下一秒哭斥一下 慢慢倒下去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帝颜哥缓缓睁开眼 看着映入眼帘的 骆氏一家投来关切的目光 他心里咯噔一下 他不是自杀了吗 为什么还在这里 而事实上是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唯一条件便是在这个世界自然锁 当然自杀是不凑效的 帝颜哥缓缓扯下身上的被褥想要做起来 可现在他很虚弱 骆子盈一家找到郎中 说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 说到这骆母不由地开始自责起来 也怪他粗心大意 刘盐哥一人在屋里安静 若不是半夜子盈哭闹着要找哥哥 他们恐怕要到天亮 才能发现他晕倒在了房中 帝颜哥沉默片刻 难道骆子盈知道些什么 他半夜来找他做什么 只听骆子盈神秘秘地说了一个字 秘秘 不过哥哥要是靠近我一点的话 我就告诉你 帝颜哥虽然带着满脸一问 却还是慢慢地向他凑近 可下一刻骆子盈镜直接就得一下亲了他一嘴 因为哥哥长得很好看 我想跟哥哥一起睡 光目外 众人鄙夷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连环套啊 先落水博取同情 再故作坚强让青阳大帝的父母放心离开 然后用美貌诱骗又连青阳大帝深夜前往自己房间 最后假意昏迷装脆弱 让青阳大帝的父母产生愧疚 为了补偿妖帝 他们从此便会放下戒心 将妖帝视如已出 真是好深沉的心思 骆子盈更是指着他满脸仇视 帝颜哥 你为了坐上妖帝之位 还真是步步为营 帝颜哥也是很无奈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自帝颜哥被落水夫妇收留后 他便开始同骆子盈一起上学堂 原本骆子盈在学堂里已经非常优秀 直到帝颜哥的出现 他就变成了最厉害的 不过大学生上学前班 那能不厉害吗 帝颜哥微微叹气 看来回家之路还得另寻他法 如果他记得没错 他现在所处的应该是生病的那段时间 看的小说里的世界 书中的男主萧绝所在的萧家 与某个黑暗势力结仇被灭了满门 而他靠着惊人的毅力从死人堆里爬出 后来又想尽办法进了剑心中潜心修行 然后一路开挂 源源不断地收割方小弟 嫉恶如仇打反派 得宝物 掳惑女神芳心 最终成为了神界帝尊 这书中的反派死的一个比一个死 待在骆子营这个头号反派跟前 他肯定能顺利回家 大概是帝颜哥在书院的表现太过要眼 所以他和骆子营刚出书院 就被一众比他们还要大的学子 堵在了回家的路上 卧槽 这不机会来了吗 于是伸手将骆子营固在身后 怒吼道 有什么事冲我来 只要你们不要伤害我弟 对了 你们带刀了吗 面前的众学子满脸问候 没带刀 我说就你们那小拳头 能打死人吗 小屁孩看到被他挑衅 乃兄乃兄的说道 你想死吗 帝颜哥黑黑一笑 我就是想死 要不你杀了我吧 要说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不要命的 众小屁孩哪见过这阵仗 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面对着帝颜哥不断的挑衅 老大 这小子脑子好像有点问题 要不我们还是撤吧 被称为老大的小屁孩 只得放了一句狂话 算你有种 你得我等着 哎哎 别走啊 我可以去买刀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直到他们走得老远 吓了他一跳 下一秒 骆子盈猛地抱住了他 颜哥哥你好厉害 我喜欢颜哥哥 帝颜哥看着自己当初那蠢样 尴尬还都犯了 光幕外围观众人 也被看得一愣一愣的 假的 绝对是假的 帝颜哥绝不可能会救他 尤其是骆子盈 看得眉头紧锁 父母离世的那段时间的记忆 他有些记不清了 没想到他和帝颜哥 竟还有一段这样的过去 不过随即又指向帝颜哥 你别假惺惺了 我告诉你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不会有任何动物 我对你只有恨和愿 我恨不得你永多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帝颜哥听到他的话 想到了自己悲催的过去 忍不住对了一句 笑话 你以为地狱就能困得住本地 事实就是如此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下地狱不过弹指之间 想毁了地狱也不是难事 夜晚 帝颜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记得洛家好像是被灭门了 他们一家都是好人 好人就不该枉死 可惜他当时发着烧意识迷离 对这段剧情的记忆也有些模糊 只记得杀他们的人穿黑衣 带斗力 他要尽快想个办法 让他们离开这里 此时房间的门被打开 骆子莹悄悄地走了进来 颜哥哥 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吗 地狱哥看着子莹可爱呆萌的模样 拍了拍床板 示意他一起睡 睡吧乖 哥哥会保护你的 已经你的爸爸妈妈 说吧还不由地戳了戳他的脸蛋 这么单纯的娃 也不知道是怎么升级成反派的 看着光目的骆子莹 只觉得恶心坏了 没想到他小时候镜头那个人 靠得如此近 还露出那副满足的小表情 四日早晨 在两人去学堂的路上 突然被两个身着黑衣 带着斗力的人拦住了去了 两位小弟弟 我们问个路 你们认不认识一户姓洛的人家 他们是上个月刚搬到这河里县的 地狱哥当即感觉到了不妙 是他们 当即回到不认识 几乎是一口同声 骆子莹脱口而出 上个月搬到河里县的 就只有我家一户 两名黑衣人暗暗使了个眼色 不知道小弟弟贵心 我们兄弟俩一直在找救命恩人 可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就在骆子莹准备回答之际 地狱哥立即挡上前 免贵姓王 男孩就因为逃了一堂客 就被仇人灭了满门 那一日火光冲天 男孩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 早上地狱哥和子莹 在去学堂的路上 却被突如其来的 两名黑衣人挡住问路 地狱哥顿时感觉不妙 这八成就是骆家的仇人 他要尽快想办法 让骆士一家搬走才行 于是将骆子莹 送到学堂之后便打算行动 哥哥 你要逃客吗 地狱哥满脸溺爱地看着他 哥哥有点事要去处理 你先去学堂 哥哥一会儿就来 那时候还天真无邪的 骆子莹很听话 那哥哥不许骗我 看着他欢快离开的背影 地狱哥正在飞速地 盘润着心理的计划 殊不知两名黑衣人 已经起了疑心 正在某个角落里 暗中监视着骆子莹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学堂已经放学了 骆子莹出来 还是没见到哥哥回来 坏哥哥明明说了要来学堂 结果还是逃客 看我不回家告诉父亲母亲 打烂你的屁股 片刻后骆子莹回到家中 骆母看着蒲向怀抱的子莹 颜儿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哥哥被夫子留下来了 一会儿就回家了 哼 坏哥哥 这次就原谅你好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 正悄悄地向他们逼紧 两名黑衣人正在监视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 带两人进了屋 黑衣人看到门边上 赫然写着骆夫两个大字 看来就是这里了 下一秒 黑衣人齐齐凌空跳出 动手 与此同时 帝颜哥兜兜转转 来到一处酒楼 据说这是整个县城里 最黑的酒楼 如果要是得罪他们 那么他们定会上骆夫 找麻烦大闹一场 到时候骆家就不得不搬离此处 要是还能顺带把我给打完 那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大摇大摆地入了酒楼 在确认完面前 点头哈腰的人 正是老板之时 随即便拿出一张纸 我这有一道 当红菜系的秘制配方 给我一百两文银 我就卖给你 老板惊异地看着面前的配方 又大概多瞄了几眼 光目外龙 颜彻不屑地开口 帝颜哥根本就不会做饭 他又是去坑蒙拐骗 当初他就是这样 骗了我龙族的族人 将族中的宝贝 同他换了垃圾 同被他坑过的人 齐齐点头 同时各种嘲讽 可下一秒却被啪啪打脸 只见酒楼老板面露喜色 成交 痛快地给了帝颜哥一百两银子 随即帝颜哥表示 他这还有九种配方 老板没有一丝犹豫 便招呼小二 再给他拿九百两文银 可却被帝颜哥当即打断 且慢 既是珍惜之物 那岂有不涨价之力 若掌柜的成星想要 那就在准备四千五百两文银 太阳落山之前 送到城南洛府 要不然 就别怪我将此配方 卖给你的对价 老板懵圈得一脸猛逼 你是说 配方涨到五百两一副了 在得到帝颜哥确认的眼神之后 实乃抱歉 小店利润微薄 确实难以支付 还是请客观另寻他处吧 帝颜哥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当即摆出一副不屑的姿态 五百两都掏不出来 还做个什么生意 我看你们店迟早得倒闭 说罢便转身而去 幕后老板看着这一幕 茶茶城南洛家的底细 背后若是无人 就将这小子绑了 将他父母赶出城裙 帝颜哥走在回家的路上 心想这样差不多就能万无一失了吧 可就在快走到家门口之时 他猛然一惊 顾布的怀中掉落的银子 跑到门口看着眼前的场景 怎么会这样 原本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却没想到 一切竟发生得如此之快 下一秒他猛然推开人群 顾布的凶猛的火光要冲向院内 隔着天空的一声爆炸 喷出的气流竟直接把他给掀翻在底 然而他不顾浑身的伤势 以及群众们的提醒 伴随着内室传来一声 洛夫人微弱的声音 帝颜哥便毫不犹豫地冲入了内室 当看到眼前的一幕之时 帝颜哥整个人有些站不住 只见整个房间被火焰吞噬 洛夫俨然已经没有了气息 洛母用仅存的一丝力气 紧紧地抱着昏迷的洛子盈 洛夫人 坚持住 我来救你们了 冲到他们身边之时 洛母用微弱的声音叫着炎儿 帝颜哥双眼含泪 拼命地拉扯着洛母 试图将他救出去 帝颜哥再也忍不住 拼命地嘶吼道 洛夫人 男孩被大火烧到血肉模糊 而他不仅不医治 还要让医生挖去他的五脏六腑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回家 在大火之中 男孩探着已然断气的洛母 他拼命地嘶吼着 光幕外 洛子盈一拳打在屏障上 怎么会这样 爹娘不是死在帝颜哥手中吗 这一定是假的 连你都在骗我 众人也忍不住窃窃私语 幼年的青阳大帝好像窒息了 那时的青阳大帝 还是个普通人吧 这不对劲吗 这还是施杀成性的帝尊吗 竟然会以凡人之躯 冲进火中救他人性命 不过他冲入火场 救人八成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记得青阳大帝 就是靠着家传的仙法 才成为大帝之一 没准妖帝救他 就是为了掠夺大帝仙法 站在光幕前的洛子盈 听到此话回过神来 原来如此 就算我的父母不是他杀的 但他背叛师们 还杀了师父和小师妹 同样最无可恕 落家冲天的火势 似乎把天都照亮了 火光中一道小小的身影 抱着一大团东西冲了出来 男孩身上的衣服 早已被烧得破破烂烂 而且半张脸都烧毁了 众人同时看向 正坐在神座上 闭目养神的帝颜哥 如此一张完美又妖孽的脸 很难想象曾经被毁成那样 被众人看得非常不自然的 帝颜哥突然睁开眸子 扫了他们一眼 语气中竟是挑衅 你们都看什么 等本地出来 早晚收拾你们 而众人刚对他 生出的一点怜悯 顿时也烟消云散 落家门前的吃瓜群众 吃惊地看着被烧得 血肉模糊的男孩 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这到底得有多疼呢 火光中的帝颜哥 在出来后终于忍不住 跪倒在地 只是在倒下去的同时 依旧护着怀中的一大团东西 众人冲过来帮忙 他也死死地抓着不放手 只是那些帮忙的人 以为他手中绝对是什么宝物 直到帝颜哥将那团 已经有些烧焦的棉袄打开 里面正是完好无损 却已经晕过去的洛子盈 围观的人一阵唏嘘 本来以为能占点便宜 谁知道敬包这个小孩 真是晦气 帝颜哥不顾浑身的伤势 撕心裂肺地叫着他 子盈 你醒醒啊 我是颜哥哥 哥哥给你买你最喜欢的糖葫芦 好不好 然而不管他怎么嘶吼 子盈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他跪下向围观众人求救 拼命地磕着头 求求你们救救我弟弟 他才七岁 不帮就算 然后顾不上自己的伤势 背起洛子盈就要去找大夫 倾盆大雨 艰难的步伐 摔了无数个跟头 路人纷纷躲之不及的姿态 另一半的脸因为大雨的浸泡 伤口已经化水 看起来万分恐怖 光幕外洛子盈死死地看着这一幕 脸上都是不敢置信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帝颜哥怎么可能会为我做这些 他一定是为了套出青阳先决的下落 只是此刻他却不敢看神座上的帝颜哥一眼 终于帝颜哥找到一处医馆 但由于太晚显然已经关门准备白映了 听到敲门声从里面出来一个火气 可当看到帝颜哥恐怖的脸之后 瞬间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随即砰的医生关门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他又来到一处医馆 大夫 求求你救救我弟弟 然而他衣衫褴褛 身上又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再加上身无分纹 活脱脱的小乞丐 哪里会有人给他看病 他跑了一个又一个的医馆 无一例外地都将他拒之门外 若是他扔下骆子营 好好清洗伤口 就凭着他天神的血脉 伤口也能渐渐恢复 但如果这样下去 帝颜哥的脸不但会保不住 或许连小命都不保 此时的骆子营 于他来说就是个累赘 不过帝颜哥要的就是累赘 能在这个世界就一个人再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就这样他拖着惨败的身躯 背着骆子营不断地求医 终于又一个不稳摔倒在地 而这已经数不清到底是多少次了 此时他只感觉浑身好累 仿佛抽进了他所有的力气 他想过就这样躺平算了 但是看着眼前昏死的骆子营 气息越发微弱 如果放任不管他 那么他真的会死 他于心何忍 于是狠了狠心 继续背着他咬牙前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又找到一处医馆 不出意外他依然被拒之门外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只能将骆子营放在门口 自己则跪在地上 我如果跪死在这里 也是为了救人而死 这样既能回家又能救人 尽管医馆的先生出来驱赶 他却毫不动摇 然而他的想法红口 却没想到自己这么能挺 直到次日 医馆老先生暗暗叹了一口气 他想不到这个小男孩 竟然如此降重 老先生在检查了 骆子营的伤势后 道歉 他的病老妇无能为力 要不老妇还是给你看一下伤吧 听到此话 地言跟瞬间急了 如果是因为吸入太多毒烟入了五脏 那么就把我的五脏换给他吧 老大夫的脸抖然间 这样的通红 胡闹 没了五脏你会死的 我不用活 只要你能救我弟弟就行 光幕外骆子营 痴痴地看着这一幕 他竟愿以他命换我的命 男孩被大火烧到血肉模糊 又被刀刃刺寸刺穿身体 而他不仅不医治 还要让医生挖去他的五脏六腑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回家 此时地言跟跪在地上 带着满脸的渴望 大夫 求求你救救我弟弟吧 只要能救他 我真不用活 只见大夫缓缓地吐出一口二眼花痰 似乎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老夫哪有这等本事啊 帝言歌闻言瞬间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难道就真的没办法了吗 可接下来大夫的一句话 却让他眼前一亮 眼中再次出现了希望 这普天之下能患脏气的 只有神医骨的医仙才能做到 于是在问清楚地址之后 便匆匆忙忙地背起骆子营就离开了 老大夫试图想给他看一下伤 却被一心要做死的 他一正言辞地拒绝了 此时外面又下起了轻盆大雨 也不知道是老天想帮他还是要阻止他 路上除了似乎已经麻木行走的帝言歌 已经没有任何人 电闪雷鸣 帝言歌那张苍白又如同鬼怪般的脸 他的四肢也已经开始流浓血 果露的伤口触目惊心 而那时的他也不过才八岁而已 光目外众人看得一阵沉默 至少那时的帝言歌 确实无话可说 甚至他做的事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魔头 曾经竟然会如此全心全意的救一个人 而骆子盈则死死的盯着光目 他始终不愿意相信帝言歌是纯粹的为了救他 他要找到他假惺惺的目的 也不知道到底走了有多久 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神医谷 入口处映入眼帘的却是密密麻麻的求医者 原来想要进神医谷求医 除了要虔诚的排队之外 还要看医仙有没有心情医治 可难道除了等着 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从男子口中得知 这里有一条黄泉路 若是有胆量便可以去闯一闯 只要能从那里走出来 那么一线定会为患者治病 只是还没等他说完 帝言歌就坚定不移地说道 我去 入口处的众人在得知帝言歌要闯黄泉路后 皆是目瞪口呆 尤其是看到他身上还带着这么严重的伤 更是对他敬佩 那眼神就好像下一秒他就要死了一样 小兄弟 这黄泉路九死一生 你要是去了 不一定能救得了你的弟弟 连你自己都可能死在那里 是啊小兄弟 自神一股问世以来 进入黄泉的人有数百人 可从未有人活着从那里出来 然而这些话落入他的耳中 更加坚定了他的行动 活不了 那不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进入黄泉路 映入眼帘的是熊熊燃烧的火墙 帝言歌脸色微变 竟然有些掩饰不住的激动 因为眼前的火焰一看就是高级火 绝对能做死的那种 帝言歌抬头看着虚空 只要我能闯过 你就会救我弟弟对吧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他将昏迷中的落子银黄缓放在地上 下一秒便一头冲入了火墙中 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在火海中一路狂奔 尽管浑身被烧得发出滋滋的声音 听得有些圣人 甚至还有一股子烧桃味 但他却毫不为所动 不过一会儿 他便已经从火里跑了出来 火确实是好火 但似乎对他没多大卵用 唯一庆幸的是 这火竟然没烧衣服 要不然身为女儿身的 他真的要丢人丢大了 光幕外吃瓜群众看着这一幕 然而此时众人却发现 站在光幕前的落子银有些不对劲 只见他眉头微促 似乎在强忍着什么一样 青阳大帝 你这是怎么了 在落子银回应到没事之后 众人也没有再看他 而是继续看地言哥的好戏 此时地言哥面前是一座寒气刺骨的冰山 娇小的身体走在冰面上 却显得异常坚挺 果露的肌肤上也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寒冰 突然间四面八方无数的冰刃 像剑羽一般疯狂地朝地言哥飞了过来 地言哥小脸一阵 可冰刃并没有因为他的震惊而停下 顿时一道道冰刃齐齐刺向他的身体 粗的伤口让原本伤痕累累的肌肤更加触目惊心 他尽量护住身前已经破破烂烂的衣服 而他就像毫无痛觉一样 一步步麻木地朝前走去 只留下一道道刺眼的红色足迹 只有冰刃飞到他身上的时候 小小的身躯才会微微地抖动一下 代表着他依旧还活着 此时光幕外的众人无不震惊 有一种疼 叫做看着都疼 千刀万剐也不过如此吧 这到底是怎样的信念 才会让恶贯满盈的妖地做到这样的地步 可落驾于地言哥也不过是一份之恩而已 何以至此 而此时的落子引手出在光幕上 几乎牙都要咬碎了 浑身忍不住的都在颤抖 只是一瞬间 额间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而他就好像在承受着某种莫大的痛苦一样 片刻后 站在他身后的小仙鹅发现了他情况不对 当即好奇地走到他旁边伸手去触摸光幕 然而他只是轻轻的一点 一秒伴随着惊叫声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这光幕不能碰 在众人疑惑之际 落子引苦涩开口 原来碰触到光幕的人 能感受到光幕里那人一半的痛楚 众人听到之后七七一正 不过是凡俗之人一半的痛楚 能有多痛 竟能让一个小仙鹅倒地不起 虽然小仙鹅对于他们来讲修为尚浅 但也不至于随意就被击晕吧 于是几个不幸些的 这怎么可能 那不过是凡俗的兵刃 一半的痛楚都竟然如此 与此同时 众人齐齐瞄了眼 正在神座上闭目养神的地言歌 小小年纪能抗住这样的苦难 这个无恶不做的妖帝 能成为整个九天世界最强大的人 不是没有缘由 如果他没有走歪 那该有多好 可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从一个心性坚韧 淳朴善良的少年 变成现在这样凶残没缘性的妖帝 而落子引只是面色苍白地偷看了他一眼 心里酸涩地难受 他没想到地言歌曾为了救他而诉出了这么多 光幕内 地言歌已经来到了刀山前 只见各个刀刃朝上 铺满了整片道路 此时的地言歌一雾破碎 浑身布满了血淋淋的伤口 就这么一脚一脚地踩在刀刃上缓慢而坚定的前行 四次穿脚掌发出痴痴的声响 这让众人看得头皮发麻 这是多变态的人 才能想出这样的考验 同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小子 放弃吧 你这样根本就撑不下去 或许现在放弃 还能见你弟弟最后一面 地言歌只是愣了一下 声音中带着微微作死的颤抖 我要救他 老者欣赏地看着地言歌 你的任性我很喜欢 等过了这一关 老夫可破例收你为徒 而地言歌却不以为然 我只要救我弟弟 其实这个时候的地言歌 也被自己身上的伤吓了一大跳 虽然他没有太多的痛觉 但是有一种痛 笑看着都痛 然后他猛然对老者开口 等等 就当老者以为他后悔了的时候 地言歌则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爷 你能不能给我件衣服 话音落下 大爷瞬间瞪大了牛眼 像极了一条大鲶鱼 老夫竟然还不如一件衣服吗 他为了能够救弟弟 不惜上高山 小火海 哪怕是浑身被刺到血肉模糊 哪怕是鲜血流干 他依然拖着惨败的身躯咬牙爬行 此时地言歌浑身布满了血淋淋的伤口 抬头望向续空 就当老者以为他坚持不住要放弃了的时候 地言歌则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爷 你能不能给我件衣服 话音落下 大爷瞬间瞪大了牛眼 像极了一条大鲶鱼 老夫竟然还不如一件衣服吗 不过最终还是将自己身上的袍子扔给了他 地言歌接过袍子直接裹在身上 仿走光的同时还能避免被自己身上的伤口给吓到 还不忘感激地对老者道 谢谢大爷 而大爷则是猛然吸了几口二氧化碳 他一个被万人敬仰的堂堂一仙 没想到有一天会被人一口一个大爷的叫 难道他不要面子的吗 停下来的地言歌看着面前的刀衫 固有的感觉一阵发怵 虽然他没什么痛觉 但看着还是有些腿软 不过想到上一世 家人四处贷款倾家荡产的旧头 以及他死前他家人痛苦的模样 那这点路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么走着想着 脸上不由得扬起一抹温润的笑意 光幕外的众人看着这一幕 这么天真又温暖的笑容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似乎于他来说 只要能救骆子莹 就能让他如此高兴 莫长留则不甘地看着光幕中的地言歌 对骆子莹竟产生了几分忌妒 地言歌 你为什么要对骆子莹这么好 当初你要是对我有对他一半的好 我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此时骆子莹恐惆然放大 像是看到了什么惊恐的事一样 只见地言歌一个重心不稳 静止听听地道了下去 骆子莹止不住地浑身颤抖 哥哥 众人也不由地发出阵阵惊呼声 似乎也带着些惋惜 虽然他们恨极了地言歌 但再怎么说 那时的地言歌不仅是个孩童 而且所作所为皆无愧于心 神座上的地言歌 看了自己一眼 眼眸微动 其实那时他是故意不小心摔倒的 本以为可以浑水摸鱼的趁机死回去 谁知道这是很快就被判定为故意为之 从那时起 他并不敢再作弊 也是自那次开始 他便开始了悲催的成神之路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倒在血泊中的地言歌再次缓缓地睁开眼 他想要爬起来 但是却因为失血过多 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 众人看着几次都没有爬起来的地言歌 心都揪在了一起 甚至还有人安安为他打气 妖帝 你不是妖帝吗 就剩下这点距离 你倒是快点过去 而就是这一步之遥的距离 此时对于地言歌却犹如万里 他用四肢艰难地爬行着 浑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倒也不是疼的 而是他真的太虚了 只能凭着意志强撑着一点点地往前爬 而他的身后早已经是星红的一片 身上的血水不断地往下疼 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的血 才能将这刀山忍红 似乎是过了很久 终于他爬到了终点 可地言歌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过来了 依旧还在一点一点地木讷地蠕动着 而骆子银不知从何时开始 早已泪牛满面 哥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这一刻他才明白 那满地的血 竟是为他骆子银而流 那时的他该是多么的痛苦无助 可这一切只是为了救他 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此时光幕之中传来一声充满激动的声音 千百年了 终于有人能闯过这皇权大阵 我天玄子总算后继有人了 以后你就是悬疑仙宗唯一的传承者 听到老者的话 众人一阵骚动 他就是悬疑仙宗宗主天玄子 人群中也有人曾经被他救过 只是一直以来他都是以面具世人 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真容 没想到就是这样先锋盗谷的老者 可最后也是死在了帝颜哥的手中 帝颜哥这个畜生 连天玄子这样的好人 也很心下的去手 神套上的帝颜哥感受到众人的视线 还嫌这些人恨他不够多 于是唇角带着戏血的味道 不错 天玄子就是本地所杀 你们有本事 就来杀了本地 否则等本地出来 必将巴尔等皮 丑尔等金 将尸体之解散落在山川湖海 以罪恶毒的法阵压制 永世不得超生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众人对帝颜哥的恨 一直瞬间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帝颜哥看着众人充满怨气的眼神 笑得越发妖孽 就是这样 来吧 在仇恨和愤怒的驱使下 提醒你们的大坛刀 狠狠地砍向我吧 不过这光照根本也砍不烂了 然后又看向早已以泪洗面的骆子银 很明显他是被感化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看他那此时的鬼样子 怕是攻略不了了 看来得想个办法 骗他们收了这个射死镜 于是双眼瞬间成灵力之色 本地有天道镜保护 而等罗尼是杀不了本地的 此话一出 就有人立马提议收了天道镜 要用乱刀弹死他 不过还是有理智之人 这妖帝实力高深 若是撤了天道镜 势必有一番激战 而且他最擅长蛊惑人心 背后也不知藏了多少 不可告人的秘密 肯定是故意出言激怒 为的就是引导他们撤掉天道镜 从而隐藏过去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妖帝果然心思深沉 差点着了他的道 地言哥看着他们脑洞大开的画面 嘴角忍不住一阵抽搐 你们清高 你们了不起 你们燃烧我照亮自己 此时依然趴在血泊中的地言哥 仿佛用尽了最后一口气 大爷 记得你说过的话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么我就先回家了 可下一秒却被一只大手猛然抓起 普通医生将他丢进了水桶中 回家是不可能回家的 你现在是老夫的徒弟了 是去是刘杰有老夫说了算 原来桶中竟然是传说中的三光神水 而非心智坚定者 不能承受 所以他才会设下那皇权大阵 挑选合适的继承人 经过神水的洗涤 浑身的血肉筋骨 原神魂魄 真灵神石 都会被淬炼 日后便能一飞冲天 地言哥被大手死死地按在水中 还咕噜咕噜不停地喝着洗澡水 这可把他给恶心坏了 众人看着这一幕 个个瞪大了双眼 直呼地言哥走了狗屎运 这也太不公平了 要知道那三光神水 哪怕只是一滴 就可以让凡人脱胎晃骨 非生上戒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只是听说被三光神水添炼 会承受莫大的痛苦 不过为何看地言哥 没有一点疼痛的样子 随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落子银魂伸直不住地颤抖 险些晕死过去 原本还想反驳的众人 瞬间都不敢吱声了 毕竟只有这一半的痛苦 都能让大名鼎鼎的 青阳大帝变成这副模样 他们哪里还敢再去尝试 而此时地言哥在水桶里 正在拼命地挣扎着 他只感觉自己的伤势 在迅速地恢复 他发誓他一点都不想恢复 他只是想回家呀 快放开我 你这个绊脚石 天玄子感受到他扑通的 越来越厉害 唯是知道你被三光神水 改造的痛苦 但唯有忍受这无尽的苦楚 才能成为人上之人 孩子 你一定要坚持住 此时地言哥内心无比崩溃 坚持你妹啊 我谢谢你祖宗十九代 他为了能早日回家 不幸与扮男装 想尽各种办法不断作死 与主角作对 同最大的反派称兄道弟 甚至为了拉仇恨我行我素 哪怕被世人误解也从不解释 最后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 九天世界最强妖帝 直到众多帝尊联手开启天道镜 是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 随着光幕的笼罩 地言哥的好人事迹也渐渐浮现 可他发誓他只是想为了能早日回家 好不容易在黄泉路灶的伤痕累累 然后又被天玄子扔到三光神水中进口 伤势也在迅速恢复 他扑腾得越厉害 天玄子按得越紧 只认为他是无法承受神水改造的痛苦 此时地言哥内心无比崩溃 他只想谢谢他祖宗十九代 片刻后才猛然起身 恶心的他一阵狂吐 做死没把自己做掉 反倒是这黑乎乎的洗澡水 差点给他送走 还好他现在才只有八岁 尸身也问题不大 否则他女儿身的事情指定的漏 可就在他拧衣服的时候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等等 之前被洛夫救上来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穿着干净的衣服躺在床上了 那这么说来 洛夫洛姆那时其实已经知道他的性别了 再回想起之前和洛子盈一起入茅房洛姆的反应 必想到这地言哥顿时感觉老脸都丢尽了 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可这一举洞落在天玄子的眼中却让他一阵欣慰 只认为地言哥是重情重义 品行坚韧 真不愧是老夫选中的人 随即面带慈祥的笑容 那么我的乖徒儿 你叫什么名字呢 地言哥先是一惊 然后猛逼的一脸猛逼 心想脑子有始才会做你的徒弟 泡得早就让做死了几天的伤口痊愈了 要真成了他徒弟 那岂不是能长生不老了 那我还要不要回家了 随即便当场拒绝了 我不要做你徒弟 我只要救我的弟弟 正当天玄子要一本正经的介绍 他的悬疑宗多牛逼之时 地言哥却瞬间捂住了耳朵 谁料天玄子不管三七二十八 一把抓住他的手 我不管 套了我的神水 你就是我的徒弟 可下一秒他却脸色微变 身为老中医的他随即发现不对劲 这小子竟然是个女孩 地言哥似有所赶天玄子要说的话 当即便打断了他 老头 我是哥哥 我是他这儿八经的哥哥 就算再难 我也一定要救我弟弟 可老头没有理会地言哥 依旧没有撒手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一样 片刻后猛然一惊 樱桃小嘴张的老大 你根本就不是人 卧槽 你才不是人 天玄子满脸激动之色 经过三光神水的淬炼 地言哥的筋骨已非凡人 但是血脉仍旧不通 也没有灵根 刚才他还在疑惑 现在终于知道了 原来地言哥身上竟然有十二处天神封印 而他根本就不是凡人 虽然每一处封印破碎都会生不如死 甚至是夭折 但若能全部解开 便可一非冲天 闻言地言哥顿时两眼放光 其他的他不敢兴趣 但是一听会夭折 那这不是正合他意 随即便来的兴趣 那要如何才能打开封印 在老头口中得知 唯有修炼 当修为达到瓶颈 封印便会引来九霄雷结 雷结之后 封印自可破碎 话若地言哥扑通一声趴在地上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天玄子顿时又惊又喜 这就成了 他一生好事做尽 却不愿让人知晓 在众人眼里 他是十恶不赦的妖地 杀师长诸同门 守任父母 简直畜生不如 可随着天道静下 他的作死之路被公之于众 众人越发目瞪狗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地言哥所做的一切 只是想回家 此时天玄子赫然发现 他竟不是人 原来地言哥天生身上 就有十二处天神封印 准确地来说 他不是凡人 而这些封印每破碎一次 都会让人生不如死 随时都可能会夭折 但如果能解开全部的封印 便能冲破无上大道 而打开封印的途径 就是不断地修炼 当修为达到了瓶颈 封印便会引来九霄雷结 雷杰挺过之后 封印字可破碎 可似乎地言哥只听到了夭折俩字 那这样岂不是就能回家了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想到这随即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师父再赏 请受徒儿一拜 此时天玄子又惊又喜 像是捡到了宝一样 可他始终不明白 他和他弟弟并没有血脉关系 还为何要激进九死一生救他 就这么为了一个凡人 值得吗 而小小的地言哥声音却铿锵有力 他父母与我有恩 他永远都是我的弟弟 光幕外洛子盈几乎哭下了双眼 忍不住又叫了一声哥哥 虽然他在后来做了这么多错事 但至少那时的他还是他的哥哥 但错了就是错了 等他在天道静下赎了罪 他定会为他风光大脏 此时天玄子听到地言哥的一番话之后 看起来甚是满意 很好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 那么老夫便助你冲破这第一道封印 光幕外众人见词 纷纷忍不住为天玄子打抱不平 就是这么一个老好人 可惜他不知道自己救了一个白眼狼 而这个白眼狼 会在以后害了他 登将仇报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禽兽 当初先帝就应该杀了他 可不管别人怎么说 神座上的地言哥缓缓睁开眸子 看向光瓶中的天玄子 这是他除了洛家欠下的第二个人情 那时的他 并不知道冲破这天神的封印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毕竟那时的天玄子 虽然修为高深 但也不过是下界的一个修者 哪里有能力对抗上界的强大封印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 曾经的天玄子早已受到封印的凡事死了 自那以后他便有了另一个身份 一仙天玄子 而他也不过是为了完成天玄子的心愿 不让玄一仙宗到了传承 后来他也帮玄一仙宗找到了新的继承人 其实这个新继承人也老熟了 只是他现在估计很忙 所以不在这里 此时只见天玄子一直点在地言哥的额头上 试图用自己全部修为去助他冲击封印 下一刻骤然乌云滚滚 瞬间漆黑龙 如同子龙般在云间翻腾 雷电轰鸣 仿佛千军万马奔腾 地言哥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 虽然他不太喜欢被雷劈死的感觉 但看样子这是能成 此时天玄子单手画掌 按在地上发出阵阵灵光 试图稳住身体迎接雷杰的道理 地言哥此时零根和鲜脉未开 若遭雷击 必死无疑 如果天玄子能替他抗下雷杰 冲破第一层封印 那么从此他便能修醒 随后天玄子抬头望着虚空 伴随着轰隆隆的威压 全身浑厚的气势骤然炸开 续续雷结 又有何惧 此后一把将地言哥娇小的身体 推出去甚远 伴随着恐怖的气息 一道道水桶粗的紫雷划破长空 骤然向着下方的天玄子袭来 小子 你为了一个没有血脉的弟弟 竟能做到如此地步 老夫将这悬疑仙宗交给你 也就放心了 下一秒 随着一声惊天绝相 紫色雷婷毫不留情地 披在了天玄子的身上 天玄子整个人如同沐浴 在一片紫光之中 饶是天玄子也强忍不住 发出阵阵惨烈的嘶吼声 而这一切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当地言哥爬起冲过来的时候 又一把被天玄子用真气推出 地言哥激动地想要再一次冲过去 然而等他冲过去的时候 紫光已经消失 此时天玄子缓缓落下 但看他灰败的脸 和身上的一片狼藉就知道 他整个人非常不好 随后他手掌一翻 浮现出一颗金色的种子 没等地言哥反应过来 便直接打入了他的额间 而这正是悬疑先宗的全部传承 等修为到了一定的程度便能打开 里面还有本门的功法 切记要好好修炼 以后悬疑先宗就交给你了 说罢天玄子转身轻咳了一声 只是咳出来的都是血 而在他身后的地言哥并没有察觉 老头你没事吧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 这种劫雷又不关你的事 而天玄子也是一个倔强之人 老夫能有什么事 你是老夫的弟子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这悬疑先宗 便替他找个传承者吧 地言哥微微一正 他既已拜师 那么悬疑先宗的事就是他的事 天玄子替他挡下雷劫 助他突破松印 虽然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但他如此重疑 地言哥也便会爽懦 天玄子闻言并没有回头 内心似乎是充满了感动与不舍 如此 甚好 说罢身影一闪便消失不见 地言哥见状连忙开口 你还没救我弟弟呢 只听虚空中传来一道微弱的声音 他也无碍 男孩虽然只有八岁 但却有十二根寒骨 一声不走寻常路 主打的就是一个作死 九死一声闯黄泉大阵 不料却被天玄子强行拉着泡神水给走 并助他解除天神风影拧发雷劫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威压 让地言哥真真切切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就当他又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了的时候 却被天玄子一把推开 听死帮他挡住九霄雷劫 然后又把一声所学全部传授给他 做完这一切才强称的残败的身躯匆匆离去 那时候的地言哥 并不知道天玄子走得如此极的缘由 而现在 他却是懂了 天玄子本就受缘已尽 又在承受了劫雷之后 便已注定要生死到消 只是他倔强的不想倒在徒弟面前而已 光目外众人同情地看着离去的天玄子 天玄子不会有事吧 他刚刚受的可是九霄劫雷 哪怕只有一击 连上界之人都可能灰飞烟灭 更何况他只是一个下界的修者 不过在他们的认知中 天玄子最终是死在地言哥的手中 这个忘恩负义的禽兽 连如此恩师都不放过 要不是天玄子 他怕是早已经死了 此时洛子盈已经醒来 再见到地言哥时眼中充满了亮光 不过下一刻又有些举色 言哥哥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爹娘在哪里 我好想他们 而地言哥只能说他们再见心中 去了便会见到他们 那时的他们 是多么的纯真无暇 如果当初他没有带他去见心中 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青阳大帝 也不会有现在的他 或许曾经他也为成神成仙动摇过 但时光越久 他也越逆烦这样的日子 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 就是在这里遇到了那时的萧绝 如果把最恨他的人排个榜 那萧绝这家伙绝对可以排第一 地言哥带着洛子盈 踏上了去见心中的征途 听宗门名字有些高大上 但他却只是下界中的一个小封门 甚至连个排名都没有 而当时洛夫人让他送子盈去见心中 但还没交代具体找谁就已经走了 不过还是打听到 见心中这几日正在收徒 有兴趣的都能去测灵根和血门 一旦通过 便能成为见心中的弟子 两人几经周折 终于到达了宗门的入口处 并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树立着一根灵柱 灵柱前众人都在排着队进行测试 将手伸在灵柱上 便会浮现出灵根以及血脉的等级 轰卧的便能入宗门成为子弟 地言哥看着前方的场景 只要洛子盈能进见心中 那么他就在另寻其他死亡契机 片刻后两人来到跟前 洛子盈伸出手贴向灵柱 两行大字也缓缓浮现 费灵根 反品血脉 地言哥看到之后满脸震惊 怎么会是费灵根 光目外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一阵不可置信 新阳大帝怎么可能是费灵根 一定是内测资质的东西有问题 因为任谁都知道 费灵根就算有再强的功法 也不可能飞升 更不可能成为强大的大帝之一 连洛子盈也有先猛 这好像和他的记忆不太一样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醒来之后就已经在见心中 资质什么的 从来没人提及过 此时地言哥瞪大了双眼 只认为是他们搞错了 我弟弟聪明灵慧 学识样貌皆是上品 怎么会是费灵根 男子则是一脸的不耐烦 如果不服的话 可以去闯剑种 只要能从那里取一把剑出来 那么即便是费灵根 也能破格录用 只是里面不能说是危险 只能说是非常危险 据说自建心中成立了 还从未有人从剑种活着出来过 地言哥文言顿时两眼放光 浑身上下都在冒着作死的泡泡 我去 若是我能成功 你们就收了我弟弟进宗门如何 男子当然不会认为 这傻小子能活着出来 等你成功了再说 地言哥看着一脸天真的骆子银 你就在此处等哥哥 我去去救来 如果他死在剑种 就把天玄子前辈的医术 带回现代发扬光大 这样也不算食言 至于骆子银 他已经救了他一次 已经人之一尽 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 然而此时突然后面 传来一声惊呼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是费灵根 我要进建心中 建心中弟子比一的 看着眼前桀骜不驯的少年 同时指向地言哥 或许你也可以学学那小子去闯剑种 只要你能活着 从里面取一把剑出来 就能成为建心中长老的清传弟子 当将种女主碰到剧银男主 两人各怀鬼胎 一个担心被抢机缘 一个抢着去作死 那么两人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地言哥带着弟弟来到建心中拜师 不曾想骆子银却是费灵根 而想要顺利地让他进入宗门 那么只有闯剑种 并且活着带一把剑出来 据说这剑种是建心中意外之下发现的木穴 而进去的人自身的实力 和里面的威压成正比 各方势力进去的人有数以万计 但出来的却是寥寥无几 而且出来职人 不是重伤就是疯了 就连修为最高的宗主 都差点折在里面 再加上他们发现里面只是一些繁俗之剑 渐渐的就都没了兴趣 现在说是给那些没有资质的普通人一个机会 说白了就是用来彰显他们的大意 但谁都知道 普通人一旦进去 不过就是一个死字 一心做死的弟言哥 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当即便决定闯剑种 而同样是费灵根的另一个男孩 此时也依然决定同学 弟言哥微微一愣 这不就是书中的男主萧绝吗 随即便伸出手打招呼 可萧绝看都没看他一眼 竟自从他身边走过 同时充满鄙怡的声音响起 想要讨好我 让我在剑种照顾你是吧 简直是做梦 片刻之后两人来到剑种的入口处 而仅仅是站在入口 就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迫感 此时光幕外的众人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让众人不由想到了魔尊的佩剑 上古金雀神剑 那剑可是上古金雀大帝的佩剑 自千万年前 玉万魔物入侵九天十剑 而金雀大帝凭借着一人一剑 全灭于外之魔 而自身也因为耗尽一生修为而陨落 后来那把佩剑也随之消失不见 没想到最后静落到魔尊萧绝的手上 据说萧绝从很久之前就得到了那把剑 只不过一直低调 直到后来飞升上剑后 世人才知道他的那把佩剑 正是金雀大帝的佩剑 而那时的萧绝早已人剑合一 那把神剑也沦为了魔剑 萧绝一路所向披靡 但即便如此 他也敌不过他们的这个妖帝 最后被镇压在了荒谷之地 他们的妖帝是如此的优秀 可惜他最终还是走错了 蒂言哥见萧绝总有意无意地跑到他前面 就看他不顺眼 戏开 你别挡路 这小子总想和他抢作死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剑种可是作死的好地方 而萧绝也是同样的想法 只不过他是感觉这里有他想要的好东西 而蒂言哥毫无疑问便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两人一路你追我赶 谁都不愿意被对方跑到前面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 在这泳道里越走越深入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往里面走 周身的威压就越来越强 此时萧绝只感觉头重脚轻 浑身固满了痘大的汗珠 可那小子为何显得如此轻松 还在前面跑得飞快 于是萧绝脸上写满了不服气 忍着头晕目眩死死地咬着牙关跟在后面 只是没过一回功夫 鼻尖的血就止不住地往外挡 蒂言哥回头看了一眼萧绝 见他此时的状态似乎随时都能晕死过去 便忍不住开口说道 小子 想要活命就别再往前走了 这里可不是你能把握得住的 同样是降肿的萧绝只认为是受到了挑衅 不用你管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根本就不是一切凡人该来的地方 再往里走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片刻后 蒂言哥的蹊跷都在止不住地流血 仿佛下一秒就能直接被压成血污 而萧绝终于再也忍受不住 扑通一声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 蒂言哥回头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他已经好心提醒过他了 至于能不能活下来 只能靠他自己了 看来这件种当真是有点东西 但越是这样蒂言哥就越兴奋 生命不息 做死不止 现代世界 我来了 你还一天不做死浑身难受 生命不息 做死不止 不是已经奄奄一息 就是在伤痕累累的路上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早日回家 向种蒂言哥和倔驴消绝双双闯入箭种 一个为了做死横冲直撞 一个为了机缘紧跟其后 只是随着两人的渐渐深入 周身带来的威压也越来越强 此时两人蹊跷流血 仿佛下一秒就能直接被压成血污 而萧绝也终于忍受不住 东医生倒在地上晕死过去 可蒂言哥却越来越兴奋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此时剑心宗的高层 在得知又有两人要去剑种送死后 对此非常重视 毕竟剑种的秘密 他们还是不甘心放弃 骆子营看着光幕中 见心宗派来的长老 不由得成激动之色 而那个人正是他的师父 原臣真人 他的师父对他恩重如山 即便他是费灵根 但依旧收他为徒 耐心地教导他 要不是原臣真人 他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可就是这么一个好人 最后却被蒂言哥残忍杀害 想到这骆子营心中 又生起一股恨意 哥哥 你真是糊涂啊 而这时的无臣真人 面上充满了蔑视与不懈的表情 两个废物 也妄想从箭种出来 当真是可笑至极 从弟子口中得知 原来躲在角落里的 骆子营才是费灵根 而进去的其中一人 是他的哥哥 他的意思是 只要他能从箭种 带把箭出来 那么就让我们 收了他弟弟做徒弟 而原臣真人 只是冷冷地 瞥了骆子营一眼 眼中充满了厌恶 砸灵根 费血脉 就他也配 听到此话 男子疑惑地看向原臣真人 很显然他并不明白 真人的意思 原臣真人双谋威逼 若是弟严哥侥幸有命出来 那么他就收了这个废物 如若不然 杀了便是 光幕外的骆子营 看到这一幕瞬间破防 连连后退了数步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原臣真人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虽然他已经隐隐猜到 他的师父 很可能是弟严哥求来的 但他依旧无法 接受这些事实 他又一次欠了他 而且在他的记忆中 那可是他当父亲 一般敬重的师父 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 将他照顾得巨细无疑 怎么可能用那般 看蝼蚁的眼神看的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定是因为 他还没有收他为徒 等收他为徒之后 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而其他的赤瓜众仙 也是面面相去 当着骆子营的面 不敢失声 说好的恩仲如山的师父 到头来就这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弟严哥拖着惨败的身躯 爬到了永道的尽头 他想要晕厥的感觉 越来越严重 可又偏偏一直晕不过去 想要做个死 怎么就这么难 这是一个偌大的洞穴 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剑 这些剑对于凡俗之人来说 那绝对是神兵利器 但对于修者来讲 不过就是一堆破铜烂铁而已 下一刻弟严哥猛然起身 双手死死地握住一把剑 想要将其拔出 浑身因为用力而止不住地颤抖 片刻后 随着枪的一声利剑拔地而起 可下一秒 却被随之而来的剑气 瞬间先飞 口中的鲜血止不住地狂喷而出 这感觉不能说是爽 而是非常的酸爽 砰的一声巨大的力道 将它狠狠砸向地面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这也让弟严哥不由地暗暗吃惊 这剑气 好像有点厉害的样子 随后便发出疯癖般的笑声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决定 拔掉这里所有的剑 这是我见过最疯癖的女孩 她的唯一愿望就是能死掉 但死亡对她来说 甚至都是一种奢望 每天都要把自己弄得体无完肤 而她非但不停手 还异常地兴奋 此时剑心风的一出洞穴内 随着枪的一声力剑拔地而起 可下一秒 她却被随之而来的剑气瞬间先飞 苦中的鲜血止不住地狂喷而出 风的一声巨大的力道 将它狠狠扎向地面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可弟严哥却不怒反省 随即发出疯癖般的笑声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她决定拔掉这里所有的剑 光目外众人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微微皱眉 这弟严哥真是走了狗屎运 如此轻易地就取到了剑 说好的剑种九死一生 看来都是骗人的吧 不过话虽如此 众人内心也不得不佩服 他们这个无恶不作的帝尊 为了落母的遗愿 为了能让骆子迎进剑心踪 他宁愿以身犯险 当然这个险 在他们眼里是完全没有看到 帝严哥就这样一直使而复复 每拔出一柄剑 身上就多出数道伤口 血淋淋的伤口裹露着白骨阴森恐怖 仿佛下一刻 他就会直接死掉 可即便这样 他也没有丝毫要平手的意思 就好像这里的剑 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随着地上的剑 被他拔得七零八路 整个空间的压迫感 也越来越强 在他身后爬过的地方 早已经被染成了星红一片 但这依旧挡不住 他那作死的心 此时的他完全就是一个疯子 光幕外几人 极度地看向骆子迎 他所做的这一切 净都是为了骆子迎 如果那个人 哪怕只对他们 有骆子迎十分之一的好 他们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 而骆子迎 却是突然动的一声 被掀翻在地 整个人看起来脆弱不堪 似乎下一秒就要崩溃 这让众人发出一阵惊呼 新娘大帝怎么回事 难不成这剑种真有问题 难免会有些 好奇心过剩的人 不由地伸出手去触摸光幕 可就在刚刚接触的那一场 下一秒 骤然间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随后便躺在地上 没了动静 还没来得及触碰的 众人见到这一幕 惊恐地纷纷往后退去 哇 他的道心崩溃了 大家千万不要接近光幕 这绝对不是凡俗的剑种 难道真是上古 金雀大帝留下的剑种 金雀神尊是上古神明 也只有他才能设下 如此精妙的剑种 此时众人看着 帝颜哥还在不停地拔剑 不由地怀疑 这家伙是脑子有病 也是疯了 只要能拔出一柄剑 便能通过测试 而他早已经伤痕累累 为何还要不停地拔剑 这其中一定有重大的阴谋 难不成这妖帝是提前知道 这是金雀大帝设下的考验 所以才苦苦坚持 取到了剑 只是在凭着本能在行动 毕竟这剑种 连仙人的道心都能崩溃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孩子 在他的信念中 这件事一定对他非常重要 所以即便是晕死 他也要坚持坐下去 众人文言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想不到那时的妖帝 对青阳大帝 竟有如此的信念 骆子莹终于再也忍受不住 一拳狠狠地砸在光幕上 帝颜哥 谁让你做这一切的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做这些 你听到了没有 就这样他一拳接一拳地 砸向光幕 哪怕他砸得鲜血淋漓 可光幕却依旧不为所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光幕内的帝颜哥 被剑气无数次地先飞在地 又无数次地爬起来抓向利剑 骆子莹双手 一直不停地砸向光幕 不断地嘶吼着 帝颜哥 你停下 你快陪我停下 然后再也忍受不住 早已泪流满面的 头浑身贪软地跪坐在地上 他到底何德何能 竟能让那时候的帝颜哥 对他如此地好 不惜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去死 正在神座上闭目养神的 帝颜哥缓缓睁开眸子 不带一丝感情地稍稍瞄了一眼 这年头 不论是人还是仙 似乎都很喜欢脑 而对于他来说 只觉得是他们无比的吵梦 此时剑种里的剑在一把把的减少 而帝颜哥身上已经近是伤痕 眼睛也已经看不见了 可以说比之前的千刀万剐还要咋 他爬行得也越来越慢 现在别说站起来了 就是抬一下手都是无比的艰难 而终于也让他摸索到了最后一把剑 然后用尽所有力气猛然抓向剑刃 谁也不能阻止我回家 他是九天十戒最强帝尊 可在众人眼里却是十恶不赦的妖地 更是人人得而诸之的禽兽 不惜消耗毕生修为 也要联手开启天道径 一旦启动 里面人的一生过往都将会公之于众 而恶贯满盈之人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直至最后魂飞魄散 可随着他不为人知的往事一点点的浮现 下一刻骆子银终于再也忍受不住 一拳接着一拳的砸向光幕 可哪怕他砸到鲜血淋漓 也依然无法改变这些事实 早已泪流满面的他浑身贪软的跪坐在地上 他到底何德何能 竟能让那时候的蒂严哥对他如此的好 不惜一次又一次的为他去死 而此时见心中的某处洞穴内 蒂严哥拖着惨败的身躯缓慢而坚定的爬行着 身上无数道伤口裹露着白骨 看起来阴森恐怖 双目也早已经被刺下了 在他爬过的地方也被染成了星红的一片 而终于也让他摸索到了最后一把剑 然后用尽所有力气猛然抓向剑刃 下一刻 惊呼的一声 柔嫩的手掌竟直接被切成了两半 残肢断臂散落在原本星红的地面上 看得让人头皮发麻 可他却依旧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就用头去装 他拼命地挣扎着用身体仅有的一丝力气 毫不犹豫地一头撞向剑刃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利剑也跟着被震飞了起来 此刻光幕外的众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显然是被蒂严哥疯狂地举动震惊到了 震惊之余也忍不住一阵感慨 蒂严哥不愧能成为九天十戒最强的腰底 若是换作他们任何一人 遭遇到此等困难的情况下 恐怕早已放弃了 此时蒂严哥倒在血泊中俨然没了动静 突然一把剑发出震震轰鸣声 夹杂着震震寒光悬空立在了蒂严哥的上空 而这剑正是刚刚被他用头锁撞倒的那把 只是一瞬间 此剑周身开始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原本幽暗的洞穴骤然间变得光芒大声 与此同时整个剑总理的所有剑 像是听到了什么号令一般 竟全部颤抖了起来 下一秒万剑骑射 夹杂着惊天轰鸣声齐齐朝着空中那把剑飞去 然后围绕着上空不断的盘旋 片刻之后一道虚影狂妄浮现 而这虚影下界的人可能不认识 但是那些上界之人则是非常熟悉 这正是上古精确大地的虚影 下一刻一道浑厚威严的声音响起 千万年了 吴终于等到了传承之人 光目外众人顿时又炸锅了 这蒂严哥走的莫不是真狗史运 这才多久就遇到了两个传承 人比人简直气死人 想当年他们在下界的时候 哪一个不是兢兢业业的靠自己修炼 然而在对比蒂严哥 他们甚至连狗屎都不如 此时只见虚影双手轻轻一挥 那些原本正在盘旋的剑当即停滞下来 稀奇地冲向最前面的剑 刹那间万剑归宗 犹如来自远古的战神 威严而肃目 气势更是惊天动地 片刻后所有的剑全部消失 只剩下一把通体散发着金光的剑 只见它一分为二 一为实 一为虚 而虚影的一半直接冲向蒂严哥 瞬间没入它的额间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原本昏死的蒂严哥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身体上的伤也在急速地恢复 当蒂严哥醒来之后 发现眼睛又能看见了 手掌也健全了 而且整个人比之前越发精神抖擞 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此时蒂严哥猛逼的一脸猛逼 直到他发现眼前高大的虚影 正漂浮在半空中正正地看着他 什么鬼 我这是又被治好了 只见虚影不怒自威 跪下吧小子 以后你便是本尊的传承者 蒂严哥一看虚影就是个不好惹的主 当即做死刀 跪什么跪 老子除了父母长辈谁也不跪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老子下跪 话若虚影猛然瞳孔皱缩 死死地盯着他 而蒂严哥内心巴不得他赶紧生气 然后把他给送回家 此刻别说是虚影了 就连仲仙看的都直冒冷汗 那可是上古大帝 现在的大帝和他没有任何可比心 这样的上古神明 可以说能打十个青阳大帝 片刻后只见虚影止不住的仰天狂笑 不但没有生气还倍感骄傲 不愧是本尊的传承者 就是有气魄 只是蒂严哥已接受了他的剑心 这传承他不接受也得接受 而蒂严哥则是毫不犹豫地吐出一个字 我不要 这剑心一听就是傻好东西 现在一个传承就已经够烦了 怎么可能还要第二个 随即指向角落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爬过来的萧爵 老头 不行你就给他吧 这东西我属实不想要 而虚影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萧爵 显然是觉得他并不够资格 随着玄空的金剑飞向蒂严手中的一刹那 剑种之外瞬间电闪雷鸣 一大片乌泱泱的云中带着子雷 向剑种急速靠拢 此时虚影似乎是感知到了什么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小子身上竟然有天神封印 女孩仅仅是为了一个疑愿 无非做到血肉模糊 站不起了就爬 爬不动了就用手抓 他手掌被切成两弹 他就用头去撞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蒂严哥音声倒地 俨然没了动静 与此同时利剑腾空而起 发出阵阵寒光 一刹那所有的剑犹如群雄号令 齐齐围绕在空中盘旋 下一刻一道虚影赫然出现 画长为止轻轻一点 万剑归宗 犹如来自远古的战神 接着这把剑一分为二 一为十 一为虚 虚影瞬间没入蒂严哥的额间消失不见 随后蒂严哥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完全恢复 而眼前的这位赫然是上古精确大帝的虚影 他已经在这里守了千万年 今日终于等到了传承之人 虽然蒂严哥百般抗拒 但依旧无法改变接受传承的事实 随着利剑飞向他手中的一刹那 剑种之外瞬间电闪雷鸣 云中夹杂着阵阵子雷急速向剑种靠拢 虚影骤然间若有所思 这小子身上竟然有上古封印 来不及多想 下一秒便犹如流星破洞而出 既然是他选中的传承者 那么就由他来驻蒂严哥一程吧 天的一声巨响 浑身散发着金光的虚影 就对上了来世凶猛的子雷 伴随着两波能量的碰撞 爆发出来的余波狠狠冲向地面 顷刻间地动山摇 此时剑种内的两人身体也来回晃动 而萧绝则是眼睁睁地看着帝严哥手中的剑 刚才他和那老头的对话他都已经听到了 小孩 既然你不想要的话 那能不能把剑给我 帝严哥闻言瞪了他一眼 谁是小孩 不过他要不说的话 他就差点忘了 这剑可是能让骆子引入宗门的唯一希望 怎么可能会给他 萧绝此时仇视地望着帝严哥 这剑一看就是好东西 而且刚才还金光大盛 现在就像有灵性一般变得普普通通 不甘心的他下一刻就冲向帝严哥 试图把剑给抢到手 帝严哥身子微微一闪 下意识地用手猛然一推 轰的一声萧绝直接狠狠地砸向墙面 口中鲜血狂喷而出 帝严哥见状不由地暗暗吃惊 这看情况是那个虚影 扭住他突破了一层锋腻 不仅力气变大了 身体也身轻如燕 这死亡门桃 怎么还越做越高了 倒在地上的萧绝死死地盯着帝严哥 刚想要爬起来 可伴随着洞的一声巨响 一块纷崩离析的大石块 直接落到了他的身上 下一秒便又晕死了过去 帝严哥一看这感情好 要是能给他早回家那岂不是美责 可等了半天这些石头跟长了眼睛一样 纷纷丝毫不差地将他给避开了 眼看这样也死不成 干脆直接背起萧绝往洞外走去 这家伙可是书里的大满主 他以后回家的路 可能还要仰仗这位大兄弟呢 两人这一路顺风顺水 畅通无阻地出了剑中 站在洞外的骆子营一看到哥哥出来了 就迫不及待地一边喊一边向他跑去 可下一秒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山体轰然倒塌 不出意外骆子营已经被埋进了废墟中 帝严哥见状猛然大惊失色 下一刻飞速朝着石队跑去 我不是让你在原地等着吗 谁让你过来的 他用双手一边拼命地挖着废墟 一边在心里气抖 上天保佑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你要是死了 我怎么跟洛夫人交代 与此同时 见心中的原臣真人也打到 他站在废墟之上副手而立 刚刚剑种之上突将雷结 他不得不怀疑他们在里面得到了什么东西 于是沉深问道 小子 你们在剑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帝严哥哪里顾得上他 他现在一心都在想着洛子营 双手继续不停地跑着 原臣真人见他竟然直接将自己无视 胜目之下手掌一挥 杀着一丝灵气瞬间打向帝严哥 小子 我再问你一遍 你们在剑种内发生了什么事 可帝严哥就像耳朵瞎了一样 依旧没有理他 艰难的想要爬起来 子营 别爬 哥哥马上就救你出来 然而原臣真人向来被凡俗之人追跑 哪里遇到过帝严哥这样的硬抗 当即手掌一挥 下一刻帝严哥便被他抓着驳梗 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 说不说 洛子营曾经对眼前的腰地痛恶棘手 恨不得八皮抽筋 而如今却要放弃对他的审判 因为在这一刻 他终于认清了他是他的好哥哥 此时帝严哥刚刚走出剑种 请客间整个身体突然倒塌 无料却刚好砸中飞奔而来的洛子营 帝严哥顿时惊慌失措 听令地用双手刨着废墟 原臣真人站在废墟之上副手而立 一再询问他在剑种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帝严哥一心想着救弟弟出来 仿佛耳朵瞎了一样对他如若未闻 原臣真人在遭到三番五次的无视之后 终于忍无可忍 随即一把抓住他的脖梗 小子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剑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帝严哥此时也是一肚子的怒火 直接一口老痰吐在了他的脸上 原臣真人此时只觉得 杀他一万次都不够解恨 握着脖梗的手力道又添加了几分 我看你是找死 在这一瞬间 帝严哥再次感觉到了死亡的味道 光幕外的骆子银彻底猛 为什么会这样 师父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人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他的师父竟是如此心狠手辣的人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他的师父如此富般温和 无论是天才地宝 总会在第一时间给他 更是对他百依百顺 而眼前的一幕也提醒了他 这个世界向来都是强者为尊 曾经像他这样的弱者 不过是楼一把 骆子银的心态再一次炸裂 他甚至感觉师姐对他也可能是虚情假意 但他记忆中的一切又是怎么回事 他总觉得后面发生的一切 并会颠覆他的整个世界 此时地宴哥命悬一线 虽然被抓着脖梗呼吸都很困难 但还是缓缓地吐出几个字 有种你就杀了我 老子皱一下眉头算我输 可就在原成真人要成全他之时 腰间的小铃铛突然震动了起来 像是收到了什么讯息一般 原成真人见状脸色微变 显然有些难以置信 这才沉着脸将地宴哥放下来 随后便表示可以收他为徒 只是那眼眸中充满了亲密 与他来说眼前的人不过一只蝼蚁 他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中 收他为徒 他就应该感激涕零 此时地宴哥还没完全缓过来起 一边咳嗽一边坚定地说道 想要我做你徒弟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得先把我弟弟救出来 其实那时的地宴哥也决定了 做这个随时就想杀他的老头的徒弟也挺好的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他给打了 不过前提是骆子营一定要找到 原成真人文言顿时被气效 他去遵守他为徒也就罢了 这还跟他谈起条件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可地宴哥比他还嚣张 麻烦你要杀的话就快点 别磨磨唧唧的 老子要是坑一声就是你孙子 老头文言顿时气得气效声烟 要不是收到讯息 怕是早已让他伸手一触了 只能无奈地接受他的条件 随着原成真人手掌一挥 顿时石头红飞 一块一块地飘向空中 不愧是修炼之人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找到了骆子营 不过他看上去气息很微弱 估计离死不远了 地宴哥慌忙准备上前查看情况 却被老头瞬间用灵力钉在了原地 这小子命大 还有一口气 让我帮你找到 现在你能当我弟子了吧 可地宴哥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要让老头发新模式 救活骆子营 并且这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他 原成真人眉头紧皱 恼怒的几乎把牙都要养碎了 你信不信我杀了他 地宴哥同样坚挺 你要是敢杀他 那我就同他一起去 原成真人虽然气愤 但最后也不得不妥协 心里却想着 既然他这么在乎骆子营 那就让这小子成为他手上的把柄 多养一个罪物而已 他也不是养不起 光幕外骆子营 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他怎么也想得到 他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原成真人受为徒弟的 哪里会有无缘无故的仕途情 他之所以会对他那般好 全是因为地宴哥 此时骆子营只感觉 有一只手死死地扯着他的心脏 恨不得四分五裂 这种从心脏蔓延的痛 让他眼眶酸涩 可明明很痛 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来 随即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他要停止对地宴哥的审判 龙颜彻见状当即忍不住怒吼 骆子营你是不是疯了 地宴哥就算曾经真的对你不错 那他对天下一万苍生做的事呢 你凭什么替天下苍生做这个决定 可骆子营觉得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 他现在只想救哥哥 哪有什么岁月静候 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曾经男人眼中恶贯满盈的仇人 如今却变成了最好的哥哥 当骆子营看到地宴哥三番五次地 为他所做的一切之时 只感觉有一只手撕撕地扯着他的心脏 恨不得四分五裂 而内心的最后一丝防线也终于崩溃了 这一刻 他决定停止宣判 龙颜彻见状当即怒吼 骆子营你是不是疯了 地宴哥就算曾经真的对你不错 那他对天下一万苍生做的事呢 你凭什么替天下苍生做这个决定 可骆子营觉得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 他现在只想一心救哥哥 然而事实上天道镜一旦启动 是不可能停止的 此时地宴哥被他们吵得头疼 缓缓睁开眸子 看向骆子营和龙颜彻的方向 都闭嘴吧 爱看看 不看滚蛋 骆子营你别自作多情啊 本地做事自有本地的目的 可不单单只是为了你 虽然地宴哥说的是大事货 可骆子营显然不相信 哥哥 对不起 地宴哥被对方矫情的样子弄得有些干的 还是算求吧 爱咋想咋想 然后只能继续闭眼装深沉 此时见新宗的一处密室内 地宴哥和萧绝被带了进来 只见萧绝满身狼藉地被绑在椅子上 箭种之内发生了那么大的动静 他们怎么可能不想知道其中的秘密 随后元臣真人拿起刑具 眼神中充满了阴冷之色 说吧小子 把你们进入箭种后发生的所有事都说出来 萧绝虽然内心慌得一皮 但却是没有说话 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 萧绝的指甲便被硬生生地拔了出来 顿时萧绝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满脸胀的通红无比 脸上的汗珠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过萧绝也是个硬茶 纵然疼得浑身都在颤抖 可依然没有说话 蒂颜哥看着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依旧不忘挑衅 老头 你有什么就冲我来 老子要是坑一声就不是人 元臣真人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他是暂时动不了蒂颜哥 但那小子的命可没人吧 然后又向萧绝缓缓地靠近 不说是吧 老夫自有办法对付你 可萧绝依旧不为所动 要知道食指连心 这种痛楚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 况且他还是个孩子 眼看元臣真人还想继续折磨他 蒂颜哥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我在剑种得到了一个老头的传承 你们想要可以往我的眉心这里自己挂 老子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文言元臣真人脸色微变 不由问到是什么传承 可事实上蒂颜哥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传承 他也不会用 反正就是一对破剑飞来飞去的 元臣真人听完之后若有所思 随后面色慎重地离开了 蒂颜哥看着眼前的少年 竟然心里产生了一丝愧疚 虽然他的死活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怎么说也算是没有出卖他 随机上前帮他把刑具解开 话说你小子刚刚为什么不告诉那老头 可萧绝却是一脸不屑 缓缓地吐出了一个字 关你屁事 蒂颜哥也并未生气 这小子还算仗义 作为回礼 他决定把在剑种得到的那把破剑送给他 等以后这小子变强了 再等着他过来找他算账 萧绝一听顿时来的精神 还是不太相信地确认了一遍 而事实上帝严格自始至终都不想要 本来是想着换骆子营进剑新踪的 不过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 而且那把剑在他眼里丑的一批 话若萧绝简直要惊掉了下巴 那么牛皮的一把剑他居然说丑 四股红颜都过水 十年前他们是同门师兄弟 十年后却彼此为了女人变成了死敌 不惜大打出手 最终骆子营被萧绝打入了绝境之地 原尘真人为了能问出在剑种的秘密 不惜对萧绝动用私刑 咔嚓一声 萧绝的指甲便被硬生生地拔了出来 可饶时他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 浑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也依然没有吐出半个字 眼看老头还想对他继续折磨 蒂严格终于看不下去 随即直接了当地把传承的事告诉了原尘真人 原尘真人听完之后若有所思 随后面色慎重地离开了 蒂严格看着小子还算仗义 作为回礼 他决定把在剑种得到的那把破剑送给他 萧绝文言顿时来了精神 还是不太相信地确认了一遍 蒂严格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不过还得先答应他一个条件才行 而接下来的话让萧绝完全摸不到头脑 蒂严格表示你不能喜欢我 而且等你以后变强了 必须视我为仇敌 要不断地挑战我 直至杀死我为止 萧绝文言猛逼的一脸猛逼 这小子提的都是什么奇葩条件 莫不是脑子不正常吗 正在他疑惑之际 突然周边一阵凌厉波动 只见上一刻还心狠手辣的 圆臣真人化身小丑 此时他满脸堆笑地看着蒂严格 编出了一套连傻子都不相信的户 乖托儿 让你受苦啊 之所以会用非常手段对付你们 维师也是无奈之举 可这一切都是被先来踪逼迫的 他们仗的自己是七大宗门之手 一直压榨奴役我们这些小宗门 要是刚才他不弄点动静出来 他们定会将你们抓去搜魂 搜魂知道吧 搜魂之后你们就会神志不清 成为废人 然后不划好意的低头看向蒂严格 维师这样做 可都是为了你们好 希望你们能理解维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啊 而蒂严格却像看憨屁一样看着他 我看是你们修为不打标 所以才没法自己搜魂嘛 别以为他不知道搜魂这个技能 要原应尽以上的修者才能施展 圆臣真人转过身尴尬一笑 随即便转移了话题 骆子营现在已经被接到了宗门内 现在则是由他的爱女亲自照顾 蒂严格看着他若有所思 这老头是要玩什么花样 无视献殷勤 飞奸击倒 圆臣真人则是转头看向两人 话说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蒂严格和萧绝文言微微一愣 随即一口同声各自表现出不屑的表情 不认识 圆臣真人看向萧绝 眼中充满了算计之色 按理来说 萧绝乃是费灵灯 进入剑种也没能通过考验 可圆臣真人却表示 他向来细彩 不忍如此心性坚韧者辗转人间 以后就拜入他的大徒弟门下 留在剑心中吧 话若只听萧绝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多谢师父 不得不说萧绝还真是能屈能伸 不愧是书中的男主 刚刚还被用了私刑 这转眼间就能放下恩怨 可萧绝心里怎么会不憋屈 只是他也有难言之意 无论被如何对待 他都会坚持下去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 跟着圆臣真人去看望洛子盈 片刻后三人来到圆臣真人的居所 并入眼帘的是一个长相秀轻的女子 虽然长相上并不是那么惊艳 但是那笑容仿佛能治愈人心 洛子盈则是非常乖巧地站在他怀中 当听到帝颜哥叫他弟弟之时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之色 随后指向面前的帝颜哥 西游姐姐 他是谁啊 男孩仅仅是为了一范之恩 编赴他一世周全 他被大火烧到血肉抹火 被冰刃寸子刺穿身体 被异见伤到残肢断壁鲜血淋漓 三方五次挤进九死一生 可他却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只为了能给他最好的归宿 挤进周折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弟弟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相秀轻的女子 只是微微一笑仿佛就能治愈人心 而洛子盈则是非常乖巧地站在他怀中 当听到帝颜哥喜出望外地叫他弟弟之时 他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之色 随后指向面前的帝颜哥 西游姐姐 他是谁啊 光幕外洛子盈看的这一幕 瞬间气得差点冲进去将自己抱打一顿 只见西游眼眸如水地拉着帝颜哥的手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是如此勇猛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也可以童子盈一样叫我西游姐姐 然后又满脸无辜地看向洛子盈 之前他见他受伤比较严重 就一时心急用了大半真气将他唤醒 只是没想到真气和他相冲 最终致使他的记忆受损 而事实上这都是他的阴谋 在听到元臣真人说的大带情况之后 他便决定亲自照顾洛子盈 帝颜哥和他情同手足 只要牢牢地抓住洛子盈 那么帝颜哥岂不是就能乖乖地听话 并且他已经抹去了有关帝颜哥的记忆 从今以后 他就是洛子盈最为亲近的人 这样帝颜哥以后肯定能为他们所用 况且没有男人能拒绝一个漂亮女人的温柔公事 洛子盈是帝颜哥亦是如此 元臣真人文言瞬间醍醐灌顶 原本他还担心之前与帝颜哥撕破了脸面 怕他不会再轻易信任 现在看来将洛子盈这个废物由他女儿照料甚好 帝颜哥满脸疼爱地看着眼前的洛子盈 也并没有多想 只要他平安就好 此时细柔带着纯真的笑容一口一个师弟 以后你就是我爹门下的首徒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生活起居的 帝颜哥正正地看着他忍不住一阵感叹 还真不愧是让反派和男主抢破头的第一女配 长相和身段都是上品 还如此的温柔善解人意 光目外众人见状便死死地抓住这点不放 早就听说帝颜哥男女不济 没想到这么小 就用那种眼神看青阳大帝的师姐 龙颜彻也在一边劝道 骆子盈你看到没有 帝颜哥就是个无耻之徒 他为你做这么多 他一定是为了你的青阳先决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表象给迷糊 骆子盈没有开口 只是跪在光幕前看着小小的帝颜哥 还有他曾经爱慕过的师姐 那个十年如一日带他如亲人般的师姐 此时他的内心万分复杂 一时间也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画面中细柔说爸便拉着帝颜哥 带他去看看给他准备的房间 骆子盈见西柔姐姐走了也想跟上前 却被元臣真人一把拉了回去 验兴宗虽然是下界宗门里最弱的门派之一 但离凡俗之地却是非常近 所以这里的住处也都是极尽的奢华 帝颜哥也毫不客气 反正暂时也走不掉 不如暂时留在这里好好享受一下 随后便表示要沐浴 然后再让准备点好吃的 文言西柔脸色一讲 显然没遇到过如此不客气的人 不过还是满脸笑意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 里面装的是屁股丹 一粒可顶三天饥饿 帝颜哥确实也是饿坏了 随即拿起一粒就往嘴里塞 可下一刻便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因为这玩意简直比他自己做的饭还要难吃 西柔在旁边缓缓坐下想要打探他的底细 师弟 我见你天赋一禀 又生的俊桥 想必定是名门望族之后吧 你家是哪里的呀 家中可还有什么人 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可帝颜哥只是挠了挠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师姐 我想先沐浴 头上好像长尸子了 你能帮我抓一抓吗 西柔文言再也绷不住了 瞬间当场试货 男孩自从意外来到修仙大陆 一直都在不断地各种作词 只求能够早日回家 从来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过半分好感 直到他发现了一种干洗技能和减肥餐 如果把这两项专利都带回家的话 那还不转地盘满钵满 这一刻他才觉得这里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而元臣真人妇女为了能掌控弟颜哥 不择手段地对他的弟弟下手 并抹去了骆子迎神事中有关弟颜哥的记忆 还非常体贴地给弟颜哥安排了住处 弟颜哥却是丝毫地不客气 不但要求给他沐浴 还要让准备点好吃的 虽然西柔百般不情愿 但还是非常温柔地拿出了珍藏的屁补丹给他吃 据说这玩意儿一粒可顶三天饥饿 只是味道简直比弟颜哥自己做的饭还要难吃 此时弟颜哥挠了挠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师姐 我头上好像长尸子了 你能帮我抓一抓吗 那你 西柔闻言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当场实话 本来还想亲切地靠近一点打探弟颜哥的底细 听到狮子之后瞬间跳出巴掌远 弟颜哥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 然后摆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怎么了师姐 西柔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摆了摆手 没事 只是刚才腿抽筋了 接着弟颜哥伸出了充满爱意的双手 那师姐来帮我抓狮子吧 此时西柔只觉得头皮发麻 你不要过来啊 弟颜哥见状小脸变得异常委屈 师姐可是在嫌弃我吗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离开了父母 独自在外流浪 西柔听到这边抓住机会想继续套他的话 师姐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只是在想 小师弟如此的优秀 这一路走来 一定很不容易吧 可弟颜哥却是油盐不尽 表示这些事情来日方长 现在想先去沐浴 西柔眼看暂时攻略不动 于是微微一笑 沐浴这种事情交给我就行 还没等弟颜哥反应过来 只见西柔手掌一挥 灵气从指尖散发而出 然后包裹着弟颜哥的身躯不断的盘旋 弟颜哥感受着浑身突如其来的清爽 连他身上的衣服都瞬间变得干干净净 这让弟颜哥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也不是一无是处 就冲这种术法 以后若是带回去开个干洗店 那还不转的盆满钵满 还有那个壁骨丹 重新调配下口味 不仅可以用来当减肥带餐 还可以让那些忙着工作的人生 去吃饭的时间 这么一想 他突然倒是有点不急着作死了 此时西柔见弟颜哥 一直傻傻的冲着他笑 还差点就流口水的样子 只乎这小子是个灯徒子 不过内心却是万分得意 他修炼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看到这些人 羡慕崇拜他的眼神吗 尤其是长得这么漂亮的师弟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 他感觉自己都要害羞了 随即问向帝颜哥 师弟 你在想什么呢 正在幻想着如何报复的帝颜哥 这才回过神 越显尴尬的咳了咳 没什么 只是在想你 还没等他说完西柔 就娇羞的脸上泛起了红蕴 讨厌 想什么呢 然后意味深长的看了帝颜哥一眼 便逃离式的离开了 大胆撩拨 点到为止 我就不信拿不下 帝颜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有些无语 他还想问干洗技能修炼的事情呢 这怎么就跑了呢 不过求人不如求己 他决定在自己的尸海内 找找有没有这一项技能 毕竟得到了两个传承 他现在还没看过呢 于是帝颜哥这一作便进入了状态 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只见袁臣真人和细游症满脸堆笑的看着帝颜哥 那脸像是一朵绽放的菊花似的 这可把帝颜哥也吓了一大跳 两人没有理会他惊讶的表情 只见袁臣真人手里拿着北京考验 徒儿 你饿了吧 为师让人从凡俗之地给你带了不少好吃的 帝颜哥此时脑子还是嗡嗡的 这是什么情况 这老家伙是拿错剧本了 还是我又穿越了 殊不知他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男孩仅仅是闭眼眯了一回 修为变化的常人一辈子都难以愉悦地鸿沟 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大概是之前做死的太多 所以他的血肉筋骨 元神魂魄以及真灵神石 再加上意志的磨练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 所以体内的气息只要稍稍运转 修为提升简直就像普通人呼吸一样简单 等到帝颜哥再次睁开眼之时 只见袁臣真人妇女笑得犹如绽放的菊花 手里拿着北京考验 徒儿 你饿了吧 为师让人从凡俗之地给你带了不少好吃的 此时帝颜哥脑子嗡嗡的 这是什么情况 这老家伙是拿错剧本了还是他又穿越了 元神真人看着他无动于衷 以为是烤鸭不合他的胃口 然后又拿出一堆好吃的 甚至还有小孩喜欢玩的玩具 再看老头此时眼睛已经笑成了月牙状 徒儿 你就放心修炼 至于你那个弟弟 为师已经将他是做亲儿子 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绝没有受半分委屈 帝颜哥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还知道用莫子银来拿捏他 看来是没换剧本 随后伸手抓起烤鸭 边肯边问了 说吧 什么事 此时元神真人满脸讨好的意味 他是怎么也想不通 帝颜哥为何会短短一个月 就从凡俗之人成了助击巅峰强者 而他已经五十多年了 才看看助击中期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承 未免也太强大了 帝颜哥文言顿时惊掉了下巴 一个月 还突破到了助击巅峰 他不就是休息了一会吗 不过传承这种玩意儿 不过你放心地一直盯着帝颜哥看 原来两年后会有一个秘境 宗主希望他能代表剑星中去一地 不过你放心 你的弟弟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元神真人左一个弟弟 又一个弟弟 自认为将帝颜哥拿捏得非常好 帝颜哥一听到秘境顿时来的精神 什么秘境 危险吗 元神真人则是寻寻善用 他怎么可能会对他说危险 主要那个秘境 只有古灵十五岁之下的才能进去 而且里面的灵草灵药先裹好东西多得不得了 更重要的是 还有能一天洗水的宝贝 难道你不想让你的弟弟也走上修行之路吗 然而事实上是 他们这些老家伙要是再不突破 寿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而那个秘境 有他们想要的灵药 帝颜哥低头思索了下剧情 十五岁以下才能进去的秘境 原著中好像是有这么一段 那是萧绝修炼后去的第一个秘境 那个秘境比起建筑 危险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萧绝还在那里收获了不少灵药和灵气 这老东西果然没安好心 不过东西不东西的 他倒是完全没有兴趣 只要危险就行 他终于又有机会可以回家了 而且还有两年时间 他完全可以在这两年内 学点有用的技能 回去帮家里发家致富 这么一想 小日子又有了叛徒 随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而这一切看在如今的骆子盈眼中 帝颜哥又要为了他要去涉险 看原成那眼神就知道 这秘境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 他死死地咬着唇 一寸也不离光幕 虽然曾经的一切 他已经无力挽回 但至少他可以经历一部分他受过的苦 只有身上的痛 才能让他的心好过一些 不过帝颜哥随即表示地答应他一个条件 文言原成真人妇女对视了一眼 像帝颜哥这样的 不到十岁就已经筑基巅峰 要是再过两年 那简直不敢想象 至于他们想要的东西 肯定能通过帝颜哥唾手可动 所以只要帝颜哥的要求不过分 他们都会答应 可当听到帝颜哥的条件之时 老头差点惊尿 原来帝颜哥只是想学 西游之前用的那个清洁衣物的束缚 还有练制屁股单的办法 短暂过后原成真人才缓缓吐出一口二眼红套 他想了一万种可能 原来就这 随即表示让他可以去藏书楼 那里有所有的基础束缚和逼急练单数 想怎么学就怎么学 帝颜哥这才爽快地吐出了一个字 成交 作死小能手在经过一连串的作死未遂之后 便短暂地消停了下来 为了回家之后能报复 又紧张蜜罗地开始筹谋他的研发之路 只因两年后有一个极其危险的秘境 宗门则是希望他能代表建新宗去参加 虽然帝颜哥知道他们肯定没安好心 但是这么危险的地方他当然不能错过 谁也不能阻止他回家的脚步 终于送走了热情的原成真人妇女之后 帝颜哥似有察觉地猛然回头 只见萧绝正站在他的身后偷偷地瞄着 显得欲言又止的样子 一个月没见 这家伙还是一脸的讨人厌 帝颜哥摆出一副很牛批的姿态就这么看着他 可等了半天他硬是没说话 片刻后帝颜哥才忍不住开口 你找我有事 只见萧绝在那里扭捏了半天 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在一个月内突破住激进 帝颜哥闻言略带诧异 原来是为这事而来的 不过随即就嚣张地笑了起来 这表情很明显就是一副欠揍的模样 而说出来的话更是气人 这么弱智的问题还用问吗 当然是因为我是修炼天才了 你的小若畸醒追上我 再等个八百年吧 萧绝闻言顿时期的脸都绿了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尽快追上帝颜哥 虽然他测出来的资质不行 但在修炼的过程中 却比丹灵根的速度还要快 这也成功地引起了剑心中上层的注意 于是便决定好好培养他 打算两年之后 让他同帝颜哥一起去秘境 帝颜哥看着他逃离式的背影 笑声更加猖狂 要不是萧绝打不过他 他是早已经忍无可忍地对他大打出手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个以后的魔尊 不但从小就被帝颜哥轻松拿捏 以后更是被他踩在脚下蹂躏 此时帝颜哥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剑心中的藏书阁 并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修炼术法 只不过这些在外人眼里全是烂大街的货色 甚至在繁俗之地都能买到 然而帝颜哥确实拿着这些基础术法激动不已 心结术 自然不用多说了 以后可以开个干洗垫 火球术 好东西 不但能省燃气费 冬天还能用来烤火 甚至还可以吃个小汤味卖点小烧口 冰冻术 炎炎夏日再也不用担心开空调费电了 扁锡术 好东西啊 潜水不用带氧气瓶 还可以下海捞鱼 实现海鲜自由 还有初级炼丹术 初级炼气术 空间带的制作方转之类的 没多大一会儿 帝颜哥就找了一大堆书册 好家伙 这下一条龙都有了 而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破烂 在帝颜哥眼里却是能发家致富的好宝贝 于是帝颜哥在这个从来没有人踏入的藏书库里住了下来 殊不知就是他这一举动 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基础术法会引来无数人的争先哄强 被买到断火 男孩被死对头嘲笑是小若姬 于是他便开始不分昼夜的苦苦修炼 终于在两年后事破如竹 一举突破到了助激进巅峰 本想找帝颜哥大战三百回合 不料却被一招K了 直接昏死了过去 帝颜哥在藏书阁看着一大堆书册 而就是这些没人看一眼的破烂 在他这里却是如获之宝 于是从此便住在了藏书阁 这一幕也让光幕外的众人疑惑不解 这妖帝为什么会对这些基础术法感兴趣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秘密 也难怪妖帝能成为九天十戒的治强者 一定是他的基础打得好 众人暗暗下定决心 等回去之后也要去仔细研读这些基础工作 妖帝能做到的 他们也一定行 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过去吧 萧菊一一起结束 成功步入了助激进巅峰 煞世间周身凌厉四起 夹杂着丝丝狂暴直冲云霄 听到动静的元臣真人妇女 却是看都懒得去看一眼 在他们眼里 萧菊日日夜夜不停地苦修 两年才突破到助激进巅峰 这和帝炎哥比起来简直就是废层 自然也不愿意多去关注 萧菊在这两年内也一直在关注着帝炎哥 当年他那些极其嚣张的话 萧菊至今都记得一清二楚 他能有现在这成就 其实还要多谢帝炎哥的鼓励 而帝炎哥两年来则是窝居于藏书阁不肯外出 修为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 所以他便打算去会会他 势必要一雪前耻 只是刚到藏书阁 就见到一个大的出奇的火球朝他飞了过来 萧菊见状不屑地吃笑一声 雕虫小技 也敢搬门弄死 下一刻便抽出了曾经被帝炎哥视为垃圾送给他的灵箭 驴挥出夹杂着狂暴的灵力 随后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藏书阁瞬间被炸成了平地 顿时周边狼烟四起 尘土横飞 这么大的动静直接就引起了重高层的注意 于是都齐齐地赶了过来 等他们赶到之时 就见浑身狼狈的帝炎哥正扛着晕过去的萧菊 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 是哪个王八糕子搞偷袭 我好不容易研制出新的炼干烤炉火球 原成真人松松活活地走到帝炎哥面前 脸上竟是讨好的意味 徒儿 你没事吧 这好端端的藏书阁怎么就炸了 其实这两年他也是挺操心的 这个藏书库都不知道已经重修多少回了 毕竟帝炎哥时不时地就要将藏书库给炸一下 还美约齐名的他要炼丹 而帝炎哥只是突然有了个新想法 打算将火球改造成天然炼丹炉 这样炼丹的话不但可以省去炼丹炉 还能省一笔支出 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边炼丹边下厨 甚至还能用来取暖 可谓是一举数得 只不过他刚将火球炉弄出来 就被人偷袭了 说着便将萧绝一把扔到了地上 这货也是够倒霉的 再听到帝炎哥的一番说辞后 本就被炸得气息不顺的 他再次被气晕了过去 随后帝炎哥掏出一大葫芦 里面装的是这几日的废丹 要不是元臣真人说宗门里的废丹 必须统一处理 他早就把这废丹给扔了 元臣真人正要激动的结果之际 却被旁边的老嘴一把抢了过去 行了 这些废丹本做来处理就行 虽说这些废丹外观差了点 吃起来口感更是让人作呕 但是效果竟然堪比完美及丹药 简直是离谱 正因为如此 剑星宗的宗主才会亲自出现在这 而他也是剑星宗唯一的精丹进修者 帝炎哥见到他之后态度也比较诚诚 这宗主虽然当初留下他也有他的目的 但可以算是整个剑星宗最没心计的人了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宗门 不像元臣真人 一切都是为了私心 而且即便帝炎哥炸了剑星宗无数房产 他也不从怪罪 所以等他去了秘境 在做死之前一定帮他弄点灵药回来 宗主似乎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难为你的一片赤诚之心 只是秘境凶险莫测 而等务必万分小心 说着便取下了腰间的三寸小剑 这是他多年前偶得的宝物 正适合助击巅峰使用 于是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送给了帝炎哥 帝炎哥经过了两年的卧星长胆 在炸了无数次的藏书阁之后 红水也炼制出了大量的废丹 可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废丹 连剑星宗的宗主也引来了争先哄抢 虽然口感让人作呕 但是效果竟然堪比完美及丹药 这也因此获得了剑星宗宗主的赏识 只是接下来要去的秘境凶险莫测 随即便取下了腰间的配件 打算送给帝炎哥 众人见状纷纷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毕竟那可是宗主佩戴了50年的灵剑 平时看得无比珍贵 此时怎么说送人就送人了呢 而帝炎哥其实是不想要的 身为做死小能手 要这种玩意儿做什么 不过当个装饰品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老头也挺不容易的 为了宗门的发展 不惜所以简式也要拿出 平时根本就不舍得用的灵质公他炼丹 即使榨了无数房子也不曾责怪半句 靠着一个人独自撑起这个剑星宗 手底下还竟是不安分的人 于是帝炎哥在准备离别之际 掏出了三瓶炼好的丹药 一瓶送给宗主 另外两瓶就由他交给骆子营 虽然骆子营现在可能用不上 但他总会踏上修行之路 以后肯定也能用得到 而且他毕竟都要回家了 这些日子炼制的丹药 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至于其他的他也顾不上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他总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 以后的路还是要靠他自己走 在帝炎哥离开后 原成真人打开其中一个瓶子 里面正是满满当当完美品相的聚灵丹 这小子 怕是他自己都没舍得用一颗吧 这是何等的情谊 他们明明没有半分血缘关系 可他对他的情谊 简直让人感天动地 此时原成真人虽然内心非常贪婪 但是碍于宗主的面也不敢过度讽刺 随即表示 既然宗主拟有了成品丹 刚刚那废丹不如就交由在下处理如何 原遇真人文言则是老脸一横 显然是对他极度的不谋 要不是坐下弟子告诉他 原成真人让帝炎哥所有的废丹 都交给他处理为由 然后完全占为己有 他也不至于到现在才知道 原成真人见事情败露顿时 显得有些慌张 解释到他只是不忍宗主公务缠身 这才自作主张处理了废丹 可宗主已经对他失望至极 这些极度虚伪的话语 自然也不愿意多听 你好自为之 说罢便转瞬离开消失不见 只留下咬牙切齿的原成真人 嘴里不停地诅咒着老东西 而这些举动也被一旁的西游尽收眼底 想要丹药还不简单 爹爹莫不是忘了那帝炎哥的命脉 还捏在我们的手里 你就等着瞧吧 此时帝炎内心俨然已经有了注意 传来一阵声响 自从他修炼之后 无感也变得越来越强了 打开门才发现是西游姐姐 带着骆子营过来了 明玉你便要启程前往秘境了 我特意带子营过来看看你 她的脸上永远都挂着温和的笑意 看着就让人会觉得心情舒畅 不像骆子营 一见到她就挂着的那臭脸 看了就不想看第二眼的感觉 丁药哥这两年都在忙于学习束缚 也多亏了有西游能帮她照顾弟弟 虽然她可能有些小心思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 丁药哥对她的好印象 如果此次能从秘境回来 她便打算给西游带些礼物送给她 虽然她也没打算能回来 化落西游如水般温润的毛子里 竟是雀跃之色 两年的时间 她不信自己还没有误热她 只要丁药哥能对她有她弟弟一半的好 也不枉费她这两年的刻意照顾 然后又表现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 其实礼物不礼物的没有什么关系 师弟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遇到危险 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知道了吗 地言哥也非常积极地点头迎合 不得不说这温柔香也太让人迷惑了 可下一秒地言哥突然感觉到 有人在暗处偷窥他们 转头之时发现一个虚影一闪而过 男孩只是送了女人一件珍贵的礼物 可换来的却是一个无情的大比斗 西游为了能帮老爹得到担药 不惜带着男孩的弟弟深夜到访 经过他的丝丝甜言蜜语 最终地言哥被攻略的一阵阵心神荡漾 再加上近两年他对骆子营的细心照料 不由地对他说出了一番感激之情 可两人交谈甚欢事突然发现有人偷窥 乍眼一看原来是肖爵正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 这让弟言哥一阵惊呼 难道他这么快就喜欢上了女儿 要开始和骆子营抢欣赏人了吗 毕竟这个时间段肖爵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不过看他的眼神好像是在敌他和西柔等等 他不会是在吃他和西柔的醋吧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刺激了 想想都让人兴奋 而肖爵则站在门口握着双手始终一语步伐 弟言哥也直勾勾地用挑衅的眼神看着他 下一刻一把抓过西柔的仙仙御手就往屋里拽 西柔失简 外面天起凉 快进来坐吧 不知情的西柔似乎也被他这一举动瞬间慌了神 哎呀 去就去不要着急嘛 内心却是有些哭笑不得 早知道他一人便能让弟言哥心生欢喜 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养着骆子营内的草包 带到他们都进去之后 弟言哥朝着门口天真又邪魅的一笑 那样子恨不得让肖爵促此原地 不再理会他的表情痛得一声便关上了他们 西柔此次来的目的就是假借看望之明来索取丹药 眼看攻略的出气顺利 便柔声柔气地说道 不知方才严师弟所说的感激 包含了几分真心呢 弟言哥想都没想 直接拍着自己的胸口保证全心全意 可在西柔眼里却是不以为然 之前他也攻略过宗门的其他弟子 都说过会给他带好东西 只是最后他们有了好东西根本就不会给他 果然天下男人都一个样 老的是 小的也是 不过他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世人多言男子最是薄情寡义 如若是师弟不能证明给他看的话 那如何能让他安心呢 弟言哥文言一时犯了难 不过根据前世他爸总结的经验来看 当一个女人开始反复强调感情的时候 那他一定是想要礼物 当即他灵机一动便转头去找所谓的礼物 师姐我懂了 你等着哈 然后在自己的小金库里开始不停地翻着 此时细柔也露出了一副即将得逞的表情 可下一秒只见 弟言哥竟然拿出了一件缝缝又补补的粉红肚豆 师姐请看 这是我精心研制的 具有巨龙稳固轻薄以及透气等多种功效的少女胸衣 绝对的灵感乌鸦 贴身月薪 至于他为何会拿出这样的宝物 因为在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里的女孩子穿的礼衣一点固形的效果都没有 就只有一层布 那穿着肯定不能舒服 那么他要是送给师姐如此贴身珍贵的东西 那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本来是自己留着穿的 但是一不小心做的 那就送给他略表心意吧 尽管西游此时下巴度快惊掉了 弟言哥却依然感觉甚好 还在不亦乐乎的一顿介绍 可惜一秒只听他的一声巨响 直接迎来了他的一个大鼻斗 然后在弟言哥猛逼的眼神中气愤地转身离开了 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臭流氓 弟言哥见状连忙追到门口喊道 师姐你相信我 这个真的很好穿啊 然而这一幕也刚好落在了肖爵的眼中 此时四目对望 画面竟然诡异的安静 可他突然感觉自己有点像变态是怎么回事 一代妖帝男女不济 从小便表现得放荡不羁 弟言哥拿出珍藏的肚兜本想送给师姐 可乎的却是一个大鼻斗 刚要上前追赶却碰到了门口的肖爵 此时四目对望无声声有声 光目外众人看着这一幕恨得咬牙切齿 原以为妖帝只好男色 竟不曾想是男女通吃的货色 还随身保管女儿家的贴身衣物 简直是罔顾人伦 无耻下流 神座上的弟言哥缓缓睁开眸子 乖徒儿 你是在为为师没有送你赐等衣物而吃醋吗 想当初你可是哭着求着想要做为师双修 如今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 众人闻言忍不住一阵唏嘘 纷纷看向一脸愤怒的莫长流 你们看我做什么 妖帝的话岂能当真 弟言哥则是嘴角微挺 言语中充满了挑衅 真真假假 为师都没有生气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莫长流气的浑身颤抖 就连龙颜彻都看不下去 何必与那妖帝争口舌之快 清白与否自有天道境审判 莫长流愤愤的转身冷哼 似乎是吃定了他一样 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 弟言哥与萧绝冷眼对视了片刻 看什么看 你想穿吗 萧绝自始至终未发抑郁 随后便逃离式的转身离开了 礼物没送出去的弟言哥 躺在床上暗自打 这么好的改良技术 竟然无人欣赏 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孤独吧 次日清晨天微微亮 西游就满脸笑意地 端着一碗粥来到帝言哥的住处 被叫醒的帝言哥 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而西游表现得 好像永远都是那么的温柔体贴 对不起啊颜师弟 昨晚恕我不明事理 没有理解师弟的一片良苦用心 而帝言哥则是不以为然 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刚熬好的皮蛋瘦弱粥 师弟快趁热肠团吧 而事实上是昨晚西游回去之后 元臣真人得知所发生的事情 当即便给他怒斥了一顿 你真是糊涂啊 只要帝言哥能从逆境内 拿出他们想要的灵职 就算让他占些便宜又如何 明月一早务必去道歉 若是不能哄他开心 你也别回来了 西游轻轻地拿起一旁的肚兜 眼中竟是温柔之色 这个衣物师弟可还愿意送往 帝言哥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师姐当真喜欢 而西游则是非常娇羞地点了点头 那简直不要太好了 师姐拿回去之后记得穿上 等我从秘境回来 再告诉我穿得如何 到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也好改进 西游此时笑得简直比哭都难看 师弟的一番良苦用心 我自会牢记于心 可心里恨不得将他 踩在脚底下狠狠地蹂躏 送也就罢了 还让他穿 穿了还得告诉他 等他能侥幸从秘境回来 非得将他碎尸万段不可 简直就是臭流氓 等帝言哥一晚周吃干抹镜之后 他才微微站起身 时间不早了 多少女性啊 想想都觉得功德无量 消停了两年的帝言哥 终于又踏上了做死的征程 诉说秘境之内九死一生 但他却非常高兴 他无时无刻都在准备着回家 而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元臣真人身为两人的师傅 自然成了带队的最佳人选 毕竟是几个宗门的大型副本活动 总要有一个代偿的 而元臣真人也非常乐意 他已经打算这一路上 要想尽办法撸帝言哥的羊毛了 按理说是要遇见飞行的 可元臣真人偏偏安排了一个破满车 说是两个徒弟的修为尚浅 以他一人之力欲见无法承载两人 随后掏出了一大堆 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灵职 眼中竟是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 徒儿 为师知道你喜欢炼丹 这些灵职都是给你的 行路期间 徒儿可自行炼制丹药打发时间 想要什么药材 为师都能去帮你找来 不日便能抵达秘境 对于这种不加掩饰的贪婪的眼神 帝颜哥自然知道他心里打了什么主意 不过对于这种白送上门的灵职 自然是来者不惧 为了能让帝颜哥安心的领导 元臣真人则是亲自驾着马车 一路朝着秘境而去 帝颜哥为了不让火球将马车给烧了 还特意在火球外面又加了一层冰层 萧觉看着他一脸疑惑之色 因为他听说帝颜哥去秘境完全是为了他的弟弟 面对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帝颜哥的手突然抖了一下 你是从哪听来的 他这是和骆子颜有个毛关系 他纯粹是为了能赶紧回家 萧觉始终想不明白 骆子颜又不是他的亲弟弟 可他为什么要对他这般的好 难道就因为他的父母曾经帮助过他 很显然帝颜哥并不想搭理他 面对他的爱达不理 萧觉依然不依不饶 你快回答我的问题 关你屁事 我和你又不熟 帝颜哥无情地拒绝了同萧觉废话 如果这次在秘境里不幸活了下来 以后他和萧觉可是死对的 要是同他太过友好 那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 对于他的这种态度 萧觉气到余色 但还是不停地追问 以为他做了这么多 可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做值得吗 帝颜哥被他问得有些不耐烦 再次给了他一个白眼 你很在意吗 萧觉文言显得有些心虚 说不在意是假的 可嘴上却是不承认 既然不在意那就闭嘴 没看见我在炼丹吗 不然他怕又掌握不住 把马车给炸了 萧觉这才乖乖地闭上了嘴 他现在甚至很羡慕骆子音 同样是被灭门 同样是费灵根 可骆子音什么都不用做 便能被众星捧月 吃得住的穿的全部都是最好的 帝颜哥为了他静见种以命相夥 去从书各苦修为他炼制丹药 就连进入秘境也是为了他 而他却什么都没有 甚至夜深人静的时候 连一个能吐露心事的人都没有 帝颜哥 你究竟为什么会对他那么好 而帝颜哥的心思 完全都在准备后事上 他现在能在现代用的术法 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不过悬疑仙宗的传承倒是个麻烦事 在进立井之前 他一定要将这传承送出去 如果实在找不到人 那就只能在死之前把传承给他了 这货好歹也是男主 怎么这也能发扬光大吧 此时萧绝也刚好抬起头 正好对上帝颜哥那充满深意的眼神 男孩马上就要死了 可他却是异常的兴奋 他握心肠胆两年等的就是去死的这一天 再去秘境的路上 未来的魔帝竟然暗暗是一个小男孩的醋 可帝颜哥却完全不想搭理他 他为了能回家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事 唯独悬疑仙宗的传承还没有送出去 如果到时候实在找不到人 就只能在死之前便宜这个小子了 而恰巧此时萧绝正好对上他那充满深意的眼神 光幕外的骆子银看到这一幕都快气炸了 这该死的萧绝看什么的 哥哥也是你能看的吗 简直就是茶里茶气的 而且他说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值得吗 哥哥为了他 肯定是值得的 不过转瞬他又哀叹地看着光幕内的帝颜哥 哥哥你别去秘境 不要再为了我一身犯醒了好不好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都是为了我呀 而骆子银的话 再次成功地让众人破续 这家伙的话怎么听着有种再炫耀的感觉 然而在对比帝颜哥对他们做的事 突然他们这手又有些发痒 神作上的帝颜哥实在是看不下去吧 骆子银你给本尊闭嘴吧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作多情 本帝做事从来都是为了自己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曾经好好的一个冷美人 现在这都啥子表情 骆子银温润的眸子看向帝颜哥 脸上带着些许激动的红韵 哥哥竟然主动跟我说话了 哥哥 你终于愿意原谅我了吗 不管你变成了什么样 你都是我的哥哥 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就算你被天打为批 死无葬身之地 永世不得超生 哪怕是神魂俱灭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帝颜哥文言被气得脸都清了 这压得会不会说话 混蛋 这一来二去骆子银的内心 又受到了创伤 看来哥哥还是不肯原谅他 其他众人看着这一幕 内心才舒坦了一些 这样才对吗 经过七七五十六天的快马奔驰 三人也终于到达了秘境 此时入口处早已站满了 密密麻麻的修者 也有不免认识 原成真人的过来打招呼 萧觉在一旁 小心地提醒着帝颜哥 董辉进了秘境 你记得跟紧我 据说里面非常的危险 帝颜哥瞄了一眼 满脸慎重的萧觉 这小子突然变得如此震惊 还挺不习惯的 不过他依然不忘挑衅 等会进了密境 应该是你跟紧我才对 二是帝 萧觉差点又被气到 但还是好心提醒到 这密境内显向还生 一个不慎变再也就出不来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不正是帝颜哥想要的吗 他巴布的所有人都别进去 就让他一个人和密境 一起同归于境吧 延下九月 所有人都被困在了 极寒的冰天雪地内 这没有出口 人人皆面露恐惧之色 唯独他却在抱着美女 呼呼睡大觉 历经了九九八十二天 帝颜哥和萧觉 终于抵达了密境 闭着眼帘的是 春暖花开的绝美景色 帝颜哥边走边 不忘记挑衅男主 已记得跟紧我 大师兄会尽量保护好你的 可花音刚落 天空竟然飘起了 龙毛大雪 刚才还春意盎然的 世界瞬间变成了 一望无际的冰雪之地 此之外 没有其他颜色 伴随着刺骨的阵阵寒风 帝颜哥忍不住 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一般来说 像他这样的 助击颠封镜的修折 早已寒暑不清 可他现在竟然被冻到 瑟瑟发抖 而且好像还不能用修为 那如果再往里面走 岂不是能直接被冻死 此时掩饰不住 内心的小悸动 这意味着 他应该能回家了 师弟 你先待在这里不要动 大哥先去里面探探路 可萧觉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没有任何回应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他在旁边 阻碍他回家的道路 与此同时另一边 刚刚还走在一起的 萧觉忽然发现 帝颜哥不见了踪影 于是惊慌失措地四处寻找 用尽所有的力气来喊着 颜哥 你在哪里 看得出来 其实萧觉是很在乎帝颜哥的 可尽管他怎么喊叫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颜哥 你最好对我活着 而帝颜哥此时 走在雪地上 虎虎身窝 他就是想困死 为死 可在走了一天一夜之后 帝颜哥竟然满头大汗 不但没有一点类的迹象 反而越走越精神 浑身也越来越冷豁 于是他做了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不走了 直接往雪地上一趟 如果能行得通 那就在睡着之前 把船程埋在雪地里 以后就送给有缘人吧 帝颜哥突然发现 自己有些机制 所有人都在 满世界的找出路时 他正躺在雪地上 呼呼大睡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帝颜哥也迷迷呼呼地 正在进入状态 在这时突然一个虚影出现 映入眼帘的是 一个摇摇欲坠的女子 长得五官秀丽标准的美人脸 可脸色却是异常的苍白 像一秒扑斥一下 直接倒在了帝颜哥的身上 娇小的身躯 哪能承受这样的重量 瞬间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不过想想还是算球 就算被压死 其实也挺好的 就这样两人一上一下 都没了动静 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头来 延下九月 所有人都被困在了 极寒的冰天雪地内 这没有出口 惊动地瑟瑟发抖 同时气愤地咬牙切齿 无耻之徒 竟然占哥哥的便宜 听到此话莫长流不乐意了 帝颜哥才是那个占便宜的禽兽 明明醒着 却不推开那女孩 他就是想占便宜 骆子莹此时这小暴脾气也上来了 你放平 哥哥才不会占那个女人的便宜 他只是冷得动不了而已 两人谁也不服谁 煞时间开始了口水大战 神座上的帝颜哥 再次被他们吵得头疼 这些个家伙真是烦死了 随后再也忍不住 一直轻轻点在光幕上 两人顿时感觉嘴巴有点疼 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趴在帝颜哥身上的女子 才悠悠醒来 可在看清眼前的人脸时 忽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你这个畜生 竟然对我做出这样的事 同时抬手一巴掌 朝着帝颜哥脸上飞去 帝颜哥见状当即一把 抓住他的手 他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 动不动就将责任 推给别人的人 一向没啥好感 大姐 我还是个孩子 要论畜生那也是你吧 是你突然扑到我身上 而且还中得要命 女子闻言当即气得欺笑声烟 想他不管是在凡俗还是宗门 都是被追捧得高高在上 显然是没遇到过 像帝颜哥这样的人 大姐 你要不要考虑起开一下 我身板很弱的 女子脸上泛起了一阵红韵 虽然说男女有别 可他身上暖洋洋的像个火炉 在这冰冰雪地里 无异于救命良方 还是先活命要紧 想到只有猛然贴在了帝颜哥的身上 臭小子 我这是在帮你取暖 省了你冻死在这里 虽然帝颜哥百般不情愿 可女人却犹如抱着宝贝一样 就是不撒手 还时不时地在他脸上蹭那么两下 帝颜哥此时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他只想问候他祖宗十九代 强势地打尖世界 为了生存人人都在不断地修炼提升实力 可他却偏偏反其道而行 想尽办法各种作死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回家 一望无际极寒的冰天雪地内 女人死死地贴在帝颜哥的身上 他身上暖洋洋的像个火炉一样 一时间竟有些让他不舍得离开 帝颜哥此时心态都要崩了 安安静静地做个词怎么就这么难 而女人从小就是被呵护长大 哪里经历过这些 他生怕自己年纪轻轻地就死在这里 于是又忍不住一阵哭闹 无奈之下帝颜哥只能带着个脱油瓶一路前行 只是越走风雪越大 冰冷的风如同刀子一般刮的脸生疼 片刻之后女人气喘呼呼地停了下来 他已经实在是走不动了 呼喊着要帝颜哥背着他 帝颜哥顿时被他整得有点猛逼 先不说他们认不认识 关键他还是个小孩啊 可女子一直可怜兮兮地不停呼闹 像急了一个黏人的小妖精 帝颜哥一时被他攻略得有点心软了 好像他也完全拒绝不了一个会撒娇的漂亮小姐姐 最后还是本着一颗 救美女一命 胜造十击浮屠的赤子之心答应你 但前面的危险没人能预料 他要是死了 可就怪不得帝颜哥了 女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如果不是帝颜哥 估计他早已经死了 表示我的命都是你的 还擦汗一般在他脸上不停地霍霍 骆子盈看着光幕上 小小的帝颜哥背着娇娇的少女 心态都炸了 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敢占哥哥的便宜 不过很快人群中便有人认出了那个紫衣少女 紫妖女名叫紫月 乃魔尊麾下四魔将中的紫妹魔将 骆子盈闻言才猛然想起来 然后气愤的一拳砸在光幕上 好像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之前他不止一次在神界见到那一抹紫色 和帝颜哥勾肩搭背 窃窃私语 没想到他们俩在这么早之前就已经勾搭什么 骆子盈委屈巴巴地看向神座上的帝颜哥 哥哥 你同那个姊妹到底什么关系 可帝颜哥却不想跟他废话 本地都要死了 那些事还重要吗 而他的话却犹如一把尖刀 粉地刺到了骆子盈的心上 让他感到疼痛无比 是啊 他就要死了 那些事实或不是 还有什么关系 他突然失魂落魄地靠着光幕坐在那里 脸上仿佛没有了一点血色 另一边的帝颜哥越走越激动 而紫月则是被风吹的眼都睁不开 突然一个冰刺直接划过帝颜哥的脸庞 留下一个血淋淋的伤口 而紫月也顺势被掀翻了出去 伴随着一声惊叫直接摔在地上没了动静 帝颜哥只得缓缓将他扶起 此时他的脸色苍白如雪 身体极其微弱 不过好在还有一口气 帝颜哥望着前面一望无际的冰雪之地 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这要是再往前走 小美女铁定要狗带 可是要是不走 她就不能狗带 早知道这样的情况 她就不该有怜悯之心了 正左右纠结的时候 帝颜哥忽然眼前一亮 只见不远处有一个巨星河谋 晶莹剔透散发着光芒 一看就不是房屋 而且在这暴风雪中 竟也没有一丝损坏 于是她将紫月往河棒里一扔 拖着河棒继续往前走 至于紫月能不能活下去 就只能靠她自己了 反正将她扔在这 她也活不成 帝颜哥一步一个脚印 越往前暴风雪也就越大 时不时的还会出现一些 类似法宝的发光物体 不过都被帝颜哥一一剃开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 绝对不能要 可她越是不要 这玩意儿就越是接二连三的出现 卧槽 怎么这么多宝贝 烦死了 于是她左揣一脚 越踢一脚 统统不能要 天堂有路她不走 地狱无门偏要行 在世人眼里可遇不可求的宝贝 可她却完全视为奋斗 踹一脚 又一踢一脚 统统不能要 就这样她拖着 河棒缓慢而坚定的前行 也不知道过了到底有多久 周围的一切骤然尽数消失 身上的伤也都痊愈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气势宏大的建筑物 远远望去 像是一座古老的宫殿 周围隐隐散发着威严的气息 突然一声撕心接底的 喊叫声传入耳中 此人正是消觉 可她却似乎是陷入了某种幻境中 脸上的神情巨是疯狂与痛 而她的旁边则是密密麻麻的修整 只不过是全部都三三两两的躺在地上 此时所有人中完好无损站着的 也只有蒂言哥一里 同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如在如此险境中 不被利益所诱惑 也未曾抛弃队友 已经通过了考验 而她也是第一个通过考验的孩子 可以选一样东西离开 随后一排散发着气彩光芒的东西 出现在了蒂言哥面前 可这些一看就是好东西 她是绝对不可能要的 紧接着声音再次响起 或者可选择继续前行 只是前方九死无生 一旦踏入 便再也没法回头 蒂言哥闻言满脸激动之色 这不正合她一门 就她了 在那苍老的声音中得知 摆在她面前的 已经是这秘境中最好的东西 没必要再去送死 可蒂言哥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她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去死吗 随着她肯定的回答之后 眼前那些让人眼红的东西 也随之消失了 片刻后倒在地上的人 陆陆续续地醒来 只是大部分的人 却也在醒不来了 两个少年刚恢复神志 就看到倒在蒂言哥旁边的紫月师妹 不由地生起一阵怒 原来是你掳走了师妹 蒂言哥闻言瞬间一脸猛逼 两人说着便要开始动手 狂妄小儿 趁人之危 无耻至己 胆敢欺辱我林霄宗的人 看我不杀了你 蒂言哥见状眼神 瞬间变得阴冷无比 抬起手就要反击 她是一心求死 可这种窝囊的死法 绝对不行 为做之事 荷兰认负 可就在出手的一瞬 一道青涩的身影 骤然挡在了她的面前 想杀她 先过了我这关 这不是萧绝又能是谁 这家伙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吃错药了 竟然出手帮她 同时萧绝扭头看向蒂言哥 似乎为她还活着而感到惊讶 此时蒂言哥有被气到 她俩还真没有这么友好 然后准备劝她少管闲事 下一秒萧绝一剑划破长空 顺着面前的两人 横扫而去 卧槽 神经病爱你 她被恶人侮辱谩骂 还看不惯把她出头打架 可她不但不敢急 还骂她是神经病 身为作死小能手 怎能放过每一个机会 这家伙完全打乱了她的机会 而骑士男孩 他俩真没那么友好 蒂言哥索性就在一旁观战 双方已经能动用修为 一个助击巅峰 对战两个助击后期 按理说应该是萧绝胜出 但架不住林萧综才大气粗 什么丹药法器层出不穷 而萧绝只有一把不太听话的剑 所以一时间场面打得惊心动物 而原本源源躲在一边的众面 突然一阵惊呼 纷纷冲向骤然出现的一堆灵质 而这些灵质 无论是哪一株 要是放在外面 都是被人抢破头的好东西 原成真人梦寐以求的 正是这种灵质 但这官邸严格屁事 放在之前这些材料 可能对她恋单有用 但现在她就要回家了 自然不敢一点兴趣 此时几人越打越激烈 不得不说这萧绝真不愧是男子 这件耍得还真是nice 简直比武侠片好看多了 而萧绝此时急得眼都红了 该死的 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 还不快去踩灵质 可帝颜哥却站在那里无动于衷 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言语间近视调侃 你很想要啊 萧绝闻言气得渗疼 那不废话吗 帝颜哥看着她忍不住一阵调戏 叫声大师兄 大师兄就帮你去踩 萧绝斜眼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她现在有些后悔帮她出头了 她就应该被打死 怎么办 灵质好像不多了呢 萧绝是越听越起 越打越急 一个翻江倒海击退了两人的招式 转身就想跑路去踩灵质 可他们却像狗皮膏药一样不依不饶 一个剑骨又冲向她发动攻势 萧绝只能再次和他们激战 可眼看灵质被众人抢得越来越少 他只能怒气冲天的吼道 大师兄 请你赶紧去踩灵质 地言割文言这才不紧不慢地抛了个魅影 好的呢 师兄这就为你去踩 随后掏出了一个自制的空间带 只见他生死一灰 瞬间散发出一阵波动 所有还没来得及踩的灵质 纷纷朝着他飞了过来 只是眨眼间的工作 便全部被他收到了空间带里面 而众人见状纷纷涌向他这个罪魁祸首 臭小子 不想死的话就赶紧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师父亲自去剑心宗好了 道士定会灭你剑心宗满门 将你全家千刀万果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剑心宗身为三流宗门中垫底的存在 自然是他们说了算 至于地言割他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地言割眉不悦地看着这些叽叽喳喳的菜 人多了不起啊 吓唬你爹呢 随后才手掌一番 瞬间浮现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火球 众人见状纷纷一阵嘲笑 因为任谁都知道这是最低级的练乞七粉术 臭小子 爷爷就站在这里 你倒是快点出手了 就这么一个破火球 小爷要是动一下 就算我输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 只见火球转瞬间变大了几圈 而且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停地变弹 众人猛然一个机灵 因为他们在这毫不起眼的火球中 竟然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此时地言割犹如火神降临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笑啊 怎么不笑了 男孩召唤出一个火球 却引来众人的疯狂嘲笑 因为任谁都知道这是最低级的练乞七粉术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 只见火球转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停地变大 众人见状猛然一个机灵 他们竟然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此时地言割犹如火神降临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笑啊 怎么不笑啊 众人不由的双腿都在打颤 这玩意儿还是火球吗 这也太大太谢门了吧 有人吆喝着要一起上解决他 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前送死 还有甚至出言威胁 小子 我是桃花宗的人 你要是敢对我动手 你就死定了 而也就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地言割 火球朝着众人席卷回去 一声炸裂开 而且范围还在不停地扩大 随后地言割扛起还在昏迷的紫月 朝着萧绝大喊一声 趁几人打斗之际 直接把紫月丢了过去 来不及停留 地言割一把抓过萧绝的事 在萧绝一脸猛逼中 拉着他朝前面急速狂奔 眨眼间的攻速火球便炸裂整个山顶 同时两人齐齐跳下山沿 地言割难得的一脸严肃 抓紧我 萧绝闻言内心暗暗窃喜 两人急速朝着悬崖跌落 面对未知的威胁 地言割现在一心护着萧绝 在空中一个翻身 直接一把将他抱住 互想死的话就不要乱动 片刻后随着砰的一声巨鲜 两人音声跌落到谷底 峭壁上隐约浮现出 入者死三个大字 谷底又变回了之前 阴冷刺骨的天气 地言割凝重地看着 被摔得连连咳嗽的萧绝 师弟 前途危机重重 不论发生任何事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不可轻易为他人设计 更不要再为了我而去设计 萧绝看着他黑水晶般的毛子 还有一脸认真的表情 让他内心不由的一阵狂跳 他难道是在关心他 一直以来 萧绝最为羡慕的便是 地言割对骆子营那份 毫无保留的兄弟情 难道他也已经将他 当成兄弟吗 想到这小脸变得微红 带着些许期盼开口问他 你 你什么意思 地言割则是画风极准 又变回一副 玩世故宫的模样 没什么意思 要是你死了 我就少了一个对手 这人生岂不是要少很多乐趣 同时伸出手想扶萧绝起来 可萧绝闻言顿时又被气得 一把将他甩开 就算你死了 我也不会死 听到这话地言割就放心了 记住你说的话 萧绝又被勾起了一丝气盘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少废话 刚才的破槽你还要不要 萧绝这才不去纠结那个问题 他当然是要 那些灵之万分稀有 更是对修为大有必义 地言割则是毫不犹豫地扔到他手中 萧绝正正地望着空间带 这破玩意不会是你做的 简直丑死了 可话虽如此 他还是迅速地收入了怀中 其实他还是有些佩服地言割的 至少以他现在的修为 还做不出空间带 等他以后做得更好 就将这破烂给扔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空间带 将会陪伴他接下来的无数岁月 他是未来横扫三界的妖地 他是自在光环的未来魔君 两人双双跌入悬崖 他为了保护萧绝更是将他拥入怀中 这也让一向孤傲的男主内心 升起了一丝暖意 地言哥更是把空间带送给你 而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空间带 连他自己都想不到 将会陪伴他接下来的无数岁月 这一幕也引来了光幕外吃瓜群众的笔 果然是一对魔头 这么早就开始互惠互立了 他们两人一定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要不然妖帝为何不值揭灭了魔头 反而仅仅只是将他镇压 这其中肯定有大阴谋 我也觉得不正常 他们之间八成有奸情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那位开口的仙子 此时他显然有些心虚 你们看我做什么 我看到过魔尊他身上有一个破破烂烂 修不过无数次的空间带 就是长这样子的 话音一落 众人都猛圈了 这信息量属实太大 周遭的空气也突然变得阴冷无底 原本还死气沉沉的落子盈立马跳了起 你们都胡说八道什么 哥哥才不会喜欢那个魔头 他最喜欢的人应该是我 同时瞄了眼神坐上的地言哥 可对方依然闲散的闭着眼 似乎对任何事都不在意 他顿时又黯然地坐了回去 说起来这是地言哥和肖爵第二次一起下腹门 片刻后两人来到一处宫殿内 只是周边处处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突然两人脚步微顿 一群高大威猛的狼子牙咧嘴地将他们团团围主 夹杂着阵阵嘶吼声 地言哥见状大喜 这做死的机会不是又来了吗 然后激动地挡在肖爵的面前 师弟 等会我用火球吸引他们的注意 你先跑 不过这仅仅是一群助击中气的冷冽双狼 肖爵还没放在眼里 虽然这话有点装逼 但确实是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危险性 地言哥索性站在一旁观战 这些妖兽实力太弱 他争取蹲个打的 好一步到位 只见肖爵脚尖轻轻一点 周身的气场猛然炸裂开来 瞬间朝着狼群冲了上去 一指挥出 树头狼应声倒地 接着他一脚踢出 又有几头狼骤然间血肉横飞 砰的一声巨响 拳头砸在最后一头狼身上 只是短短的功夫 群狼已经全部倒在了血阔中 俨然没有了气息 地言哥则是在一旁观察他的实力 这家伙还不错 也就比他差了一点点 然后随手拿出一瓶丹药 这个给你补补 肖爵满脸疑惑之死 因为他听说他把所有的丹药都留给了落子 这应该是最后一瓶了吧 我不要 地言哥终于死到零头了 煞内间血肉横飞 可他竟然在想着发家致富 要回去做个女霸子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在肖爵三下五 从二解决完双狼之后 地言哥也摸清了这家伙的实力 随后扔给他一瓶丹药 肖爵面露疑惑之色 你把这个给我 那你自己用什么 毕竟肖爵可是听说了 他把所有的丹药都给了落子银那小子 地言哥依旧一副掉锒铛的模样 二世帝倒是关心得起 只是我自己练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没有 倒是二世帝你如此的交入 要是没了这些丹药 以后的陆克怎么办 听到这话肖爵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最终还是把丹药给收下 不过他也没有什么事 只是放到了怀中以备不时之虚 不得不说地言哥的激将法屡是不守 就这样两人踏着沉稳的步伐继续深入 直到前 一阵惊天嘶吼声 地言哥面露凝重之刺 但是这嘶吼带来的威压 就让他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只是眨眼睛的 从群节度无妙兽 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硕大的体型 面露猙獰之色 周身散发着幽冥寒光 仿佛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惊丹后期是浑火 下一秒地言哥忍不住满心激动 好家伙 这机会迁在南方 然后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挡在了肖爵的面前 等会儿我引走这些妖兽 先走 肖爵闻言诧异地看向他的神情 似乎是在判断他话中的真伪 只见他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顿时让他心头一正 埋藏在心底久违的兄弟情 让他瞬间升起一股暖意 他怎么能临阵逃脱 他要和兄弟并肩作战 眼看妖兽越来越逼近 巨大的威压仿佛 每踏出一步周遭的空气都会凝结 地言哥见状直接开始捕刀 你这么若击 在这里只会拖累我 肖爵顿时又被气倒 刚升起的一丝好感瞬间消失 咬牙切齿地想问候他祖宗十九代 不过临走时还不忘提醒 让他自己小心点 同时地言哥迫不及待地一掌挥出 弱大的火球骤然朝着是魂虎席卷而去 不出意料的这也成功激怒了妖兽 伴随着震天的嘶吼声扑向地言哥 地言哥迈着方块的步伐就是一个猫 他毫不吝啬地挥霍着灵力 以至于速度非常的快 而这些是魂虎一直紧紧地跟随其后 七七五十六分钟之后 终于他的灵力耗尽了 扭头看了眼神后气势逼人的妖兽 内心的激动止不住地狂跳 他甚至想到了等回家之后 要利用学到的东西 开公司发家致富 当个女爸子 自此走上人生巅峰 下一秒扑腾一下躺到了地上 没有任何的动作 静静地等待着回家的美好时刻 而在光幕外 围观的众人也看得有些激动 可唯独骆子营垂头丧气 地言哥这是灵力耗尽了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就他这助击水准 为了勾引魔头 还想引戏五只金丹妖兽 这下要翻车了吧 而且所有的灵丹都给了魔头 这下他死定 能看到地言哥吃瘪 他们内心非常的舒坦 然后一行人又死死地盯着光幕看戏 地言哥甚至主动伸出手 让妖兽去撕咬 可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来 却是害怕导致的 然而并没有意外发生 只见妖兽恶狠狠地一口 咬上他的手臂 试一下直接把地言哥的胳膊 给扯下来吃了 顿时间血肉红飞 而这也让妖兽更加的疯狂 反观地言哥仍然躺在地下 无动于衷 一刻中妖兽纷纷地扑了馆 大口大口地啃食着他的血 地言哥缓缓地闭上眼 似乎是一种久违的解脱 计划终于成功了 男孩被妖兽追到了绝路 浑身的灵力也已全部耗尽 只请客间就被撕咬得血肉红飞 而他能做得只有缓缓地闭上眼 带着死亡的降临 可他并没有半分害怕与痛苦 而是逐渐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似乎带着一种久违的解脱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光幕外的众人见到这一幕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他眼睁睁地看着妖兽啃食自己 正常人谁不崩溃 可他脸上竟是释然的笑容 这完全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知道他的那人是他们的腰底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什么救苦救难的圣人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地言哥就被撕咬得尸肉红飞 下半身俨然已被啃食殆尽 直到妖兽打算一口咬向他的头 突然一道金光夹杂着 巨大的威严倾盆而下 本来还血肉模糊的 地言哥瞬间被治愈 下半身也跟着复原了 周边的妖兽停止了撕咬的动作 只是围着他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地言哥猛逼地探着这一幕 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仿佛血裹着漫天风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 灵秀的美眸再加上脱俗的气质 只是让人看一眼便难以忘记 你是怎么识破我的幻境的 然而地言哥并没有理会他 他喵的 这竟然是幻解 难怪刚才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眼前的女子显然已经没有了内心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的小情人现在怎么样了 而地言哥在经过不断地确认自己四肢健全之后 顿时怒视着眼前的女子 我不知道什么狗屁幻境 更没有什么狗屁小情人 他好不容易筹谋了两年的做死计划 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可却被这样泡汤了 这让他如何不愤怒 女子文言满脸英质地挑起他的下巴 你同他真的分享 这么会装无辜 也喜欢这样舍己救人 难怪他会如此喜欢你 地言哥反手拍掉了他的手 他感觉眼前这个女人有神经病 而且他完全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可女子却是不屑地一阵冷笑 还装傻 你以为你不承认就可以保他平安吗 随后只见他手掌一挥 两人身前顿时浮现出一面水晶 而肖觉竟然出现在了他刚刚被咬死的地方 正在和妖兽做拼死地 浑身都是血淋淋的伤口 地言哥见状忍不住对他同情一秒 这家伙怎么这么蠢 不过这应该也是幻境吧 就和他刚才一样 可事实上是 除非自身拥有坚韧的意志 才能识破这一切 不然于他来说 这一切就都是真的 而想要让他活下去 很简单 只要你永远留在这里 地言哥此时有些纠结 那留下来会死吗 女人闻眼美艳的脸上带着疯狂 当然会死 话落地言哥立马来了精神 竟然还有这段好事 真是天无绝他之路 随后毫不犹豫地沉生说道 我答应你 地言哥精心筹谋的做死梦最终流产 原来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幻觉 原本血肉模糊的身体也变得完好如初 这不由得让他一阵恼羞成怒 可当听到女人的话 时又瞬间来了精神 原来只要留在这里就会死 这么好的机会他岂能放过 当即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 而女人见状眼中 尽是掩饰不住的疯狂 他是天道尽的守护者金宇 他以为他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救消绝 竟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你还说你跟他没关系 地言哥则是无辜地眨个眨眼 还是个孩子 而且能跟他有什么关系 可金宇却不想听他废话 既然这是你的选择 那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说罢手掌轻轻一挥 水晶上面出现轻微的波动 下一刻那面水晶中 竟然出现了地言哥的身影 正在做困兽之斗的 萧绝看到地言哥之后 满脸的担忧之色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而他则是眼神冰冷无神 顿时手中升起一股灵力 脸上浮现出阴冷诡异的笑容 下一秒直接一掌 披在萧绝的胸口处 狂暴的灵力顿时周身刺起 而他没有一丝的防备 随后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此时萧绝充满了痛苦与难以置信 萧绝 你明明就是个废物 凭什么同我有一样的修为 而你这样的废物 就应该去死 然后又用力扼住他的喉咙 只有你们所有人都死光了 这秘境里的宝物 才能属于我一人 萧绝仍然不敢置信地看着地言哥 眼中竟是夹杂着委屈和恨意 没想到他好不容易才想相信一个人 最后却被他给骗了 可地言哥的力道越来越紧 脸上的凶狠之色不言而喻 就你也配被我骗 萧绝缓缓地抓向地上的剑 随后毫不犹豫地一剑刺出 瞬间就洞穿了他的身体 红石鲜血四剑 萧绝内心崩溃万分 那一掌灵力带来的痛苦 远远不如心头的伤痛 金语见状忍不住一阵狂笑 仿佛是想极力证明什么一样 看见了吗 这就是人性 你愿意为他生死 可他终究只是相信眼前看到了 可这不是废话吗 谁不相信眼前看到的 毕竟眼见为实 金语文言微微一正 他都那样误会了他 而且还毫不犹豫地取了他的性命 他竟然没有一点怪他的意思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 蒂言哥甚至有些巴布的这样才行 金语见状顿时变得幽冷阴暗 显然是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忠义 你果然很像那个贱人 只不过他的蠢是装的 而你却是真的 蒂言哥听着他比比咧咧了半天 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大姐 差不多行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杀我 在杀之前能不能让我见见萧绝 毕竟他的传承还没有送出去呢 可金语就是偏偏不让他们相见 同时手掌一挥 萧绝便消失在了秘境之中 从此他与你再无情分 而他将背负着被心爱之人背叛的恨意 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 而拥有赤子之心的蒂言哥 将会代替他承受千万年的寒冰之苦 每天承受三个时辰的千刀万剐 三个时辰的万剑穿心 永无尽口 他被困在极寒的幽冥之地 天都要遭受千刀万剐 万剐穿心 可他不但感觉不到丝毫痛苦 而露出了疯癫的笑容 在某个角落的秘境中 这个看似二十岁的女人 已经不吃不喝千万年了 此时他突然变得疯狂大笑 因为他终于可以脱困了 而拥有赤子之心的蒂言哥 将会代替他承受千万年的寒冰之苦 永无尽口 那个人以为天底下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可上天垂帘 还真的让他遇上了 而他也终于能离开这里了 光幕外围观的众人当场炸锅 妖帝他以前拥有赤子之心 这怎么可能 拥有那样心性的人 怎么可能堕落成现在这样 据说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生性纯良 见不得别人吃苦 拥有就天下众生的纯善美德 众人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要么这一切就都是假的 要么他一定是在这秘境中受不了苦头 最后变了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 妖帝可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吧 而此时的蒂言哥已经完全猛掺了 这年头的人怎么说话都不讲信用 而且这什么狗屁赤子之心 他根本就没有 他不过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我说真的大姐 你还是打死我吧 可女人只是轻烈的一笑 好不容易找到个代替他的人 想死 门都没有 蒂言哥还想再跟他理论 而他已经迫不及待的一溜烟就消失了 尽管蒂言哥大声喊叫 可换来的却是一道光束从天而降 瞬间笼罩全身 随后光束在慢慢的收缩变小 四周寂静的可怕 下一秒随着发啦啦的声音心疼而下 无数条冰链散发着极音之气向着蒂言哥起来 骤然间双手被捆绑 双脚也被缠绕 而这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蒂言哥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 整个人就这样被困住 与此同时刮起一阵弹风 他的发丝随风舞动 原本精致地远溜添了几身柔弱的美感 蒂言哥想要挣脱 殊不知锁住他的是极音万年寒冰 想要脱困根本不可能 正在他疑惑期间 只见冰链骤然间收起 原本还能活动的身体 瞬间动弹不得 周遭的温度也降到了极点 同时空中竟出现了一堆 密密麻麻的冰针 只是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围观众人也被这架 使惊得没有在吱声 虽然他们很想看蒂言哥吃苦头 但当这一幕出现在眼前时 又忍不住同情他一瞬 而人群中的有个 一直用仇恨的目光 看着蒂言哥的人 也是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当年明明就是蒂言哥背叛了他 他才会修为被斐 最后被天罡宗给带走 受尽了耻辱 要不是因为雪儿 他哪有机会站在这里 可当年的真相就在他的面前 蒂言哥自始至终没有背叛他 甚至为了他 还在这里受尽了折磨 萧绝的眼中闪过一丝洞容 但很快便恢处如初 虽然在这一世上是他亏欠于他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样是值得他原谅的 骆子营又一次捂着心口 跪坐在了地上 哥哥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为了让我修行 你也不会遭受这般痛苦 幻灵麻麻的冰针骤然倾含而下 下一刻奇奇的刺向蒂言哥的身躯 在他目瞪狗呆的眼神中 瞬间鲜血四溅 可他却没有表现出半分痛苦之色 甚至脸上露出了癫狂的微笑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死法倒也行 就这样整整持续了三天之后 蒂言哥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 并不是因为疼痛 而是他的身体伤了好 好了伤 几天过去了 他还是这么的活蹦乱跳 在这样下去只会陷入无限的循环中 动也动不了 死也死不掉 于是他决定奋起反抗 他要修炼突破 他要利用雷杰将这里的一切都劈成渣渣 而他修炼的第一步便是缓缓地闭上眼 调整到舒服的姿势 然后慢慢地进入尸海 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这一晃便是五年过去了 他缓缓地动了动毛子 紧接着猛然睁开双眼 此时他的丹田处感觉胀得像炸了一样 想死却怎么也死不了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他在承受了无数次的千刀万剐 自剑穿心之后 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 并不是因为疼痛 而是他的身体伤了好 跑了伤 反复循环之后 他依旧这么地活蹦乱跳 也就是在这一刻 地言哥决定奋起反抗 他要修炼突破 势必要利用雷杰将这里的一切都劈成渣渣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地言哥缓缓睁开眸子 看向四周显然有些茫然之色 而光幕外围观的众人 也忍不住对地言哥同情了一秒 之前他们的青阳大帝 只是承受了三天的痛苦 就已经跪坐在地上痛不欲生 而那也仅仅是一半的痛苦 他们的妖帝却在那里 承受了整整五年的痛苦 这是何等恐怖的毅力 这样的人又何仇成不了大事 一时间他们又有些佩服他们的妖帝 只是他们始终想不明白 他连这样的痛苦都能承受 到底他们的妖帝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成为现在心狠手辣的他 而此时地言哥前方传来一阵淋漓波动 那许久未见的女子竟又出现了 他带着惊异与愤怒 五年了 他竟然还活着 而且身体完好无损 一点都没有变 地言哥文言顿时张开了樱桃小嘴 他早就听说修炼无岁月 可他就是感觉睡了一觉就过去了五年 想想都可怕 要是下次再修炼 醒来会不会直接变成一具窟窿 一想到就这么在这浪费了五年的时间 他顿时气到爆炸 女人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地言哥一顿对 他竟然还有脸出现在他面前 五年 你赶紧走 我现在一刻都不想见到你 面对他的态度 金玉虽然也很生气 但还是表示可以让他离开 不过前提是要答应他一个要求 虽然有地言哥带他受苦 他确实可以离开这里 但他依旧不能离开这里太远 而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 只能放手一搏 女子本以为地言哥在这里吃了五年的苦 听到要放他离开 定会感激涕零 甚至跪下来求他 可换来的却是地言哥的一脸不屑 你想抓就抓 想放就放 小爷会自己想办法离开 不需要你这个老东西多管闲事 白白耽误了他五年的时间 还说话不算话 打破他回家的梦 他不将这里给诈评 怎么对得起这些年兽的委屈 而女人显然没料到地言哥竟然如此硬气 不过这臭脾气倒是和他有些相想 你到底想怎么样 而地言哥只是淡淡地回了一个字 关你屁事 女人见状一挥手 瞬间浮现出数件宝物 各个光芒四射一看就是好东西 他想要给地言哥一些补偿 而这些都是上等的法器 可让他挑两件 他相信只要是修行之人 定会迫不及待地收入囊中 然而他再一次失散了 地言哥只是微微瞥了一眼 我不要 眼看他竟然油盐不尽 女人恨不得当场把他打死 而地言哥的原则是能动手 就尽量绍避避 要杀就赶紧的 女人此时内心都要崩溃了 可为了自己的计划 也不得不洋装淡定 随后霹里啪啦一股脑 拿出了他所有的宝物 如同小山一般散发着七彩光芒 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总行了 可地言哥依旧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今日不是被他打死 就是他将这里给诈平 只能二选一 这下女人被气得彻底没脾气了 他缓缓吐出一口二氧化碳 自顾自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他本是天道尽的守护者金鱼 他的师兄则是金雀大帝 他和师兄自小青梅竹马 如果没有意外 他们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可惜天随人愿 年少无知的他被一男子所蛊惑 本以为是幸福 却没想到他竟为了另一个女人将他镇压在这里 受尽万年的折磨 而他希望地言哥离开这里之后 帮他找到师兄并将这里的事情告诉他 那么师兄定会救他于水火 金雀大帝 地言哥文言终于睁开了眸子 面色古怪地看向金鱼 他每天想尽办法各种作死 哪里危险就往哪里跑 可就是这种不要命的行为 却让他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被困在秘境中整整折磨了五年不死之后 女人决定把他放出去 并不是因为同情他 而是他已经被镇压在这里千万年之久了 他想利用地言哥找到他的师兄金雀大帝 然后救他于水火 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 可当地言哥听到金雀大帝之时 面色古怪地看向金鱼 此时金鱼激动的满脸都是红韵之色 他觉得以他师兄的声望为名 这世人哪有不认识他的 这小子肯定会感激涕零 巴布的现在就同意他的条件 可事实上金雀大帝早就已经死了 你既是他的师妹 你不会是没认出来 之前的消觉 也就是被你扔出秘境的那小子 手上拿着的正是金雀剑马 金语文言犹如晴天霹零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力 不可能 他的师兄绝世无双 怎么可能会死 随后他像是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愤怒的一把扣住地言哥的脖狗 你告诉我 师兄一定还活着 地言哥见他似乎很重视精确大帝 当即便又找到了做死的契机 这么好的机会他岂能错过 随即一口老弹吐到他的脸上 他就是死了 正是小爷我杀了他 你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为他报仇 被他这么一说 金语瞬间被激怒到了顶点 周身的灵力狂暴四起 抬手就要杀了地言哥 这一刻地言哥再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 可等了半天并没有等到想要的结果 只见金语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好像似有感悟地挥出了一丝理智 不可能 一个小小的柱基镜怎么可能杀得了他的师兄 于是他话长为止 掩在了地言哥的额前 他要对他使用射魂术进行搜魂 只是一瞬间 地言哥感觉自己的魂都快飘出了 那种感觉让自己魂身惊悚发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神识中的精确大帝的传承煞内间护住了他的神魂 随后只见他一掌挥出 直接击退了正在搜魂的金语 此刻金语美艳的脸上变得死气沉沉 是师兄的气息 他竟然是师兄的传承者 直到这一刻他才认清现实 他的师兄真的不在人世了 此时他的内心接近崩溃 是他害了自己的师兄 当年要不是他爱上不该爱的人 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离底 那些欲外妖魔也不会破开封印来到这世界 可就在刚才还差点害了他的传承者 他感觉自己真是罪该万死 片刻之后 当金语再次看向帝颜歌的时候 脸上竟是柔和之色 而此时密警上方突然传来惊天雷声 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散发出阵阵威压 金语不可思议地抬头看向续空 这是雷杰 可按理说这里面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动静 他在这里千万年 从来不曾听到外面的声音 然后再看到帝颜歌周身金光大声 浑身的气势正在节节攀升 他竟然能在这里修炼 而且还要在这里肚解 他对弟弟疼爱有加 把所有最好的都会贬他 更为了他屡次九死一生 可在许多年以后 弟弟却对他恨之辱 不惜消耗八成修为 也要开启天道镜对他审判 而讽刺的是 他用来对付帝颜歌的天道镜镜 也是他送给他的 画面中突然在今天阵雷声 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散发出阵阵威压 金语不可思议地抬头看向虚空 这是雷杰 然后再看到帝颜歌周身金光大声 浑身的气势正在节节攀升 他竟然能在这里修炼 而且还要在这里肚解 要知道帝颜歌已经被他给困住 他连修为都不能动 短短五年的时间 还是在他的眼皮底下 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除非他是金氏之才 另辟蹊径 找到了其他的修炼方法 不过金语也为他师兄 能有他这样的传承者而感到高兴 金语释然地微微一笑 你一定是想用金丹劫雷毁了这里吧 只是即便是飞升劫雷 也不可能毁了这里 帝颜歌小脸一横 表示无可制服 但他依旧不会屈服 大不了这次不行 再来一次 总有一次能将这里给扎平 他这小脾气一上了 这是铁了心和这里扛上了 金鱼的金雷声已近在指使 金语抬起头若有所思 脸上竟是慎重之色 随后诧异地看向帝颜歌 你竟然不是人 帝颜歌瞬间无语 这是他第二次听到这话 只是这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什么好话 此时金语取下头上的碧玉发簪 又撸下中指上的一枚碧玉剑 这簪子便是天道静 那个乾坤剑里是他所有的东西 希望你不要嫌弃 随着他手掌一挥 帝颜歌身上的冰链也金属消散 谢谢你 如今他终于知道了师兄的下落 以前都是自己任性 现在他也明白了内心真正的选择 似乎是感到对帝颜歌这五年的亏欠 如有来世 我定会偿还对你犯下的错 说罢便毫不犹豫地消失在帝颜歌面前 围观众人看着这一幕大惊失色 他是金雀大帝的师妹 还是天道静的守护者 那他给帝颜歌的那个碧玉簪子 不会就是天道静吗 原本精确大帝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 如今得知他的死讯 又无人能够解救于他 坦然赴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了 骆子盈眼神湿湿地望着天道静内的帝颜歌 原来这天道静是哥哥送给他的 可他却用哥哥送的东西来惩罚他 此时他脸上竟是嘲弄之色 骆子盈 你还真是这天下最大的傻子 帝颜歌闲来无事 将那发簪随意地往头发上一扎 而那个乾坤借带在终止上打小正好 不过当他用神石扫了一眼戒指后 便当场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了好东西 逆天改命术 不仅能为人改命续命 还能改资质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大大的批注 行逆天之术者 必遭天前 慎重 看到这帝颜歌心中又燃起了作死的希望 好东西啊 此时光幕外的骆子盈却是心头紧张地跳了起来 他似乎是明白了自己为何会从一个废材 成为一个有通天资质的大帝 这不由得让他体内疼得气血翻腰 一声巨响从天而降 整个秘境陡然之间晃动了起来 同时伴随着轻微的咔嚓声 上方的寒冰在不断的碎裂掉落 来了 一个是天生主角光环 一个是开挂风批女主 他们本是宗门引以为傲的天才 可就在五年前 两人踏入秘境之后双双失踪 不出意外的世人皆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剑心中依旧还是那个小门牌 在以武为尊的大陆苟延残喘 而帝颜歌在遭受了五年的寒冰之苦之后 今日终于破镜而出 伴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 下一刻水桶粗的紫围从天而降 刹那间整个秘境陡然之间晃动了起来 上方的寒冰在不断的碎裂掉落 帝颜歌没有急着出去 而是麻溜的拿出乾坤的 将那些扑轮轰掉的满地的千年寒冰都收了进去 这东西能用来炼药和断气 既然暂时死不了了 那可不能浪费了 光幕外的洛子营倒是急得大喊大叫 哥哥快走 宫殿要塌了 不过哥哥捡那些冰茶子干什么玩意儿 然后不解地看向神座上的帝颜歌 见哥哥懒得搭理他 下一刻瞬间瞄懂 哥哥这么做 肯定有哥哥的道理 此时帝颜歌周身灵力四射 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身上蔓延开来 而帝颜歌则是连跳几个小松子 直接迈过金丹前妻 瞬间成了金丹巅峰的修者 而这也是这些年积累的结果 下一刻整个秘境轰然炸裂 一时间地动山摇 帝颜歌脚长轻点 直接腾空而起飞了出来 他痴痴地望着变成一片废墟的秘境 金与不但帮他扛下了雷姐 更是毁了这秘境让他出来 只是感受着自己变得越发强的 帝颜歌欲哭无泪 这么搞下去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不过既然如此还是先回宗门吧 以后只能寄希望于大反派 骆子营和男主萧绝身上了 五年过去 见心中的弟子没有一个能成气候的 众长老的资质也没有任何变化 尤其是元臣 自帝颜歌死后 他哪里还愿意白养骆子营 只是宗主人后 帝颜歌都死了 他自然不会让他的弟弟孤苦无依地去留了 直到元臣得知帝颜歌回来的消息 整个人都傻了 不过转瞬间又变成了哈巴狗 好托儿 你终于回来了 为时以为你不幸遇难可是伤心了好久 如今再见到你 心情甚是激动啊 帝颜歌现在一心想先研究研究那个逆天改命术 让人不要打扰他 元臣真人恨不得将骆子营给供起来 房间让希柔师姐帮你打扫干净 再给你准备好最爱吃的烧鸡 帝颜歌脚步微顿 一语不发地冷眼注视着他 感觉到气氛不对 元臣真人这才连忙表示明白 随后一路屁颠地跟着他到了住处门口 还想再说点什么 却只听喷的一声 帝颜歌直接关上了门 元臣真人脸色微变 仅仅五年时间 这小子竟然已是金丹巅峰 比他们宗主修为还要高 他定是在秘境中有了什么奇遇 让希柔务必要套出来 另外把骆子营那个废物再接管 他只是在千刀万剐中睡了一觉 便是破如竹一举突破到了金丹巅峰镜 而事实上他的身体早已经千锤百炼 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的结果 随着一声巨像秘境炸裂开来 帝颜歌强势回归 宗门上下无不站立 所有人都以为他早已经死在秘境中了 可如今他不但毫发无损 竟然修为也超越在了宗主之上 这也更让元臣真人心生垂涎 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将自己关在了房间内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把逆天改命术 翻台第一页 依旧是那几个极其危险的警示说明 他小心翼翼地从头到尾看了个遍 只是眉头却越皱越紧 这书是好书 可问题是要求太多了 换个资质要讲究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还要搭配逆天的灵物 每一样都千难万难 就比如这个混沌神体 刘蛋得先找到混沌之力最纯净之地 还需要星辰星 神之谷 轮回法则以及三千大道 最后再经历七七五十六年的红莲夜火加深 而且更过分的是 失咒者会被红莲夜火反噬 经历千万年的夜火焚烧 最后才会生死到消 千万年之久啊 他又没有啥大病 就算能凑齐也不敢 原本他还以为只要将自己身上的灵根血脉 抠给落子已也就差不多了 显然这是没这么简单 如果真能这么轻松 那些资质逆天的弟子 估计根本就活不长久 帝颜哥打开乾坤界 又在里面翻腾了好一回 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能用的 吉阳之体 所需的材料 黄玄草 今日宝夜 天阳连以及幻疾沙 而这些东西他寄的乾坤界里面都有 最关键的是在反噬上面标注着 会声中不明诅咒 很可能当场生死到消 此时帝颜哥眉眼一弯 这不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吗 然后他迫不及待地在乾坤界里一顿翻折 不一会需要的材料便全部凑齐了 此时帝颜哥感觉有人过来了 他当即把东西收了起来起身去开门 五年未见 西游依旧显得灵动又可爱 严师弟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地颜哥微微一笑 便开口询问骆子盈 西游文言有些支支吾吾 子盈他现在很好 还是住在爹的院子里 由他亲自照料 地颜哥现在要迫不及待地 给骆子盈实验九阳之体 可却反手被西游拉住 怎么了师姐 只见他拿出一袋灵职 我知道师弟以前最喜欢灵职 这些都是这几年给你存的 对于白送上门的哪有不收之理 结果灵职便要去找骆子盈 然而却又被西游给叫住 子盈现在正在午休 要不你晚点再去看他吧 地颜哥虽然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只能答应了下来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西游面上闪过一丝阴霾 好险 时隔五年男主萧绝在回见心宗 只是他眼中邪裹着无尽的怨恨 恨地颜哥为了那些宝物 竟然亲手诛杀于他 他将他当成了最好的兄弟 可竟然背叛于他 后来又被人抓走 受了无数非人的折磨 最后靠着为家族复仇 还有对地颜哥的恨 才苦苦支撑到现在 而现在他终于回来了 地颜哥在乾坤界中 找到一本九阳之体 不仅能给骆子盈一天改命 关键是实施者会受到反噬 很可能当场生死到消 于是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去找骆子盈 可却被西游以各种借口搪塞 地颜哥虽然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那时的他根本就没想过 骆子盈会被虐待 于是他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九阳之体所需要的材料 还需要炼制一番 需要弄成合适的成分 才能进入下一步 而光幕外的骆子盈 早已经泪流满面 哥哥 对不起 而这句话他都已经说忙了 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 他身上这极阳之体的由来 原来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地颜哥给他的 可笑的是 他竟以为自己是天纵之财 还用他给他的东西来对付他 一旁的龙颜彻有些吃味 骆子盈 你少自作多情了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而骆子盈早已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 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只是此时的他也还不知道 这逆天改资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骚动 你们说谁来了 那个废物不是已经死了吗 听动静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什么人物这么神秘 这也成功引起了地颜哥的好奇心 下一刻只见他单手结印 神势离体而出 他要去看看究竟怎么的事 转眼间来到宗门入口处 地颜哥扫了一眼 后面露惊讶之色 此人金丹初七 身着黑色冬帽 迈着沉稳的步伐缓步前行 只是身上满是力气 眼中更是犯着掩饰不住的仇恨 这一看就是来搞事的 似乎感觉到有人的窥视 身上森然的冷意乍谢而出 夹杂着狂暴的灵力 袭向地颜哥的神识 而这也让地颜哥看清了他的脸 是萧绝 怎么会是他 而且还穿着天罡中的宗服 此时地颜哥显得有些猛逼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五年前 萧绝被金与扔出了秘境 更是一身修为被斐 在路边昏迷了三天三夜 才悠然醒来 他内心充满了伤心与绝望 他那样毫无保留的信任地颜哥 可他却一心只想杀他 这一刻 他内心燃起了滔天仇恨 后来又遇到了 在秘境中得罪过的人 众人看到他此时狼狈的模样 当然不会放过他 更是嘲笑他是个小哭包 可萧绝天生硬骨 疏人不疏阵 不出意外的这也成功激怒了对方 面具着众人的围攻 萧绝是图反抗 可他修为禁费 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 只是一个照面便被踹出数米远 下一秒口中的鲜血狂喷而出 那一刻 他心如死灰 男孩从小被灭了满门 从此无依无口 他却靠着惊人的毅力一路前行修行 后来不断收小弟 嫉恶如仇打反派 掳获女神芳心 最终成为了九天十戒赫赫有名的魔地 可就是这样的传奇人物 小时候却遭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好不容易选择相信一个人 把他当成守足兄弟 可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 然后修为禁费 昏死在路边 又受尽冷嘲热讽 遭受各种凌辱殴打 屡次九死一生 他虽有不甘 但却毫无反抗之力 直至被打得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 烟红的鲜血洒在雪白的冰地上格外的刺眼 可他们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对待眼前的萧绝就像是一个玩物 就这样践踏他的人一波接一波 后来天当中的弟子发现了他 只是一眼便认出了他是在秘境中帮人出头的小子 此时的萧绝气息极其微弱 但是心中却充满了仇恨与不感 他还没有为死去的父母报仇 他是他们萧家仅剩的唯一希望 然而就在这时他竟被一男子慢慢扶了起来 本以为他大发慈悲要求萧绝 一旁的同伴不解地看着男子 甚至还出言怒斥他的行为 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任何同情和言 可他哪有那么好心 他只是感受到萧绝身上有金丹七妖兽的气息 肯定是在秘境中得了什么宝贝 他要带他回宗门交给长老沈了 在阴暗潮湿的地牢中 他又被囚禁起来遭到言行拷打 身体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可就算这样 面对他们的言行逼顾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而他依然没有半分屈服 一心意外换来的是更疯狂的鞭打 倘福不问出点秘密他们事不把休 只是一瞬间 就皮开肉栈的身体鲜血四肩 他的眼神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的气味 就这样他慢慢地失去了意识 梦境中他曾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对世界充满了希望和梦想 可悲的是 现在他的心灵已经被黑暗和绝望所填满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够坚持下去 就这样他遭受着日复一日的毒打 昏迷了被唤醒 醒了继续打 可他宁死也没有说出半个字 终于长老没有了耐心 将他扔出棕门喂狗 别让他脏了我的眼 随后气喘呼呼地夺门而去 男孩缓缓握紧了拳头 看着面目全非几乎失去生机的萧绝 又一脚一脚地踹向他的头颅 他本以为能靠萧绝来博取长老的青睐 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不识抬举 既然想死 那老子就成全你 旁边的女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难道你剔烂了她的头 她就能说话了吗 男孩这才带着厌恶不屑的表情离去 处理尸体的事 就拜托千雪妹妹了 就这样萧绝的尸体被捆得严严实实 被女孩一步一步地拖向荒山野岭 旁边的野兽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五年前他们是手足兄弟 五年后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他分地严格为那些宝物 竟然亲手诛杀于他 他将他当成最好的兄弟 可他竟然背叛于他 更害得他修为禁费昏死在路边 像死狗一般被人凌辱剑头 又被天罕宗的人抓走 那些人为了逼问他秘境的命运 他受了无数非人的折磨 严受着日复一日的严刑拷打 可他硬是没有吐出半个子 渐渐地天罡宗的长老也失去了耐心 要把他的尸体扔出去喂狗 而负责处理尸体的千雪心底善良 找了个风水宝地准备将他下葬 出乎意料的是 肖爵竟然一直吊着一口气 此时的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他置身于一片宁静的山谷中 阳光温暖而舒适地洒他的身上 他看到了他的家人 他们笑着走向他 伸出温暖的手臂 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 然而下一刻便迎来了灭顶之灾 瞬间他的家族传来了一阵阵哀嚎声 只是请客间便势横便演 随后他猛然拉着千雪的衣角 仿佛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他还不能死 他大仇未报如何瞑目 他一定要活下去 本就善良的千雪产生了动容 偷偷救下他之后隐藏在山洞中 靠着宗门的丹药为他续命 隔几日也会悄悄地给他送去饭菜 而萧绝或许是命运 或许是靠着为家族复仇和对地言哥的恨 原本经脉禁毁的他 就这样硬生生地挺了惯来 没日没夜地拼命修炼 直到五年之后 他再次突破了金丹七 不犹豫地手认了那些曾经虐待他的人 他们虽然诧异 但也为时已晚 此时的萧绝犹如脱缰的猛兽 神党杀魔 魔党杀佛 最后将天罡宗交给了千雪 这才回到剑星宗 而他那五年所经历的一切 全部都是拜地言哥所赐 他绝对不会放过他 而事实上这五年来 他们双方都不知道彼此身上发生的事情 萧绝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元臣真人的住处 元臣真人顿时吓得尿不是都湿了 毕竟之前他对萧绝的态度可是极其不好 不过身为老狐狸的他 还是表现出一副关怀的模样 几年未见 徒儿的功力长进不少啊 萧绝眼神冰冷 正要开口询问地言哥的时候 突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这不是地言哥还能是谁 二世帝 好久不见 这一刻 萧绝周身的力气炸弃而出 多年未见 别来无恙 少年怒气冲冲地跑来找地言哥算账 他内心充满了滔天恨意 势必要将他碎尸万段 可下一秒竟直接愣在原地 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日没夜的苦修数年 可到头来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 而且人家压根就没把他当回事 而萧绝只觉得是地言哥内心太过内疚 所以才不敢和他指使 不过秘境之事他倒是要问问他如何狡辩 可下一刻地言哥直接走向元臣真人 老头 死赢了 我来看看他 对于旁边的萧绝仿佛就像是空气一般 这不由得让他恨得咬牙切齿 可偏偏又打不过他 于是阴阳怪气的轻壳一声再次问候 师兄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 地言哥文言这才反应过来 他一心挂念骆子盈 差点把他给忘了 这五年你去哪了 我听说你也是刚回来 承蒙师兄的照顾 这五年 我过得非常好 话虽如此 但是这几个字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地言哥健壮也敷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过得好就行 萧绝正要开口说点什么 却见他一看视线看向前方 原来是西柔带着骆子盈过来了 只是此刻的小男孩受骨灵循 走起路来都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五年过去了 按理说骆子盈已经十三岁 在这古代都可以取亲了 可他现在却看起来如同十岁孩童一般 想当年骆子盈是那样白白嫩嫩的小包子 没想到竟然成了这副小白菜样 太惨了 惨得地言哥内心有些愧疚 毕竟是他带他来这里的 而且当初骆子盈母亲嘱托他去找的那个人 他也压根没有去找 为了能够早日回家 他根本就没将太多心思放到他的心上 他有些心酸地唤了他一生 子盈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可骆子盈除了害怕地看了他一眼了 剩下的都是对他的痛恨 过去的五年里 原成真人每次打他的时候 口中都会一直叫着言哥这个名字 原成本就是个小人 再加上认为地言哥已经死在秘境中了 他怎么可能真的愿意养一个废物 便时常虐待骆子盈 久而久之 骆子盈便潜移默化地认为 他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地言哥 所以地言哥是即原成之外 骆子盈最害怕的人 肖觉见状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伸出双臂呼唤骆子盈 可怜兮兮的他一把就搂住了肖觉 肖觉此时内心越加不甘 他到底哪里不如骆子盈这个废物 他愿意为骆子盈这个废物去冒险 却要对他通情深受 地言哥见到这一幕简直惊呆了 第一男主抱着第一大反开 这是什么奇怪的剧情走向 他一生我行我素 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哪怕被人误解也从不解释 更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如果有人想弄死他 那么他巴不得别人赶紧动手 甚至还怕死不了主动去挑衅 而肖觉便是想象他碎尸万段的人之一 本来带着滔天恨意来找他算账 可却发现他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 这种看不惯又干不掉他的感觉 简直让他生无可恋 要说地言哥唯一还算在乎的也只有骆子盈了 但可悲的是 他对他除了害怕也只有无尽的恨意 而肖觉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 于是便打算从骆子盈入手 在肖觉的呼唤下 可怜兮兮的他一把就搂住了肖觉 光幕外的骆子盈看到这一幕起的直跺脚 可恶 一定是肖觉那个该死的家伙 挑拨了他和哥哥之间的关系 而至于其他人 则是如同看好戏般 看着肖觉和地言哥狗咬狗 只见肖觉话风一转沉声说道 五年了 师兄看到我就没有一点想要说的吗 而其实肖觉内心也是又有些期待的 他从小就无依无口 之前地言哥对他有意无意的帮助 让他孤独的心灵产生过无数次的动容 他非常希望能和地言哥做情同手足的兄弟 但如果他强行解释的话 那么他该不该相信 可地言哥只是尴尬地挠了挠头 还真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本来就不说 而且对于他来说只是修炼了一下 就跳到了五年后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 地言哥只是不想回忆起那五年所经受的痛苦 这他们都懂 肖觉看着他那般敷衍的态度恨意更深 可当年的事 我偏偏想听 而对于他一直记恨的事情 其实地言哥压根从来就没放在心上过 在肖觉的再三提醒下 他才想起来 原来是之前那个金玉做的事 不就是离间了他和肖觉 这多大点事 反正他是绝对不会解释的 当年的事我不想再提 我找子盈有点事 你让开一点 而这种态度让肖觉有种一拳 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他偏偏就是不让 他就不信地言哥还像当年那样对他下厮手 他最为重视的就是这个弟弟 所以他铁定不会在骆子盈面前对他下手 虽然对方有些无理取闹 但地言哥也能够理解 至少在肖觉看来 他可是对他下过手 不过能被大男主给恨上 他感觉回家之路突然又近了许多 这一身惊淡的修为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于是正义凛然地表示 我做的事无愧于心 化落肖觉气得差点被原地送走 至于一边的元臣和西柔 已经被两人的气场震得完全不敢吱声 尤其是元臣 想到这些年他对骆子盈做的事 整个人忍不住瑟瑟发抖 很快肖觉又冷静了下来 故意说道 不知当年师兄在秘境中得到了什么宝贝 不如让我们分一分如何 可出乎他的意料 地言哥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 在他猛逼的眼神中 地言哥一股脑地把没用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 一个上股陨落的神 能有多少好东西 可以说非常多 但要考虑有些东西不能拿出来 他怕那些东西拿出来 这件心中指不定哪天就被灭门了 所以他拿出来的 除了用在骆子盈身上的材料外 只有金丹巅峰以下能用的东西 此时元臣两人看着眼前如小山般的宝物 也顾不上害怕了 眼中尽是贪婪之色 虽然肖爵也是震惊于这些东西 但看着地言哥那随意的眼神便了然地指着他道 这些垃圾狗都不要 你糊弄他们可以 但别想糊弄我 地言哥见状那小脾气顿时也上来了 这家伙心里都没一点低数 小爷我一再忍让 耐心也是有限的 肖爵虽然恼怒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过他 于是转身搂着骆子盈 这里没有一个好人 我们走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男主 不管他资质再好如何拼命地修炼 可在风批女主面前 他始终连狗都不如 面对他的误解 地言哥更是不屑一鼓 肖爵虽然恼怒 但也只能牙咬碎了网肚里 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过他 于是便接近骆子盈离间 他们之间的感情 而那时的骆子盈见肖爵 将他带离这个地狱 俨然将他当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地 地言哥充满了疑惑 这家伙要带子盈去呢 难道东西也不要了吗 西柔站在一边脸都红了半边天 显然是丢不起那个人 不过地言哥大手一挥 就将东西全部收了回去 骆子盈的是他还没找他算账 竟然还敢要东西 如果不是看在西柔的份上 地言哥早就打死他了 虽说元臣略显尴尬 但是西柔内心却暗自窃喜 因为他刚才说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接下来的几天 骆子盈都同萧绝年糊在一起 而且骆子盈每次见到地言哥 都会露出惊恐的眼神 甚至萧绝为了刺激他 他故意和骆子盈做出亲密的举动 这让地言哥一阵无语 骆子盈如此不佩服 他还怎么给他逆天改资质 总不能去找别人吧 根据书册上记载 逆天换资只有七成的成功率 还有一成可能会出现其他变故 他研究来研究去 命最硬的也只有萧绝和骆子盈了 但这萧绝的资质已经很逆天了 所以目前为止只有骆子盈最为合适 于是他决定再去问问骆子盈 如果他不愿意 那他也没有办法了 随着一声推门声 骆子盈一见到地言哥过来了 便抱住了萧绝的腰 将头都埋在了他的胸口 再看萧绝则是将手搭在骆子盈的肩上 用挑衅的目光看着他 这一幕让地言哥的嘴角直抽抽 总觉得这发展有些不对劲 而骆绝故意当着骆子盈的面阴阳怪气的 师兄 你又来做什么 你这样吓到子盈了 关你屁事 他们俩爱咋样咋样 他管不了也完全没兴趣 他只是想着急回家 殊不知在几天之后 骆子盈是改资质成功了 可他却遭到反噬活生生地变成了一只小狐狸 当他准备上前问骆子盈之时 却被萧绝直接挡在了前面 而此时空气中弥漫着微妙的气息 神界大帝竟然是人人唾弃的废仔 而他能有如今的成就 这一切全都是地言哥拿命给他换来的 可笑的是他竟然还对他恨之入骨 地言哥想要为他逆天改命 可不但被萧绝挡在前面 就连他自己也是一句话都不吭 最后地言哥的耐心也被消磨殆尽 骆子盈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要不要修炼 要不要变得比任何人都强 骆子盈在听到之后顿时眸中星辰闪耀 显然充满了对修炼的渴望 可转瞬又黯然了下来 将头埋进了萧绝的怀中 只是那微微颤抖的肩膀 似乎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挨疼 光幕外的骆子盈看到这一幕脸都气红了 他是怎么也想不到 他和萧绝之间竟然还有一段这样的过去 可恨他不能冲进去 却不会放过刺激他的每一个机会 地言哥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明知子盈资质废物无所修行 你还来故意刺激他 他已经够可怜了 是你将他带来的宗门 可你耻顾自己 从没将这个弟弟放在眼里 他知道地言哥对骆子盈的重视 所以他故意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他痛苦 地言哥背着他们站在那里 那背影看着有些落寞 这是确实是他不对 他会补偿他的 可萧绝依旧不依不饶 骆子盈可是被元臣那个老东行列带了整整五年 你的一句补偿就够了吗 不会是打算把那些破烂给骆子盈吧 他不需要 他要的是修炼 你能给他逆天改姿吗 萧绝就是要说狠毒的话故意为难他 他也要让他尝试到他五年来所受的苦楚 地言哥缓缓握紧了拳头 他会给骆子盈想要的 另外他也知道萧绝此次回来的目的 用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吧 话已至此 地言哥也不想多说什么 萧绝怒气冲冲地大声喊叫 地言哥 你到底什么意思 然而地言哥留给他的只是一个孤寂的背影 他的这种不解释不愤怒的刑警 让萧绝内心五味杂平 骆子盈还想黏糊到他身上 却被他一把推开 看什么他 你那个哥哥也不要你了 你就是一个废物累赘 同时他也有些苦涩 废物累赘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 哪怕他失踪了五年 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关心他 更是没有人去找过他 但骆子盈这个废物却比他幸运 至少还有一个地言哥一直守在他的身后 既然都是废物 那凭什么他能被言哥如此在意 而骆子盈此时整个人害怕的瑟瑟发抖 努力地缩成一团 虽然他内心也很痛苦 不想承认自己是废物 可事实就是如此 光幕外骆子盈气的一拳砸向光幕 该死的消绝 我同你不共戴天 而其他人则是幸灾乐火 尤其是看到两魔头成了死对头 他们更是乐在其中 这边地言哥已经下定了决心 但在此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 那就是害得骆父母和老父子惨死 拥有三足无刺青的那些人 他只是为了报答一犯之恩 便对男孩生死守护 多年前男孩一家惨遭灭门 而帝言哥在回到现代之前 需要料理的最后一桩后事 便是找到并除掉凶手 这三足无刺青的人不解决 总归是一个祸害 经过他的打听终于得知 这三足无的刺青同属三流修仙门徒 金阳宗 在三流宗门中 已经算是顶级的宗门了 而金阳宗的每个入门弟子 身上都会留下这么一个刺青 宗门内有五个金丹七修为的修者 尤其是他们宗主 早在七年前便是半不原音 而他也正好是在七年前毕的关 直到现在都还没出关 难怪当年天选子让他不要轻易打听 这金阳宗果然有两把刷子 帝言哥边想事情边修炼 突然间他感觉一股陌生而强大的气势 正向骆子迎住处靠近 而这气势并不属于萧绝 于是他火速追了过去 等他赶到的时候 萧绝已经被一个中年男子打得吐血不止 而骆子迎正躲在角落里惊恐地缩着身体 中年男子身穿紫棚 长相虽然平平无奇 但那张脸却看起来气势十足 尤其是他身上散发的气势 竟是人应尽 帝言哥眼见的一眼便看到了 中年男子脖子上的三足无刺青 竟然是金阳宗 男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他是金阳宗的宗主赤阳真人 宗门的那几个废物 做事都不干净 你说你和那个小废物 老老实实地过完这辈子多好 非要打听当年的事 不过也多亏他打听 才让他知道了他们的下落 说着中年男子贪婪地看着帝言哥 虽然他不知道帝言哥 如何在短短数年间 有了如此修为 但今日过后 这个秘密便属于他了 他已经想到了 要夺设帝言哥年轻的生命 虽然想夺设并不容易 需要花数年 乃至数十年时间准备 但他可以先抓了帝言哥 然后慢慢再想办法 还有那个被他打得吐血的萧爵 也定要抓起来研究 在他的概念中 这种逆天的资质 就不应该出现在 剑心中这样的垃圾门牌 此时他已经将帝言哥 和萧爵两人 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他可不认为帝言哥 一个年纪轻轻的金丹 能是他这个修行了几百年 已经迈入元英的他的对手 元英初期和金丹巅峰 那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就算再加几百个帝言哥 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小子 你若是束手就擒 我可以放过剑心中 不然力图你满门 与此同时 剑心中宗主义行人也赶了过来 元臣真人一见到 中年男子当场就吓尿了 下一秒立即反水跪了下来 赤阳真人 这小子同我们剑心中 没有任何关系 他早已被逐出室门 既然他得罪了您 您就算打死他 也是合情合理 剑心中宗主没有开口 他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赤阳真人实在太强 他有心而力不足 元臣接着表示 让帝言哥跪下 看在宗门收留他的份上 也为了宗门众生 让他赶紧从了赤阳真人 帝言哥此时 想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不过还是先解决眼前的麻烦 要不是因为他还有证事要做 同中年男子同归于尽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老东西 当年你为何要杀落实夫妇 帝言哥自说到以来 天不怕地不怕 主打的就是一个命名 如果侥幸死了 那他正好可以回家 面对元殷尽的男子 他依然稳如老狗 要是能和他同归于尽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可惜了 唯独这次他不想死 因为他还有一件重要的后事没做 老东西 当年你为何要杀落实夫妇 赤阳真人略显惊讶 显然没想到 帝言哥都到了如此窘迫之地 竟然还能口出狂言 他杀他们自然是因为 他们拿了不该拿东西 他能顺利突破元殷 说到底还要感谢他们两人 同时只见他元殷尽的气势一走 强横的压迫感瞬间席卷热爱 刹那间见心中一众齐齐色变 带来的威压让他们浑身出冷汗 下一刻纷纷忍不住跪在地上 连萧爵也只能用剑制着身体 不让自己倒下 而只有他面前的帝言哥 自始至终半分都没有动过 这让赤阳真人看向他的眼中 更是充满渴求 随后手中的灵力浮现 地言哥的表现让他处处意外 今日他要定了 下一刻画作巨大的手掌 猛然向地言哥抓了管 而地言哥只是不紧不慢地 放出了一个火球 直接朝着手掌戏去 赤阳真人见状带着讽刺 顿时哈哈大笑 见心中的众人和消觉一见的火球 当即脸色微变 即便圆英镜的气势压得 他们抬不起头 但他们还是在努力往外爬 想当年地言哥在住激进的时候 便一口气诈平了方圆好几里 差点将他们集体送走 现在地言哥都惊丹了 这不是要人命吗 下一秒赤阳真人的笑声嘎然而止 因为他感觉那个小小的火球中 蕴含的能量 竟然让他有种不含而立的感觉 水龙银 随着他的一声大喝凌厉 直接变换形体 下一刻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水 在巨大的水龙面前 这火球犹如水龙吐出的龙珠一本 小的让他鄙视 果不其然水龙一口便吞掉了 小小的火球 没有泛起一点波澜 赤阳真人忍不住一阵得意 从他突破以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动手 而地言哥也被水龙 这绚丽的术法给惊了一下 当然他惊的是赤阳真人有毒 这放出水龙 不知道水火不清很容易炸吗 不过既然这老东西找死 那便成全他 地言哥随即一口气 放出了一个又一个火球 然后毫不犹豫地向水龙飞去 两者还没有碰撞周遭的空气 仿佛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地言哥放完火球 就转身往一边停 边跑边喊着 让众人注意隐蔽 在两股灵力即将接触的那一瞬 地言哥第一时间 将骆子迎护在了身下 而这仅仅是眨眼间的功夫 下一秒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狂暴的灵力瞬间四散开来 以火龙为半径的 整个剑星宗 全部都被炸上了天 地言哥冷冷地 朝着赤阳真人的方向 瞥了一眼 萧觉 你带子迎走远点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倒是定会给你补偿 萧觉文言吞吞吐吐吐的 想说点啥 不过却被地言哥 直接塞在口中一粒丹药 有些微凉的手指 触碰到他的时候 萧觉感觉自己的心脏 不争气地漏跳了一排 地言哥展颜一笑 只留给他一个决绝的背影 这是一场水与火的较量 双方直冲要害 呼召致命 只见男子手掌一挥 瞬间变换出一条巨大的水龙 只是眨眼间火球就被吞没 还没等男子开口鄙视 地言哥一口气又放出一连唱火球 下一秒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狂暴的灵力瞬间四散开来 以火龙为半径的整个剑心中 全部都被炸上了天 地言哥朝着赤阳真人的方向 瞥了一眼 将骆子迎交到了萧觉的手中 随后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 萧觉看着他一时间 竟有些出神 不过还是没好气地说道 等你能活下来再说吧 地言哥回眸微微一笑 闯服血裹着漫天风华 萧觉此时只感觉撩人心脱 一时间又看愣了 消失 萧觉才回过神 越发觉得自己不争气 清风吹拂 扬起地言哥蓝色的衣角 此时如同天神降临一般 再对比赤阳真人 从废墟爬出来的狼狈模样 这让他又是极度又暖目 周深的灵力瞬间炸裂开来 小子 你成功地激怒了本作 地言哥缓缓地取下乾坤戒 这家伙不会觉得自己现在很酷了 随后从乾坤戒中取出一把丹药 然后一口气吞了下去 下一刻周深金光大盛 体内的灵力节节攀升 一瞬间他直接从金丹巅峰突破到了半部员阴镜 没有多余的废话 紧接着他再次放出一个火球 赤阳真人看着他熟悉的配方不由的一阵嘲笑 你就只有这种手段吗 不过很快他便笑不动了 只见地言哥双手不停地旋转 瞬息间又放出了八个球 分别是金木水土风雷冰毒八种元素 此时周遭的空气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紧接着他双手开始揉搓 五颜六色的火球慢慢地开始凝聚 下一刻变合成了一个吹不溜秋的球体 狂暴的灵力夹杂着轰隆隆的威压 赤阳真人眼神微变 这种操作他从未听说过 这些玩意竟还能融合在一起 然而对方速度太快 他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秒赤阳真人也放出了一团黑色的束缚 这是他在原因期刚悟出来的大鹰猎鼠 在两股灵力交汇的一瞬间 刹那间地动山摇 只是地言哥带来的威压更加可恶 此时赤阳真人感受到了威胁 他想躲开那个大球 可他却惊讶地发现身体竟然动不了风吼 下一刻随着一声巨响 剑星踪及方圆几百里都被炸上了天 甚至连千里之外的主城都受到了波及 光芒外的围观的众人一时间都有些猛逼 这基础术法有这么厉害吗 威力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等等 我要先去买几本基础术法好好研究一下 没有人关心一下妖帝吗 这种威力之下你们觉得他伤得怎么样 关心个屁 反正他又死不了 赶紧去买基础术法比较重要 此时只有若子银贵在那里不停地吐血 他心疼地看向光芒 心里的自责愧疚全部涌上心头 他的好哥哥又一次因为他受伤了 帝炎哥对战员英镜选手 瞬间造出金木水土氛围毒冰八种元素 随着他双手揉搓 赌炎六色的元素慢慢地开始凝聚 下一刻便合成了一个黑不溜秋的球体 夹杂着狂暴的灵力向男子砸去 释阳真人感受着上方带来的恐怖威压 是谁觉着大英猎术 在两股灵力交汇的一瞬间 刹那间地动山摇 下一刻随着一声巨响 方圆几百里都被炸得灰飞烟灭 萧绝感受着远处那股恐怖的力量 不甘地瞪着那个方向 骆子银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师兄他还活着吗 因为刚才帝炎哥救他的事 他也看在眼里 本就不爽的萧绝在听到此话后 更是咬牙切齿 他死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是一道轻力的声音响起 萧绝 你又在说我的坏话 萧绝眼眸微动 在见到帝炎哥没死的时候 他的心里竟然有些窃喜 不过很快又觉得自己有些犯截 当即脸色又阴沉了下来 来得正好 因为他答应过他要给他补偿的 帝炎哥大口缓了好几口气 然后取下乾坤剑 除了骆子银需要的以外 霹里啪啦一股脑全部倒了出来 萧绝看到如同小山般的东西大吃一惊 这么多 而且一看就都是好东西 不过当即又皱起眉头 多又如何 反正他都是为了骆子银 随即他拿出当年帝炎哥送给他的破乾坤袋 毫不客气地将所有东西收了进去 这些东西就当是当年他对他的补偿了 帝炎哥忍不住轻咳了一声 既然收了他的东西 以后就麻烦帮他看着点骆子银 至少别让他死了 萧绝不屑地扫了他一眼 怎么 难道你要死了 关你屁事 反正你马上就能得偿所愿了 他东张西望地看了下四周无人 顿时觉得时机来了 随后一掌打向萧绝 又一掌打晕了骆子银 萧绝怎么说也是精丹修为 也就只会晕个一小会而已 他做的这种事不能让任何人打扰 补偿也已经给他了 以后他就自求多福吧 帝炎哥扛着骆子银来到一处僻静的小山 这里是他早已经安排好的地方 而且周围也布置了阵法 现在只等太阳出气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的阳气最为充沛 正好给骆子银换资质 趁着天还没亮 帝炎哥坐在一边开始畅想回去之后 当霸总的日子 到时候面对源源不断的金钱诱惑 他又应该怎么抗拒呢 这些确实挺苦恼的 在面对着一群小迷妹的各种冲动 他该怎么回应呢 如果他们忍不住对我左拥右抱 那我该不该接受呢 到时他该怎么做 才能当个低调而不识霸气的霸总呢 想着想着帝炎哥突然露出一个激动的笑容 而光幕外的骆子银看到这一幕 只感觉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堵得他呼吸都觉得困难 原来他在帝炎哥心中如此重要 重要到哪怕他此刻伤得那么严重 但仅仅只是看着他的睡眼也能笑出声 骆子银一直在承受着他曾经一半的痛苦 帝炎哥此刻的伤势只有现在的他最了解 他已经伤重到随时都可能生死到消 可他却为了他一直苦苦坚持着 骆子银嘴角不断溢出鲜血 身痛却远不如心疼 他扑在光幕前不禁泪流满面 我的好哥哥 对不起 虽然他很想让帝炎哥停下 希望他赶紧去治身上的伤 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他欠帝炎哥的实在太多了 连他的血海深仇都是他帮他报的 还身负重伤经脉寸断 可他不但不医治 以来诅咒劫雷 他这一生都将会背负厄运缠身 直到彻底灰飞烟灭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不但是为了给弟弟逆天摆命 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家 帝炎哥拖着惨败的身躯 带着骆子银来到山上 现在只等太阳出起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的阳气最为充沛 正适合给骆子银换资质 几个时辰后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 浅红色的光照在帝炎哥妖孽般的脸上 如同染上一层胭脂 此时的他似乎所有光滑都会聚于一身 令人过目难忘 帝炎哥看着那丝曙光 唇角不由地勾起一丝弧度 他终于能回家了 怀着激动的心情 从乾坤界中将东西取了出来 正好九件物品 落在骆子银身上的九个大学之上 日如真阳 月如真音 帝炎哥口中念念有词 只是每念一个词 他的五脏也就翻腾得越发粒粒 帝炎哥便念着口诀 笑得越发妩媚 因为他再次感觉到了死亡的来临 离家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只是差那间四周变金光大赦 金光随着口诀变化成了各种符号 更可怕的是那种恐怖威压 让帝炎哥前所未有的窒息感 不一会儿额头上便布满了痘大的寒珠 悟天地阴阳之理 可见天地之万物 随着一句句口诀念出 金色的符号不断在骆子银身边盘旋 同时他身上的九个穴位爆发出刺眼的光芒 骆子银也凌空悬浮了起来 那些原本飘着的金色符号如同被什么给吸引 纷纷往骆子银身上的九个穴位钻去 除此之外 那九件物品也渐渐地融入了骆子银的体内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一团紫色的云朵渐渐地出现在他们的头顶 夹杂着深紫色和金色的电雷 逆天而行 必定天打雷劈 金色的闪电是骆子银的逆天雷解 而另一道深紫色的 同之前的劫雷不同 则是诅咒之雷 这是天道的诅咒一旦背负 一生都将背负厄运 光目外众人看得心惊肉跳 显然没想到地言哥那个妖帝 在年轻的时候竟然为骆子银做了这么多 虽说他本身就是神体转世 但这种天命的诅咒 就算是拥有神脉的他也依旧无解 厄运缠身 直到彻底灰飞烟灭 不过这妖帝肯定有办法解诅咒 也有办法全身而退 你们看他现在哪有一点中了诅咒的痕迹 这都是套路 你们都别信 他这么做肯定是为了博取青阳大帝的同情 说的没错 肯定是这样 妖帝怎么可能会真心就青阳大帝 可下一秒直接被骆子银一掌打飞了出去 口中的鲜血狂喷而出 青阳大帝 你可是主行律的大帝 怎么能随意出手伤人 此时骆子银浑身气势全开 谁再敢说他哥哥的坏话就打死他 骆子银打完之后又回到了光幕前 脸上竟是委屈可怜的模样 哪还有刚才凶狠的样子 你们看到没有 哥哥都是为了我呀 其他几个大帝看他此时的损除 炫耀也要有个度吧 半组着风风的轻拼巨弦 金色的光弧从紫云中缓缓聚集 帝颜哥一边念口诀 一边指引金色光弧 随着他手掌一顿 同时大喝一声 金色的电弧瞬间轻咔而下 疯狂地朝着空中的骆子银席卷而去 涌入他的五脏六腑被镜数吸收 片刻之后金光吸收殆尽 帝颜哥如是重负地呼出一口浊气 回头看了一眼骆子银 以后自行保重 至于这一世界之旅 小爷我就不奉陪了 他还要感谢骆子银祖宗十九代 因为他终于能回家了 与此同时 此次次的杰雷顺势劈了下来 帝颜哥毫不犹豫直冲营销 一瞬间劈得他连魂都要飞出来 随着咔嚓一声 早就在打斗中就已经碎裂的金丹 终于彻底粉碎 帝颜哥在一次踏上做死的征程 以天之术引来诅咒劫雷 一旦背负将会一生厄运缠身 直到彻底灰飞烟灭 可越是这样 他就越发笑地疯狂 紫色点 在一部的威亚轻盘而下 恰意到他毫不犹豫地直冲营销 浑身都沐浴在了恐怖的劫雷当中 随着咔嚓一声 体内的金丹终于彻底粉碎 随后一道紫色的光芒冲入帝颜哥的额头 瞬间在他的额尖形成一个紫色符后 让他本就妖孽的脸月发火人心事 地颜哥只感觉额头一阵发痒 用手抓了抓后 随即再次冲向紫云 来啊 劈死小爷 小爷就站在这里让你劈 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紫雷再劈了一下后 便打算飘走 等等 你别走 这该死的雷不讲武德 怎么才劈一下就要跑路 眼看着紫云要飘走 地颜哥这急忙慌地追了上去 可不管他怎么费劲巴拉地往前追 这紫雷始终不再屁他分厚 这可把地颜哥给挤死了 片刻之后 他突然从九霄之上坠了下去 此时他已经将仅存的灵力耗尽 再加上逆天反噬 终于再也坚持不住 当然他这是故意找到这么高的地方 也是为了双重保障 随着地颜哥的身体急速下落 他只感觉耳边风的呼啸 全身上下甚至连一次力气都没有 回家之路已经静在眼前 地颜哥默默地闭上眼 不知怎地 他又想到了当爸总的美好日子 连嘴角都带着淡淡的笑意 光幕外的落子银捂着胸口 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 哥哥 我不值得呀 我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 要不是为了他 地颜哥也不会伤成那样 他是那样地在意他 甚至连重伤之下 也露出一个温润的笑容 那一定是想到了他 突然地颜哥想到了 悬疑仙宗的传承 可奇怪的是怎么都甩不出去 难道这传承要跟着他一起躲呆了吗 就在地颜哥以为 自己铁定能回家至极 突然被一双小小的手给抓住 地颜哥愤怒地睁开眸子 发现竟然是落子银的 哥哥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我对不起你 我那样对你 你为什么还要为我做这么多 地颜哥虚弱地惊叹一声 你都想起来了 不过你没有修为是怎么上来的 落子银闻言瞬间猛圈了 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叫声 两人齐齐地往下掉 地颜哥终于又满意地闭上了你 而落子银可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 这次他一定要保护哥哥 然后猛然用力翻到了地颜哥的想法 没错 他要给哥哥当肉盾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两人狠狠地砸向地面 地颜哥脸上始终带着满足的笑容 应该马上到家了吧 半赏后落子银艰难地从他身下爬出 看着昏迷不醒的地颜哥开始大喊大叫 哥哥你千万不要有事 地颜哥被他叽叽喳喳的声音 吵得动了动眼皮 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难道我还活着 女孩为了能够灰飞烟灭 不惜不意引来诅咒劫雷 甚至生怕死不了追着他满天跑 随着他浑身凌厉消耗殆尽 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从高空坠目 此时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享受着即将回家的喜悦 可人算不如天算 落子银突然一招恢复记忆 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抱住了他 并将自己荡成了肉顿户在地颜哥身下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两人狠狠地砸向地面 落子银爬出来后 就坐在地颜哥身边痛哭流涕 想到这些年他认贼做师傅 又对地颜哥恶言相想 将他的心伤了一遍又一遍 他哭得更伤心了 地颜哥被他闹挺的瞬间睁开毛子 吵死了 赶紧滚 刚才他们在这里动静太大 肯定会有人注意到这里 他倒是无所谓 落子银可就死定了 可落子银一把就扑到了他的怀眼 看到哥哥没事真是太好 地颜哥直接把他推开 再一次让他滚蛋 此时落子银两眼含泪被敢委屈 哥哥肯定还在生他的气 不过他这几年也不是故意那样对哥哥 他只是失去了他们之间那段时间的记忆 就在这时 也不知道是不是厄运加深 一个让落子银万分痛恨的人出现了 地颜哥见状火冒三丈 让你走你不走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 落子银不怒返校 原来刚当哥哥是在担心他的安危啊 元臣不怀好意地捋了捋胡须 我的好徒弟 你这又要去哪啊 元臣贪婪地看着重伤的地颜哥手中的戒指 想到之前那满山的五彩霞光 眼中的贪婪更甚 在他看来 一定是地颜哥在之前的大战中受了重伤 现在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落子银厌恶地看着他 元臣你想干什么 哥哥现在身受重伤 他一定要保护好他 地颜哥见到元臣感觉机会又来 他真的不想再耽误下去了 于是他艰难地伸手拉住落子银 他的目标是我 快走 可下一秒一个重心不稳就又倒在了地上 可落子银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会抛下他 任凭怎么说都白费 地颜哥无语死了 他真没跟落子银客气 不像这里啥也没有 元臣脸上贪婪的表情越发明显 把颜哥手上的那枚戒指给我 拿到后我就会离开 保证不会伤及两位的性命 同时元臣谋中的杀衣一失而过 显然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毕竟他也怕地颜哥在恢复伤势后找他算账 落子银当即将地颜哥手上的戒指落下来 然后毫不犹豫地扔给了元臣 元臣接过戒指脸上的杀衣更甚 正当落子银要搀扶着地颜哥准备离开之际 他突然朝着两人袭来 如此亲信他人 落子银这五年的教训 还不足以让你长进吗 地颜哥见撞顿时大喜 没等落子银反应过来之际 瞬间挡在了他的前面 下一刻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地颜哥承受了重重的一击 刹那间他终于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地颜哥身负重伤奄奄奄一息 师父竟然为了宝物趁火打劫 落子银二话不说 直接把乾坤戒扔给了他 可元臣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他们 下一秒斜裹着狂暴的灵力 向两人洗来 千军一发之际 地颜哥用身体护住了弟弟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狂暴的灵力狠狠砸向他的后背 地颜哥终于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同时口中的鲜血狂喷而出 五脏六腑仿佛都已经碎裂 鲜血喷洒在落子银稚嫩的脸上 哥哥 他顿时悲痛欲绝 可没想到这一晕 落子银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或许是之前逆天改资质留下的残存能量 之前的胆小切若顿时变得凶狠残暴 元臣老狗 我杀了你 说罢便毫不犹豫地朝着元臣戏去 元臣看着这一幕不由的一阵冷笑 就你去废物也赔 下一刻金色和紫色的灵力轰然碰撞 此时落子银犹如脱缰的野兽 眼神变得冰冷无比 狂暴的灵力像疾风咒语般连绵不绝 随着落子银一声嘶吼 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悲痛 伤哥哥者 杀无赦 元臣猛然一惊 感受到了那股死亡般的威胁 下一秒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金色的光芒狠狠地咋向元臣 趁老狗顿时鲜血四肩 倒在了血泊当中 同时细柔也打了过来 而落子银犹如风魔了一般 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 元臣老狗 我要你尝命 细柔护蝶心切 带着震惊和恐惧 挡在了元臣的前面 此银不要 可换来的依然是重重的一击 曾经引以为傲的宗门仙女 在这股面前不堪一击 落子银猙獰的面容 透露出无尽的杀意 让哥哥伤心 你也该死 然后缓缓地走进元臣真人的尸体 又是一掌机在他的天灵盖上 哪怕他已经死了 此时的落子银 让人有种不含而立的感觉 落子银见到两人生死后 便抱起敌言哥往宗门里跑 他现在一心只想救哥哥 现在能救哥哥的或许只有宗主了 突然后背传来一道声音 落子银 你竟然欺世灭祖 你好大的胆子 落子银回头见到萧绝 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 刚才还凶狠的气势 瞬间变得委屈了起来 萧绝哥哥 你终于来了 求你快救救哥哥 他受了很重的声 只要你能救他 让我做什么都行 萧绝本想讽刺后再直接拒绝他 谁让敌言哥打晕 他又带着落子银跑路 直到他见到敌言哥 异常苍白的脸 顿时又骂骂咧咧地改变了主意 女孩血染千里命悬一线 弟弟落子银悲痛欲绝 下一刻从胆小懦弱的废物秒边杀神 猛然爆发出狂暴的力量 玩命式地朝着元臣老狗戏去 随着两股凌厉的碰撞 元臣老狗瞬间被击飞 下一秒鲜血四剑俨然没了气息 而落子银犹如风磨了一板 又一拳狠狠地砸向西柔 解决完两人后 慌忙抱起哥哥就往宫门跑 落子银看到肖绝后 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 撕心裂飞地喊着让他救救哥哥 肖绝见到帝颜哥一长苍白的脸 本想看笑话的他当即又改变了主意 尤其是他额尖那子的发黑的印记 更是劝得他没有人气 而且他气若犹斯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如果就这样让帝颜哥去死 那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尤其又是为了落子银才受这么重的伤 更加让他心生促意 肖绝双手画掌试着给他输送灵力 可发现帝颜哥伤得实在太重 灵力输过去后让他连吐几口血 看样子他似乎真的要死了 落子银在一旁急忙喊道 二师兄 哥哥他怎么样了 你闭嘴 把他扶起来 肖绝说着拿出了帝颜哥曾经送他的空间带 然后取出一枚灵丹塞入他的口中 当他的手触碰到他的唇角时 他愣了一下 又迅速将手缩了回来 同时怨恨地瞪着他 随即一把将落子银推到一边 搂着帝颜哥缓缓坐下 轻轻浮动着他的气息 让灵丹进入身体 做完这一切后 才小心翼翼地将他放下 接着又开始灵力输送 颜哥 你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给谁看 此时消觉一副又爱又恨的样子 你快给我醒过来 片刻之后 帝颜哥缓缓动了动毛子 而他再一次成功地 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当他睁开眼看到两张熟悉的脸时 气得差点直接升天 消觉不由地开始讽刺 不过是挨了两掌就倒地不起 大师兄何时变得这般孱弱了 是我用你给的丹药救了你 你可别忘了给我补偿 帝颜哥此时无语死了 大反派和男主不掐架就算了 竟然还合力来救他 帝颜哥看向手上的戒指 骆子盈立马拿了出来 方才他把元臣老头打死了 便把戒指也请回来 可帝颜哥只是轻轻地一推 送你了 说罢又取下头上的发簪 还有这个都给你 帝颜哥这会儿是越想越挤 越气越想 早知道他就应该将所有灵丹都毁了 不然现在他已经回去当他的霸总了 骆子盈受宠若惊地 把簪子砸到他的法官上 肖决极度地看着他们的兄弟情深 颜哥 没想到你都要死了 还对他这么好 随后一掌将骆子盈掀翻在地 骆子盈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救他吧 肖决此话一出 帝颜哥眼中再次充满了激动之色 封拼女孩求死的心到底有多重 先是和元英宗主拼得你死我活 然后故意以来诅咒为结碎裂金丹 最后在承受若惊下时的师父重重一击 不容易做得奄奄一息 却被大反派和男主联合又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当他睁开眼看到两张熟悉的脸时 这可把他气得差点升天 而肖决也并不是真心想救他 他只是不想他死得这么干脆 肖决此话一出 帝颜哥眼中又充满了激动之色 激动到整个人都在颤抖 想要开口说话 却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忍不住的一阵咳嗽 哥哥 骆子盈急忙扑到帝颜哥身边 心疼地看着他 同时怒斥肖决 你别再刺激哥哥了 只要你能救他 我愿意去死 帝颜哥此时有口难言 心里内叫一个气 这小子怎么啥都要抢 然而在肖决看来 那就是两人双向奔赴 都想为对方去死 逆境中他也曾愿意为了帝颜哥出生入死 可他的心里自始至终就只有骆子盈 到底是为什么 同样地受了五年的苦 骆子盈可以得到如此的关心 让他豁出命为他逆天改姿 而他甚至却连多看自己一眼都不愿 骆子盈失忆也就罢了 可他为什么要恢复记忆 两人还是那样的亲近 此时肖决内心极度扭曲 我得不到的 你们也别想得到 骆子盈 你真的愿意为他去死 而骆子盈想都想便脱口而出 只要你能救哥哥 我什么都愿意 这时突然一只满是鲜血的手 抓住了肖决的衣角 帝颜哥内心的叫一个急 你杀我就行 肖决低头看去 就见帝颜哥正用急切的眼神看着他 似乎在求他不要杀骆子盈 反观骆子盈感动的已经快哭出来了 哥哥 你就让我去死吧 为了哥哥我愿意去死 帝颜哥颤抖着想努力从他身上挣扎开来 可奈何浑身上下没有丝毫力气 说真的 他有些倦啊 做个死怎么就这么难 此时肖决一掌机晕了骆子盈 眼里透露着怒火与不甘 兄弟情深的戏也该结束 同时拿出一块散发着五彩光芒的玉石 师兄 你看这个还是你给我的 别看这东西平平无奇 却能增强神魂 还能篡改人一生的记忆 从今往后 你在骆子盈的心目中 将会是害死他最敬畏的师父 和最爱的师姐的仇人 他会恨你入骨 帝颜哥默默地看着他的病儿模样 这家伙脑子有问题吧 杀人就杀人 篡改记忆是几个意思 然后再次激动地朝着萧绝的衣角抓去 生怕萧绝会放过他 你放心 等我改了他的记忆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听到萧绝这话 帝颜哥终于放心多了 毕竟是男主 有点小癖好也能理解 只要他能死就成 光幕外的骆子盈捂着胸口 面容猙獰的直视光幕中的萧绝 恨不得现在就去荒谷之地 将萧绝大卸八块 萧绝术上 老子同你不共戴天 他一生好事做敬 却不愿让人知晓 在世人眼中 他是畜生不如的腰底 就连弟弟都要亲手诛杀于他 可随着天道静下 他的事迹一点点的浮现 骆子盈悲痛万分 他现在只想毁了 这个该死的天道静 虽然他知道 蒂颜哥在后来 确实犯了非常多的错 但熟能无过 曾经的哥哥是如此的善良 而且是那样的在乎他 他相信有他在他身边 他一定会变回来的 然而他努力了好几回 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光幕内骆子盈 被萧绝一把扔在了地上 篡改了记忆 看你以后还怎么 哥哥长哥哥短的 接着缓缓地向着蒂颜哥走去 而蒂颜哥此时 难以掩饰地激动 终于轮到他 随后便毫不犹豫地 躺在了地上 接受死亡的来临 然而萧绝也不知道 抽了什么风 虽然看着他的眸中 有着浓浓恨你 但就是迟迟不动手 而是用灵力缓缓将他托起 并且给他全身上 下来了的清洁术 接着他撸走了 骆子盈手中的乾坤剑 至于那个看起来 平平无奇的碧玉子 他没有兴趣 蒂颜哥顿时恼羞成怒 萧绝狗贼 有种你就杀了我 当年我就是故意对你下手 好抢夺秘境里的宝贝 虽然他此时的状态很不好 但只要他这一口气还在 谁知道会不会又被抢救过来 他就是故意想激怒 萧绝赶快杀了他 可萧绝却伸出手 在他面前显摆 你看这戒指和我多相衬 你对他可真好 里面是你得到的所有东西吧 而且这戒指竟然没有认住 你这是一开始 就打算把戒指给他 可在骆子盈的记忆中 这戒指是你喜欢他的证明 他看到戒指 一定会冷心到想吐 而那枚簪子萧绝帮他打的记忆 则是他和他师姐的定情性 至于帝颜哥 自然就成了斩杀他心爱之人的柜子手 帝颜哥闻眼脸色变了又扁 只觉得萧绝这脑子真不太正常 正常不是应该直接打死他 然后再夺宝吗 萧绝看着帝颜哥此时微变的脸色 让他非常痛快 片刻后落子迎醒来 看向帝颜哥眼中竟是滔天仇恨 帝颜哥 你杀了师父和师姐 我要你偿命 正当他的手要触碰到帝颜哥时 却被萧绝一脚踹飞了出去 同时扬着那张让人欠揍的笑脸 师弟 再怎么说他也是咱们师兄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帝颜哥见状简直惊呆了 这家伙自导自演的还真是影帝级别 骆子营你走吧 你现在赶过去找宗主 还来得急住七柔去轮回 不然怕是来不及了 骆子营狠狠地瞪了眼帝颜哥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你给我等着 说罢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萧绝此时心情好极了 下一刻笑着一把提起帝颜哥飞了起来 眼看着到了高空 帝颜哥有些激动地动了几下 萧绝见状忍不住嘲讽道 师兄 你可不要乱动 不然我怕抓不住你 你要是掉下去可就粉身碎骨了 帝颜哥听到粉身碎骨后顿时两眼放光 他还从小被灭门孤苦无依 最见不得别人情深似海 就算两只蚂蚁成双成对 非要砍上七七五十六刀 哪怕是兄弟间的情分在他面前也不行 他没有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得到 此时他的内心极度扭曲 先是篡改洛子盈的记忆 让他和帝颜哥反目成仇 再滴溜着重伤的帝颜哥飞到空中 听说从这里掉下去能粉身碎骨 帝颜哥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但他也知道凭他现在的力气根本挣脱不了 除非萧绝自己松手 不然他别想掉下去 而且他的腰带质量实在太好 也是当初秘境里的爽气 他就不该贪图这种好看又实用的东西 想到这帝颜哥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萧绝瞪了他一眼 可能觉得他不挣扎没啥意思 于是突然手一松 帝颜哥激动得四肢乱颤 然后他又被滴溜住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逗他玩 开心地同帝颜哥玩起了高空蹦极 帝颜哥内心都快崩溃了 天杀的 他都已经这样了 竟然还如此对他 连一个痛快也不对他 而萧绝只认为是他太害怕导致的 此时帝颜哥这口气不上不下的 他感觉都要气炸了 终于强忍了很久的一口老血 在萧绝靠近的时候 全喷在了他的脸上和身上 被喷了一连血的萧绝 顿时出现了难以言明的滋味 让他俨然想到了 萧家被灭门的那天 那是个让他时时刻刻 都难以忘怀的夜晚 他的父母为了保护他拼命抵抗 迪颜凶狠地挥动着手中的丽人 没有一丝感情地刺向他的家人 烟红的鲜血刺剑开来 他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倒在了血泊当中 顷刻间敌人的屠刀上 沾满了可恐的血迹 他们疯狂地杀戮着 哪怕是对他毫无负机之力的母亲 也没有任何怜悯 虽然害怕 但他还是决然地挡在老儿子面前 为萧绝争取一丝逃脱的希望 那一刻 鲜血染红了整片怨落 男孩撕心裂肺地拼命哭喊 想到这萧绝整个连铁青 眼中充满了仇恨 而帝颜哥可不管他那么多 继续开始补刀 小爷我就喷死你 终于消绝被他刺激地忍无可忍 很好 既然你自己找死 可不要怪我 于是就将帝颜哥随意地往地上一扔 自己一个人遇见飞走了 帝颜哥躺在草地上 感受着微风吹拂 他感觉疲惫地只想睡下去 然而却又怎么睡都睡不着 这种荒郊野外的应该有野兽吧 于是帝颜哥决定自强不息 艰难地爬行着去找野兽 可突然额头尖痒得厉害 他想伸手去挠 奈何双手连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直至被养的两眼含泪 美人眸中水雾朦胧 那脆弱的让人心疼的模样 让看着的众人纷纷动容 这是众人第一次见到帝颜哥落泪 他一定很疼吧 他会变成这样 也一定是因为魔尊那时的心狠手辣吧 他能有什么错呢 他不过是只想救弟弟罢了 只是很快有人出声提醒 千万别被妖地蛊惑了 要知道他最会勾引人了 可是至少那时的他什么错都没有吧 他为青阳大帝做了那么多 可最后青阳大帝还要误会他 他真的太可怜了 然而换来的是更疯狂的反驳 打住 你们想想未来死在他手上那一万生命 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 这样你们还觉得太可怜吗 这么一说众人纷纷不再说话 毕竟光幕里的帝颜哥实在太让人心疼 果然腰地有毒 而此时的骆子莹突然惊叫一声 口中的鲜血狂喷而出 众人诧异地看着骆子莹 又有好奇地将手伸向了光幕 结果都无一幸免 纷纷倒在地上抽搐不已 哇 他们的道心又崩溃了 就连青阳大帝这样的强者都难以承受 除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身 这时众人才明白帝颜哥为什么会哭 果然是他太疼了 疼得连他在秘境受了五年苦 也依旧受不住这疼痛 此时众人纷纷看到他额头间的浅紫色花孤朵 已经变成了紫色妖娆的小花 这让帝颜哥本就出尘了脸 仿佛带着入骨的魅惑 突然有人喊出声 我知道了 这时妖地受的诅咒开始反射了 然而下一刻碰的一声巨响 光幕内顿时尘土飞扬 众人瞪大了眼睛 怎么回事 妖地怎么消失了 他奄奄一息被抛到荒郊野外 可就当他以为要死了的时候 突然额头发出阵阵灵光 紫色的纹路变成了妖娆的小花 此时他的额尖起痒无比 甚至痒的他直接哭了出来 可奈何他连抬手挠一下的力气都没有 而光幕外的众人只认为他是疼痛所致 就连神界大帝也承受不了这种一半的痛苦 众人纷纷忍不住投来了怜悯的眼神 可下一秒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光幕内顿时尘土飞扬 众人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妖地竟然凭空消失了 片刻之后随着烟雾的消散 地言哥竟然直接来了的大便活人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软软萌萌的小狐狸 全身上下通体雪白 额头上有一小撮紫色的毛 众人见到这一幕直接猛圈 这是妖地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狐狸了 当即就有几个爱好萌雾人 流出垂涎的口水 因为他那皮毛顺溜丝滑 让他们很想撸一撸 不过很快有人反应过来 我知道了 你们别忘了地言哥可是有狐狸精血脉 原本的狐狸精血脉非常稀薄 但在诅咒的加持下 他这是觉醒了 那这么说来这是真的狐狸精吗 大家一定要稳住 千万不要被狐狸精给迷惑了 此时龙颜彻冲到光幕前 不敢置信地看着光幕里 那只猛死人不要命的小狐狸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小狸 那个在他还是半龙人的时候 一直陪伴他的小狐狸 怎么能是地言哥 当年明明就是妖帝告诉他 小狸是被他亲手杀了 为什么他会是小狸 地言哥轻哼了一声 他总不能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回家吧 事已至此只能强行解释 要是不说死了 你岂不是要没完没了地找本帝 本帝这样的顶级人物 当时变成那种废物身份 岂能让他人知晓 龙颜彻闻言顿时气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就算他是小狸又如何 他骗走了龙族所有的宝物 又图他龙族满门 他简直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他才不会像骆子银一样被收买 地言哥的大徒弟脸色有些难看 你最好说话算话 此时化身小狐狸的地言哥还不明所以 简直他喵了 他就想做个词怎么就这么猫 可当他抬手想抓自己额头的时候 竟然发现自己的手变成了毛茸茸的小爪子 地言哥当即炸毛 第一时间认为自己是不是又穿了 只是不可能了 他能感觉到自己依旧还是内聚废了的身体 可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身体在一点点的恢复 显然这恢复速度比人形的时候要快多了 可这毛茸茸的爪子是怎么回事 而且怎么感觉自己头上有东西在晃动 地言哥此时欲哭无泪 想开口说话却发出了滋滋的叫声 难以置信这声音竟然是自己发出的 突然之间变成不知道啥品种的东西 他现在很慌 只能努力地迈着那不太配合的四肢 一步步地往前挪动 这种林子一定有啥猛兽妖兽之类的 他一定会努力寻找能把他吃掉的兽手 等萧绝再次回来的时候 发现这里已经没了地言哥的身影 只留下那身破破烂烂的衣服 地言哥那人如此骄傲 怎么可能不着衣服就离开 所以他一定是死了 他怎么就这么死了 萧绝的心里突然有些空落落的 而他则是害死他的凶手 是他用这双手将重伤再生的地言哥扔到此处 才让他被野兽吃掉死无全是的 在遗憾地叹了口气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草丛里传来的动静 地言哥感受到一只大手向自己靠近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直接揪了起来 真是身负乐运之人 越不想什么就偏会发生什么 地言哥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又是这个死萧绝 萧绝不由地微微一愣 这小毛球好像很讨厌我 母孩的愿望就是能够生死到宵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在他这里却难如登天 几经周转不但没有死 他摇身一变成了狐狸精 他现在很慌 不知道自己成了什么瓶组 只能努力地迈着那不太配合的四肢 一步步地往前挪动 可下一秒就被一只大手给揪了起来 这人不是那天杀的萧绝还能是谁 俗话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地言哥小爪子乱挥一气 然而他的小短腿太短了 挥了半天挥个寂寞 萧绝扫了眼小毛球般的小兽 不由觉得这个小毛球同地言哥好像 似乎都是一样的讨厌的 而且他的额尖也有一座紫色的猫 当然他自然不会认为他们是同意的 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只是这么一个没有灵力的小家伙 要如何在这绝境之森生活 想到这他突然很想留下他 小家伙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地言哥闻言气得一通乱叫 萧绝看着这只活蹦乱跳的小毛球 他觉得他同自己一样可怜 他一个人孤零零的 或许养这么一只可怜的小毛球 能让他的人生多些乐趣 于是他低落着小毛球 便往主城飞了过去 现在剑心踪已经被炸飞 就算没被炸飞 萧绝也不打算再回去 原本他回剑心踪就是为了地言哥 现在地言哥都死了 回去已经没了意义 于是他来到曾经生活过的主城 东锤城 曾经荣极一时的萧家就在这里 到了客栈内关上门 萧绝才小心翼翼地 将手中的小毛球放下 眼中充斥些许溺爱之色 可下一刻地言哥用蓄力许久的力气 一口咬在萧绝的手腕上 然而就算咬出血 对于萧绝也完全没有杀伤力 萧绝看着自己的伤口也并没有恼火 而是疑惑地抓住小毛球扒了他的小嘴 发现那一长白的牙完好无损 要知道他早已非凡人之躯 如果是普通小兽 那牙怕是早已被崩坏了 可他竟能将它咬出去 这小兽绝对不凡 想到这萧绝就要抓起那团小毛球 做个全身检查 地言哥瞬间恼羞成怒 下一秒高高跃起 眼中浮现凶狠之色朝着萧绝袭来 刹那间萧绝脸上就被小爪子抓出一道伤痕 萧绝恼羞成怒一把抓住了小毛球 你要是再这样 信不信我掐死你 小毛球还巴不得他赶紧动手 只是刚才那几下再次耗光了他所有的力气 再次取悦了萧绝 光幕外的吃瓜群众也不淡定了 不愧是妖帝 竟然这么会蛊惑人心 害得我的道心差点就动摇了 妖帝和魔头竟然还有这种过去 你们说要是魔头知道这狐狸就是妖帝 他会不会羞愧地想死 而这是平日里话最多的龙颜彻近一言不乏 这让他们这些难兄难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现在已经反水了一个 这龙颜彻同妖帝也有世仇 他应该不会为了一只小兽而反水吧 萧绝溺哀地抚摸着地言哥的脑袋 真是个精力充沛的小家伙 以后就叫你小毛球吧 说着便从戒指中拿出了一枚灵果 然而地言哥一爪子就将东西拍飞了 同时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狠狠地瞪着他 而这一幕让萧绝微微一愣 不知为何又想到同地言哥相处的日子 男孩无意中捡到一只小狐狸 无欲无靠地他自此决定和他共度余生 殊不知小狐狸是女孩所换化 而女孩正是他的仇敌地言哥 他现在想弄死萧绝的心都有 可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他来回蹂躏 萧绝充满溺爱地给他拿出灵果 然而地言哥一爪子给拍飞了出去 萧绝再次小心翼翼地拿出灵果 期待他能接受自己的善意 可话来的始终是对他冷漠的态度 他不厌其烦地拿出一个又一个灵果 试图与小毛球交流 然而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污视 而萧绝只认为是他不喜欢灵果所导致 可是他好像只有这两 说着把最后一颗也拿了出来 此时地言哥无语道想吐 他严重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故意的 萧绝眼看小毛球不再折腾 于是非常猥琐地伸出了双手 下一刻开始在他身上一顿乱撸 地言哥欲哭无泪 妥妥的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而萧绝反倒是对他有些爱不释手 在这么一瞬间 他感觉这个小毛球和地言哥真的很像 他也是这样 一见到他就对他不理不睬 无论他做什么 他始终都看不到 随后他揉了揉 那只已经没力气动弹 只能趴着的小毛球 他身上同云朵一样软乎乎的 下一刻忍不住在脸上开始乱蹭 至少这小家伙比地言哥可爱多了 这一下地言哥彻底要崩溃了 他怎么就这么倒霉 他真的不想看到萧绝这王八高子 而且这王八高子竟然跟他贴贴 看情况想死在他手上几乎是不可能了 于是他想到了剧情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轮到 第二个惨兮兮的反派登场 他记得第二个反派是个半人半龙的家伙 他的出场是在一个拍卖场 他会成为一件拍品被女胚挤拍走 随后他便将女胚当成救命爱人 又引发男主和反派共抢女胚的好戏 最后双双被男主给杀了 而且这个过程中反派几经生死 绝对是个作死好能少 为了能够安全地死掉并回家 他一定要找到这个反派 所以只要找到东锤城的拍卖场 就能知道这个反派在哪了 而就在这时客栈敲门声响起 只见男子手上高举着一张深红色的卡片 上面烫着金色的花印 大人 这是城里东锤拍卖场送给您的邀请函 显然这是那些人得知肖爵是休者后 特意让人送来的邀请函 地言哥见状当即两只耳朵竖了起来 激动地发出嘶嘶的叫声 肖爵本来不想去 但见小毛球似乎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于是他接下了邀请函 男子此时受宠若惊 虽说拍卖场的客人非富极贵 但这位大人毕竟是金丹七休者 能够光临也是莫大的荣幸 肖爵拿着邀请函在地言哥面前晃了火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则一直盯着卡片 怎么 想去 话落地言哥再次转身用小尾巴对着他 虽然他想去 但他会自己想办法 还用不着肖爵这家伙 而肖爵则是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声音充满了内火 你要是想去我可以带你去哦 然后放出一个透明的罩子将他罩在了里面 肖爵现在要先去弄点吃的 为了安全起见就将他保护了起来 地言哥见状小尾巴当即一只鹏 好机会 女孩化身成为狐狸精 却被死对头当成宝贝疙瘩 不但对他全身上下撸了个遍 竟然还不足羞耻地和他贴贴 是可认孰不可认 这要待在这王八高子身边 他还要不要死多么 看来只能去找书中的第二大反派了 于是趁着肖爵离开之际 地言哥当即瞅准了机会 他一定要找到反派 不然再这么下去 他的身体都要恢复了 经过短暂的蓄力之后 地言哥冲赵子一爪子过去 下一刻赵子轰然破碎 他当即用尽全身所有的力气 撒鸭子狂奔 反正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路上的众人只感觉一阵风呼啸而过 只留下一道残影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 大白天的不会见鬼了吧 就这样地言哥不停地狂奔 然而因为跑得太快 再次耗尽了所有力气 无奈只得蹲在路边养精蓄锐 他还不信了 这个世界的人会对一只小兽这么友好 火不其然下一刻就有两人围观了上来 瞧我们这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就一只观赏兽算什么好东西 这你不懂了吧 这年头的大小节都喜欢养这种长得好看的观赏兽 今晚的拍卖场一定会有很多大小节 到时将它卖了 咱兄弟俩的酒钱就有了 不过看它无精打草的 不会是有病的 说着的同时就伸手去抓 而地言哥直接伸出了力掌挠了上去 下一秒男人的虎口处鲜血直流 地言哥虽然对拍卖会确实很感兴趣 但是看到这两个人的德行 他就厌恶 被抓的男子当即恼怒的咬牙切齿 想上去踩死他却被同伴拦住 别冲动 这小崽子长得不错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男子虽然内心不爽 但为了多赚几个钱 还是点了点头 于是又蹲下假装继续挑逗他 小崽子继续 挠得也还挺舒服 地言哥虽然很想弄死他 但是刚才那一下又耗尽了他的力气 下一刻就被那人给抓了起来 被拎起来的地言哥欲哭无泪 他也是服了 这力气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 片刻后他被带到一处阴暗的小屋内 里面充斥着一股子腥臭味 李哥快看 我们列了一只观赏兽 被称为李哥的男子 一看就不是好货色 转头好奇地看了一眼 品相确实不错 今晚拍卖会会有很多大人物过来 去把那些奴隶洗干净 尤其是那个金发少年 那长相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地言哥文言小耳朵再次竖了起来 那金发少年末步就是第二反派龙颜测了 几个人相视一笑 都露出一副贪婪的神情 随后将看起来毫无威胁力的 地言哥装进了笼子里 只是几人刚刚离开 地言哥就直接将笼子给撕裂了开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金铁柱的门 地言哥短暂的蓄力 下一刻猛然撞了上去 只是这门质量太好 给他撞得脑瓜子嗡嗡的也没状态 不过在缓了一会后 顿时又心生一击 下一刻爪子开始不停地乱跑 看我分分钟给你打个洞 狐狸精打破捷精逃出魔掌 只是刚跑没多远就耗尽了体力 只得趴在路边养精蓄锐 却又被路人当作灵兽抓了起来 并将他关在了笼子里准备拍门 只是几人刚刚离开 他就直接将笼子给撕裂了开来 看着面前的铁门 他毫不犹豫地一头撞了上去 只是这门质量太好 给他撞得脑瓜子嗡嗡的也没撞开 下一刻又开始用爪子不停地刨地面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地上就被他刨了个洞钻了出来 别看他圆得像球 但那些都是虚的 在抖了抖身上的灰尘之后继续前行 长长的走道上还残留着刚才那个人的气息 跟着走肯定能找到大反白 只是他堂堂一个大姑娘 没想到有一天也会用上修狗技能 然而没走几步又被人滴溜了起来 简直是无鱼死了 面前的两人穿着统一的服饰 看着像是这里的侍卫 他们非常好奇这玩意儿没有任何修为 却比钻地鼠还要猎猎 果然人的欲望都是无休止的 这小东西整得不错 一定非常值钱 而且是他自己撞到我们手中的 算是私人物品吧 正好他想弄一颗举灵丹 不知道卖了够不够 你先在这里看着点 我去去就回 说着那人便滴溜着帝颜哥来到另一个层间 而里面的笼子里关押着各种动物 脖梗树还都套着环形的圈子 帝颜哥被里面嘈杂的声音吵得晕头转响 他们在那里各种叫的 问题是他竟然都听得懂 此时一个管事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见到侍卫后表现得恭恭敬敬敬 虽然那人只是个侍卫 但身为修者 在这些普通人面前自有他的傲气 吩咐管事等会多上一个拍屁 这家伙虽然没有修为 但是爪子却是异常的厉害 可管事的啥东西没见过 一个巴掌大的小东西还没有修为 能有多厉害 就在帝颜哥被放下之际 顿时瞅准了机会 这管事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据这些兽说 他经常虐待这里的时候 随后一爪子就挥了过去 瞬间男子手背上多了几道血淋淋的伤口 疼得他呲牙咧嘴 同时帝颜哥又腾空而起 一招佛山无影掌挠在男子的脸上 而一个普通人 哪里受得住帝颜哥的重枕一击 当即被抓得深可见骨 男人发出阵阵惨叫声 便想掐死帝颜哥 然而却被那个侍卫立声阻止了 不就受了点伤 你知道他值多少零食吗 要是赶伤他一喉 我图你没完 男人虽然恼怒 但也只能暂且忍 只是狠狠地瞪着帝颜哥 帝颜哥却是挑衅地伸了伸爪子 甚至还将爪子嫌弃地往地上蹭了蹭 可下一秒却又被侍卫拎了起来 愣着干嘛 还不将笼子拿过来 很快帝颜哥的脖子上 也被套上了灵兽魂 据说这是位有修为的兽准备的 一旦套上 即便是金丹修为的兽 也会乖得如同一只普通的小兽 接着帝颜哥又被扔进笼子 侍卫在吩咐管事地好好看着后 便又离他了 只是他刚走 男子的脸上就浮现出凶狠之词 小出场 看我不怒死你 而帝颜哥只是挑衅地舔了舔爪子 自从帝颜哥变成狐狸精之后 不是被羞辱就是在被羞辱的路上 虽然他一点都不害怕 甚至还屡次出找挑衅 可奈何他重伤未愈 就连多走两步路都会喘 这次不但被关进了笼子里 还被套上了压制修为的灵兽环 只是下一刻男子脸就阴暗了下来 显然还在为刚才被抓伤耿耿于怀 而面对他的凶狠之色 帝颜哥只是舔了舔爪子 然后自顾自地摞起了毛发 男子见状瞬间变得咬牙切齿 他没想到竟然一个小出城都看不起他 于是直接就打开了笼子准备折磨他 毕竟在胸的兽被灵兽还给套上 也就成了一只任他鱼肉的兽 其他被关押的妖兽们同情地看着帝颜哥 可怜的娃子 你就趴下来求求他 只要过了今晚 或许就能找一个好主人 就能离开这里 而且此人的手段很难 你一个小崽子怎么熬得过去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而就在笼子被打开的一瞬间 那个向来只要带上所有妖兽 都会老老实实地零售还 就这么被帝颜哥甩飞了出去 下一刻男子和帝颜哥 两人来了的大眼对小眼 两人都似乎有些猛逼 正当那人紧张地要关笼子的时候 帝颜哥一口咬在了他手上 男子惨叫的同时 他又直接冲了上去 随后一头撞向他的脑瓜处 眨眼间的功夫男子就晕倒在了地上 一旁的妖兽们见状纷纷发出欢呼声 咬死那个狗东西 兽兽们永不为奴 而这些妖兽内还有一头金丹修为的 于他们来说哪里这么容易屈服 宁死也不会当人类的做起 小崽子 快帮我将灵兽圈取下来 让老夫咬死这个狗东西 帝颜哥一找破开牢笼 然后又一口咬向灵兽环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己竟能轻松破开那些灵兽环 挣脱束缚的金丹妖兽 发出阵阵嘶吼声 两兽分工行事 帝颜哥接着去救其他灵兽 清单妖兽负责解决掉那个男子 下一秒男子直接被他一口吞了下去 这些日子被虐待的痛苦 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被解救的兽兽们叫着帝颜哥一起跑 这里往南不远就是绝境之孙 那里是他们妖兽的家 只要去了那里就安全了 帝颜哥摇了摇头 嘶嘶地叫了几声 表示自己在这里还有事 让他们先走 而妖兽们也没有过多的矫情 那么就后会有期 随后就一股脑地冲了出去 帝颜哥这次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因为那些看守的人 都去追那些逃跑的妖兽们 只是走着走着 突然听到墙那边传来一阵哭泣声 难道还有没跑掉的 下一刻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挖洞 狗袍式地开始尘土飞扬 不一会他已经将洞给挖穿了 顶着毛茸茸的脑袋瓜子冒了出来 而此时角落内正蹲着一个可怜巴巴的少年 你也是被他们抓来的吗 帝颜哥当即一惊 看这家伙就是二号反派龙颜撤了 狐狸精各头虽小脾气却大 一言不合就开始凶 剑步催嬉心大法 风驰电掣排云掌 三江倒海风神腿 雷霆万军铁头弓 请当不坏小胡雅 就这样他视破如竹 一举就出了所有被困的灵兽 随后又用狗袍式大法开始钻洞 不一会他已经将洞给挖穿了 并入眼帘的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少年 你也是被他们抓来的吗 帝颜哥当即一惊 这薄金色的头发 这脸也就比他逊色了一分 绝对没错 他就是二号反派龙颜撤 据说他的母亲在和一条龙有了孩子后 那条龙便失踪了 而他的母亲那时也是个有钱人 为了能顺利生下孩子 不至于让人指指点点 于是他招了个名义上的坠续 谁知道那个坠续起了贪心 最后他的母亲生孩子的时候 那男人故意不情吻婆 最后难缠而死 在他死后 男人大概是害怕 所以便将孩子留了下来 后来男人成天花天酒地 嗜赌成性 更是欠下巨额欠款 最后就让龙颜撤给卖了 显然这又是一个悲惨的反派 而且他现在还没激活龙族血脉 所以还是废物一个 估计连受伤的他都不如 只见他缓缓将帝颜哥抱起 小东西 你似乎跑错地方了 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这里很危险 若是被那些人发现会生不如死 在将帝颜哥放到那个洞口后 龙颜撤看着墙壁 眼中都是绝绝 接着他猛然纵身一跃 用尽全身力气撞向墙壁 帝颜哥见状激动地跳了起来 他都还没回家 这反派怎么能先走一步 瞬间就挡在了龙颜撤的额头前 随着砰的一声响 帝颜哥一口老血喷出 差点连魂都被撞了出去 而他不怒反笑 不愧是反派 刚见面就送大理 这待在他身边早晚能被客死 龙颜撤见到这一幕两眼含泪 显然是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竟然会救他 此时他的眼中竟是洞龙 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保护 你应该是狐狸狗吧 那我以后就叫你小李好不好 突然砰的又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出现一个女孩墙上破了个大洞 女孩一脸的茫然 他只是不想被迈想自杀而已 这墙怎么救他了 而这些人都是和龙颜撤一样 被禁锢起来当做了拍卖品 帝颜哥猛然向女孩冲去 下一秒直接拍碎了他脖梗上的静灵环 女孩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惊叫一声 本能地护住了身体 而帝颜哥则是直接被掀翻了出去 在静灵环碎裂的那一瞬间 女孩的灵力回来了 他试着帮其他人解开 却不想他虽然筑迹巅峰 却拿那些环没有任何办法 帝颜哥见状又直接冲了上去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就将那些人的环给解开了 众人惊奇地看着面前的小狐狸 而他此时露出了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 微风凛凛的神龙大帝 却是个废物少年 他曾经因为卑微几度想自杀 直到遇到了化作狐狸的帝颜哥 他用身体护他周全 哪怕是鲜血四剑 他也毫无怨言 更是陪伴了他接下来的无数岁月 并且以一己之力 就下了和他一样被困的所有受害者 坚不可摧的索灵环 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只是众人刚刚获救 他就因为体力不知倒了下去 而有人也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还以为是有什么神通的神兽 原来只是短暂的爆发 接着众人便打算跑路 只是看着眼前的罪物少年 和没有修为的狐狸有些犹豫 不过看在帝颜哥救了他们的份上 还是决定只带他一起走 而龙颜彻看向帝颜哥眼神中充满了不舍 但是为了他的安危 只能让他跟他们一起走 他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 因为任谁都不想带个废物为准 他逐渐露出了应我自嘲的味道 可就在龙颜彻准备将帝颜哥递给他们之时 帝颜哥却突然窜到他的遗嘱当中 并用凶巴巴的眼神看着众人 开什么玩笑 他还指望跟着大反派回家呢 众人看着这一幕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而其中一个女孩也正正地看着帝颜哥 因为他已经把帝颜哥当作了救命恩怨 而且还非常喜欢他 只是在短暂的犹豫之后 也只能遗憾地跟大家一起离开 拍卖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仿佛之前发生的事并没有对拍卖会造成任何影响 可实际上拍卖会的负责人 气得差点原地升天 此时会场的包厢内 姐姐 为什么不直接毁了这个拍卖场 如果帝颜哥在场的话 必定能认出这个女孩 是之前跑掉的那个 也是男公家的三小姐男公子 一边的管家恭敬地说道 三小姐 这拍卖场背后之人连城主都记得 而且这是那边的人已经给了补偿 女孩坐在一边 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她知道自己是处出不受父亲宠爱 可这回她差点就被卖了 如果卖的是姐姐 她的父亲可能就不会这样心意了事吧 而姐姐男公若邻似乎也有感发 放心吧小指 姐姐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恶气 此时突然一道高昂的声音响起 下一件拍皮 通天右手 话落男公子顿时来了精神 然后趴在栏杆处向着拍卖台望去 据拍卖场介绍 此鼠擅长寻宝和打洞 成年有机会成为金丹巅峰灵兽 但因为通天鼠怕生 各次还赠送通天鼠的饲养者 起拍架一百零食 此时男公子也终于看清楚了 那不就是救他的小林吗 姐姐 就是他救了我 姐姐应了一声 不管多少钱都会给你拍架 还没等众人开始喊架 他直接就叫到了三百零食 众人一个个看着地言哥讨论起来 至于龙颜策他们都直接无视了 他们听过钻地鼠 还没听过什么通天鼠 而且这小东西长得一点也不像鼠位 竟然还有冤大头出价到三百零食 要知道整个冬锤城一月的收入也才一百零食 而同样在场的肖爵此时脸都气轻了 他就离开一回 小毛球不但跑了 还出现在这拍卖场上 竟然还成了什么通天鼠 一只老鼠竟然要价一百万 可男孩反手就出五百万 因为只有他最清楚 那压根就不是什么通天鼠 他本以为自己喊出五百万 铁定能震慑一波 但没想到女人也来了脾气 在他眼里 男子这就是吃伯伯的挑衅 当即出价一千万 肖爵气得脸色铁青只能继续加价 两人谁也不肯退却 只一会公俗便飙到了两千五百万 看样子肖爵今天是在闭狂 男公若临此时也上了头 作为大小姐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做对吧 而妹妹则是一脸担忧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足够多的零食 姐姐表示来之前 爹说过 这拍卖场欠他们一个人情 他们可以随意拍走一样拍品 况且他答应了妹妹就一定会买给他 当即直接喊出了五千零食 不是疯了就是有大病 同时肖爵眼中尽是无奈 他囊中羞涩 虽然有乾坤剑 但里面的东西每一样都不适合拿出 他和小毛球终究没有原则 这种感觉 突然让他有种曾经被地言哥抛下的感觉 让他非常难受 很快 拍卖场的负责人将一人遗兽带了过来 地言哥在看到男公子的时候显然有些意外 而男公子则是高兴地冲过来 一把将地言哥抱入怀中 小黎太好了 你没事就好 龙颜彻看着被抱走的地言哥 只能用不甘和警惕的眼神看着男公子 现在他只有小黎了 如果小黎出了事 他还不如死了算了 男公若林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薄金色长发少年 小奴隶 你叫什么名 龙颜彻用愤恨的眸子瞪了眼男公若林 显然万分厌恶这个名后 就在女人想要发火之际 男公子站出来帮他解围 姐姐 他也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叫他小奴隶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阿金 男公若林怂了一声 以后这人和鼠就住你院子 不要让他们乱跑 男公只开心地抱着帝颜哥 将他的毛驴得很顺 这让帝颜哥也非常满意 男公若林一行员正要离开自己 一个让帝颜哥非常讨厌的人 竟然将他们给拦下了 而萧绝的修为长相气度 也引起了男公若林的好感 你是金丹修者 请问师城河门 一介散修 无门无派 不知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男公若林一听到他是散修 当即起了小心子 不知这位师兄有没有兴趣去我家慢慢戏爽 为了帝颜哥 萧绝也只能暂且答应 只是上了马车后 更尴尬的是发生了 龙岩车自然坐在了男公只旁边 而萧绝也一点一点地挪动地靠近男公只 三人并排坐在一起 显得有些紧 此时男公若林心态有些崩 他长这么大 所有人都是围着他团团着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无视 一只老鼠竟被卖到了五千万 不仅如此还遭到了众人的争先哄情 男孩内心充满了不敢 因为这是他的东西 只因上了烫厕所 他就偷跑了出来 而且还被当作通天署拍卖 可奈何囊中羞涩 只能硬着头皮试着跟买主要回来 小毛球 你出来这么久 是不是该同我回家了 帝颜哥则看都不看他一眼 萧绝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 随即吃了一声 跳到龙岩车的怀中 身为作死小龙手 他永远都站反派这边 龙岩车显然有些受宠若惊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体会到这种温暖的感觉 男公只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位师兄 你和小黎认识吗 看到帝颜哥此时的行为 萧绝脸色越来越阴沉 闭脸不悦地回头 你觉得呢 男公只有被吓到 长这么帅怎么脾气就这么凶 龙岩车听到后有些不知所措 更多的是自卑 尤其是在面对萧绝和男公两人的时候自卑的 更是 小黎 要不你还是跟他走吧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龙岩车虽然不舍 但他也不想他留在他身边吃苦 帝颜哥则是开心地在他身上蹭了蹭 看到萧绝不高兴 他就感觉一阵舒逃 早看他们不爽的男公若林 当即对龙岩车展颜一笑 阿金你多虑了 小黎在我城主府自然会受到最好的照 男公若林当即有了打算 如果萧绝真的在意这只老鼠 那他便一定要利用这只鼠留住他 让他为他们男公家所用 或许他退婚之事也能考弹 萧绝见帝颜哥这个小白眼狼里都不理他 不甘地表示他是我的主 麻烦还给我 可男公若林怎么会轻易给他 虽然小黎是他花了零食买的 但对于他来说也是他的朋友 他自然不会随便交给其他人 萧绝又朝帝颜哥叫了一声 小毛球来我这 然而帝颜哥只是用臀部对着他冷哼一声 萧绝虽然恨不得现在就离开 可又有些不甘心 这是他的东西凭什么不要回来 男公若林为了留住萧绝 便建议他先在府上住下 小黎的事可以慢慢聊 很快一行人到了城主府 萧绝则是同男公若林一起去见城主 帝颜哥和龙岩车被男公只带回了自己的小院 夜晚月上柳梢之际 帝颜哥一跃跳到已经睡下的龙岩车身上 那张惊艳的脸上双眸紧闭 缠一般的睫毛症一抖一抖 看起来应该是睡着了 而且睡得很不安心 算起来这还是个孩子 却已经经历了这么多 真是怪惨 不过他的惨应该是暂时的 估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开启龙族血脉 到时虽然他一路披荆斩棘 但也就只有男主对付得了他 忽然龙岩车做梦大喊了一声小蜜 将帝颜哥吓得差点送走 不过下一刻他闻到了一股奇特的味道 而且这味道很香 让他有些沉醉 随后他便靠着灵敏的嗅觉 离开了男公子的小院 他不停地边走边嗅 不过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他这样捅狗子有什么区别 他本是九天十戒最强帝尊 可却一朝变为狐狸精 不但一身修为被碎 还沦落为别人的小蜀 只因偷吃了一颗小药丸 瞬间又变成了一个雌雄难辨的少年 这天夜里一股浓烈的味道传入他的鼻中 而且这味道让他有些沉醉 于是他不停地边走边嗅 不过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他这样捅狗子有什么区别 而光幕外正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重点 忍不住嘴角抽搐 他们那个心狠手辣的妖底 再成了狐狸精后怎么就这么搞笑了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绝对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快看 妖地又开始打动了 三天鼠最擅长打动 龙颜彻则是一脸严肃地看着光幕 始终一语不乏 而神作上的地言歌 将众人那样笑不笑的嘴角尽收眼底 他感觉自己那尊贵的形象正在崩敞 毕竟那种似狗般的行为 跟当众拉屎没有什么区别 香味变得越来越浓郁 地言歌忍不住不停地乱跑 对于打动这种事 做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他进到了一个非常有年代的房间 这里的灰机的非常厚 至少几十年没有人来过这里 而眼前的东西 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无尽的诱惑 让他垂涎不已 下一刻他掀开破坡 映入眼帘的是一颗圆润的珠子 像一颗大珍珠散发着银润的光子 而且散发的香味就像是饿了几天 见到最想吃的烧烤的那种感觉 于是他熬屋一口朝着珠子啃了下去 大珍珠入口激化 地言歌巴唧了一下嘴 好像也没尝出什么味 接着他又在这里发现了 能提前觉醒血脉的东西 他本想着帮龙颜彻提前开启血脉 可是由于站在道德制高点还是没拿 他都已经偷吃了一个东西 要是再偷拿似乎不太好 反正龙颜彻自己能觉醒 于是他又朝原路返回了 而一路上地言歌边走边打 而且身体好着 他感觉自己好像要炸了 这难道就是吃错东西的感觉 然后他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下一刻池子边上出现一席白袍的少年 正茫然地坐在那里 这是一个美得如同妖精雌雄难辨的少年 地言歌来回看了看身上的变化 没想到白毛还挺好看 还有这衣服 是由他的皮毛变来的 现在他总算知道他刚才吃的是啥了 他吃的是一颗高级妖兽内胆 他能感觉自己的伤在慢慢恢复 所以说东西千万不能乱吃 谁在那里 听到声音地言歌条件般的向后看去 不过头转到一半当即感觉到不对 他这倒霉了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一是便撒鸭子狂奔 可他的容貌还是被少女给看到 一时间竟然让他有些出神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俊俏的少年 安孩就因为弄丢了一只老鼠就被打了个半死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口中的老鼠其实是一只灵虎 一滴血就可活死人肉白骨 灵虎之心更是能让人起死回生 而这只灵虎因为偷吃了妖兽内斗 变成了一个雌雄难辨的白发少年 不过为了能够更好地作死 他还是决定以后尽量不化形 毕竟他这形象同其他人格格不入 看着变相是个妖物 估计让人看了就害怕 更别提有勇气打死他了 还是狗子这形象好 可怜柔弱又无辜 一看就很好杀 等他到小院的时候 突然一阵嘈杂声传入耳中 只见几个人手持鞭子正在抽象龙颜扯 而南宫只则在跪地替他求饶 爹 求你别打他了 再这么下去他就要被打死了 小黎肯定只是跑出去玩了 阿金绝对不是故意将小黎看丢的 眼前的男子是南宫家主 此时他声音冷音 身为通天署的看护者 不好好看着灵兽 竟然还有心情睡觉 要是通天署不回来 将他剥皮抽筋不可 一想到灵事换来一只 不知道什么玩意的通天署 和一个废物 南宫家主的心都在滴血 给我狠狠地打 今日通天署要是不回来 直接将他打死 可就在鞭子落下去的瞬间 帝颜哥一个迅步挡在了鞭子上 刹内间发出嗷嗷的凄惨声 一人一兽的背部都已经被鲜血沾满 帝颜哥的背部更是露出一个可控的伤口 而家主和下人并不知道他就是通天署 干脆要将一病打死 此时南宫只看到帝颜哥后连忙跑来制止 看到他的惨状不由的两眼很累 你大胆 竟然敢打我的小蜜 下人闻言差点吓尿了 小姐息怒 奴才只是奉命行事 而南宫家主却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是通天署 南宫只心疼地抱着帝颜哥 不管小离是什么东西 他都是他的救命温人 但南宫家主可不管那么多 不是说他能寻宝吗 那就让他在南宫家找找宝物 一天之内他要是连一件宝物都找不出来 那也就没必要再活着了 待他们走后 帝颜哥一脸担忧地看着受伤的龙颜舌 他的伤势很重 或许帝颜哥再往回来一会 他就真的被打死了 一人一兽被人抬到了屋内 南宫只则是被传唤去见父亲 虽然他也很担心他们的伤势 但是却不得不先离开一会 帝颜哥独自望着窗外渐渐出神 怎么办 这家伙的伤口还在渗血 这么下去反派没把他给咳死 反倒是要被他给咳死了 不过之前那个宝铺好像有智商的灵药 他得去弄点回来 然后再次从窗户跳了出去撒鸭子狂奔 光幕外众人各种不屑 不愧是妖帝 刚害龙犯大帝受伤又跑出去玩 而且还见死不救 他明明可以用自己的血救他的 可是他却怂了 灵狐血可活死人肉白骨 如果妖帝想救龙犯打地 只需要一滴血即可 难道你们就没想过 那时的妖帝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血能救人 你是不是找死了 你竟然敢为妖帝说话 他就是故意不救人的 他那种人自私的狠 怎么可能会用自己的血肉救人 而一边的龙颜彻依旧一言不乏 一直看着那只飞奔而走的小毛团 那时的我对于小黎而言 就真的如此不重要吗 你还能随意切换形体 既能变成雌雄难辨的妖魅少年 还可以化成人畜无害的狐狸精 虽然一身修为被废 但是他的一滴血就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只因他没有第一时间 用自己的血救重伤的男孩 便被光幕外的众人不停地唾骂 此时神作上的地言歌缓缓睁开毛子 那时候的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的血能救人 他也是后来拥有传承记忆后才知道这马事 要是早知道的话 无时无刻想着做死的 他肯定见一个就一个 也不至于成了现在想死都死不了的妖帝 想到当年他都觉得自己蠢的可以 明灵回家之路竟在咫尺 他竟然就这么错过了 此时依月华悠悠地叹了一句 他确实自私得很 这话一出众人反应更加激烈了 既然连月华大帝都这么说了 那他就一定是那样的人 毕竟月华大帝可是地言歌曾经的师尊 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错 众人依旧叽叽喳喳地说着地言歌的各种恶行 甚至越说越激动 而一边的龙颜彻依旧一言不法 其实他对地言歌早就已经失望了 人在说哥哥的坏话立马出声喝止 然后痴痴地看着光幕 哥哥就算是变成了一条狗 也依旧是那么可爱 地言歌文言满脑子黑鞋 这家伙的脑子不会是坏掉了吧 哥哥 我一定会救你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改变 纵使你有千般过错 一定有你的苦衷 地言歌冷不丁地扫了他一眼 骆子盈本地做事从来只为自己 而且本地也不会为任何人改变 可话还没说完骆子盈就捂着耳朵开始哄 我不听 你就是骗我的 说着便直接对天道镜发起了攻击 从天道镜的联系随着喷的一声巨响 但天道镜却是纹丝不动 一群难兄难弟看到这一幕有些慌了 骆子盈你疯了 快 我们一起拦下他 骆子盈急得眼眶都红了 你们敢阻止我就哥哥 我要杀了你们 此时随着一声地尊道 所有人都看向声音的方向 来人身着明黄色的袍子 末发金冠 容颜俊美 带着一股与身聚来的尊贵气息 而他正是地言歌同父一母的哥哥地青渊 那人双眸看过来的时候如寒刃出桥 青阳大帝 还不住手 地言歌看着来人神情依旧漫不经心 我的好哥哥 你没看出来吗 骆子盈这是想救我 想让他住手其实很简单 你将他打入天狱不就行了 话落地青渊看着泰然自若的地言歌 俊美的面孔争名有屈 你到底有何目的 地言歌则是看了他一眼 大嫂怎么没懒 你们一直以来不都是形影不离的吗 说起这是围观众人又是一阵八卦 他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上界谁不知道 他们的妖帝同他的大嫂水炎儿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妖帝风流成性人尽皆知 而地青渊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撕嘴 女孩子从来到这个世上便一直以难装世人 在世人眼中他不仅是十恶不赦的妖帝 更是风流成性男女不济 就连和自己的大嫂都不清不楚 就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 也不得不让众人深深地佩服他们的妖帝 地言歌 炎儿不会再见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哥哥地青渊冷的脸看着依旧耀眼 那些自小宠爱他的长辈也不会死 更不会有一万生灵迭血 连炎儿也不会至今依旧对他念念不忘 地言歌听到大嫂没事就好 对了还有雪儿呢 他可是我最疼爱的妹妹 地青渊想到那个哭得肝肠寸断的妹妹 对地言歌越发厌恶 你还有脸皮雪儿 他是那样的天真善恋 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 地言歌突然之间有些黯然 如果离开这个世界 他最舍不得便是这几个好姐妹 哥 如果我死了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 地青渊见那双星眸一瞬间的暗门 让他的心不由一己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地言歌露出那样的神情 当年他也曾答应过父亲 会好好照顾地言歌 只是后来 此时地言歌突然猖狂大笑 地青渊 你不会是真心了吧 你放心 炎儿和雪儿我自己会照顾他 在地青渊气炸的同时 他又看向不断攻击光幕的骆子营 你还是赶紧带着骆子营走 我怀疑他刚才刺激过度 神识出了问题 最好还是让他去天狱冷静一段时间 地青渊脸色阴沉至极 死死盯着他 地言歌 你嚣张不了多久了 说罢他便伸手去拉 还在救地言歌的骆子营 骆子营不停地大喊着要救哥 下一秒就直接被他拍晕了过去 看着之前好端端的骆子营成了现在这么一样 地青渊的脸色变了右边 将青羊大帝打入天狱 而他生怕再听到地言歌的冷嘲热呼 随即便转身离开了 同时留下一句 无论何人攻击天道静 直接打入天狱 众人闻言齐齐恭敬英氏 内心却是有些窃喜 因为没有了骆子营这个大威胁后 他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此时光幕中地言歌正背着找来的要急速狂奔 龙颜彻可千万不能打 他还指着他回家呢 等他到房间的时候 龙颜彻的气息已经非常弱 血淋淋的伤口深可见过 于是他连忙咬开带着伤口的衣服 然后直接将一大瓶药倒到了他的背上 只是这一瞬间 他的伤口就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直至伤口全部愈合 地言歌才放心了下来 随后抖了抖散乱的毛发 他这忙活了一个晚上 现在又累又捆 下一刻便趴在床上睡着了过去 而他刚刚睡醒 男公子便过来了 他再见到龙颜彻的背后 便不停地给他擦拭 同时龙颜彻眉头皱了皱 等他醒来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一面 自然而然地便认为是他救了他 小狐狸为了能更好地作死 不仅用身体帮大反派挡刀 还奋不顾身地为他寻要疗伤 他可不能让大反派就这么挡 毕竟这小子命途多转 跟着他一定会倒霉 等忙完了这一切 他才心满意足地睡去 只是他刚刚睡下男公子便过来 等龙颜彻醒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身边的男公子 那时的他自然而然地 便默认为是他救了他 而光幕外的龙颜彻 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这怎么可能 救他的怎么可能是妖帝 莫长流也怕这家伙倒戈妖帝 于是连忙补刀 他不过就是为你偷了一瓶药 难道就足以让你忘记 他曾经的所作所留吗 话落龙颜彻眼神再次变得阴暗 他说得不错 即便是这次妖帝救了他 但他后来涂他龙族满门 还骗走了龙族所有的宝物 他与妖帝势必不共戴天 此时龙颜彻也很担心小女 刚醒来就要找他 等看到他没事之后 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男公子确实也对龙颜彻的连短兴趣 可他怎么说也是男公家的三小姐 而且还是驻姬中期的修准 他喜欢的人 不仅要长相出所 还要实力出众 如果眼前这人资质出众 他应该可以接受 随即问向龙颜彻想不想修炼 明日可以带他去测资质 地言哥小耳朵动了动 他知道龙颜彻在血脉没有觉醒前 啥也测不出 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可反观龙颜彻却是有些激动 同时也很期待 他是多么地渴望自己变得强大 不再被别人看不起当作奴隶 次日一早 男公子带着一人一兽出现在修炼场 果不其然测出来是费灵根费血脉 男公子和围观众人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差的资质 毕竟一个人在场 杂灵根和反品血脉已经是底线了 费灵根和费血脉同时出现 这是刷新了费物的底线 得到结果的龙颜彻失落地低下了头 地言哥则是像个没事人一样 不断舔着自己的皮毛 男公子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竟然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爹爹肯定要对他下死手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 他竟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无妨无妨 怀里的这就是小黎吧 真是怪可爱的 过来让老夫抱抱 话落包括地言哥的在场的三人 都有些猛逼 龙颜彻虽然有些不高兴 但还是走了过去 然而他刚走过去 地言哥这不要命的 突然扑向男公家主的脸 极客男公家主的两边 脸上个多了五道掌印 同时还挑衅般地坐在他的头上 男公只顿时惊地捂住了嘴巴 毕竟爹爹可是心狠手辣之人 连龙颜彻也是紧张到不行 然而男公家主脸上 依旧挂着乐呵呵的笑容 这小黎还真是可爱 过几天老夫要出门一趟 到时你就带着小黎跟我一起出发 龙颜彻结巴地应了两声 连忙招呼小黎过来 地言哥初次做死计划失败 只得一脸无奈地跳他 随后男公家主便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猛逼的重人 只是刚刚离开他的脸色 就立马阴沉下 他当才之所以没有发火 是因为地言哥在地下宝扑的 一举一动都坚实在眼里 有了这个小畜生 这次去寻宝定能成功 小狐狸只是被男人看了一眼 便把他挠得满脸血迹 甚至还当众坐在他头上拉屎 本以为心狠手辣的他会打发雷霆 可意外的是他不怒反省 因为过几月的寻宝记录 他还得指望这个小畜生 夜深人静 地言哥又偷偷地溜了出去 然而却发现这里的守卫 明显变得多了起来 俨然一副看犯人的感觉 可奇怪的是这些守卫在看到他的时候 无论他怎么做 守卫都如动于衷 即便他发出挑衅他们 也直接将他无视 地言哥再溜了一圈后 感觉有些无趣 他正要准备回去的时候 发现南宫若林正坐在 上次他画形的池子边上 那一副少女怀春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是谈恋爱了 依照地言哥的判断 他肯定是和那个讨人厌的 宵爵搞在了一起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 一股恋爱的酸臭味 地言哥正要撒鸭子狂奔离开 南宫若林突然从后面叫住他 小黎 你在这里见过一个白发的男孩吗 他身穿白衣 额前有一个紫色的印记 说着说着他看着地言哥柔顺的白毛 还有额头上的那撮紫毛 忍不住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因为太久 这都有一块紫色 而且都是一身白 然而地言哥则是 知的一生跑得非常快 看着一道白影闪过 南宫若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魔障 就一个长得像妖精般的男孩 他找他做什么 况且就算找到了 他还这么小 他又能做什么 地言哥跑了没多久 突然嗅到一股讨人厌的味道 下一刻就迎头撞上一个人 这人的味道很熟悉 抬头一看这不是消绝还能是谁 这家伙怎么还在这里 真是出门不利 一想到这家伙坑他这么惨 他这好心情荡然无存 于是他一溜烟转身就跑 只留下有些气氛的消绝 接下来的几日风平浪静 地言哥感受到伤势又恢复了一些后 他这心态都快要崩了 所以只能寄希望于龙颜彻 不过在龙颜彻得知 这男公家主要带他们去的墓穴很危险的时候 他便请求男公子将小黎带取绝境之森 如果只是他有危险也就罢 可他不想小黎有事 还未等男公子开口拒绝 地言哥急得毛都炸 有这样的好事 这小子竟然不让他去 这什么墓穴 一听就是做死的好地方 他好像有点印象 但只一袭击的男主萧绝也在呢 有男主的地方肯定有好东西 有好东西的地方往往有大危机 所以这种好地方 他一定要去 可这般行为落在龙颜彻的眼中 只认为是地言哥在关心他 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 就算是死 也要和小黎死在一起 几日后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 去的人并不多 除了肖绝之外 就只有男公家主和几个随子 再加上龙颜彻和他 一共就这么几个人 他们自然是遇见飞行 但龙颜彻显然必须要有一个人带着他 地言哥此时难掩内心的激动 他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一路上肖绝都在默默地看着地言哥 他觉得小毛桥好像很喜欢探险 上次也是为了拍卖会才跑去看热闹 既然他喜欢探险 那么接下来就由他护着他吧 少年一怒为蓝颜 顾虑不继续前缘 小狐狸为了冒死就大反派 情急之下化身美少年 经过几天的遇见飞行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种荒凉的地方 一看就是要找死的节奏 两名黑衣人在墙壁上不断输送林立 经过一阵倒露 面前是门队缓缓打开 顷刻间发出耀眼的光芒 几人站在入口处眼中充满了期待之色 地炎哥更是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黑衣人提醒里面可能会限制修为 让大家都注意一点 一听到还有限制修为这种好事 地炎哥迫不及待地蹦了下去 龙颜彻惊呼一声 小狸 这里很危险 别乱跑 肖绝看着这一幕内心不由的一阵伤痛 因为他越来越发现小毛球和地炎哥真的很像 只是一行人刚进去 便感觉到了一股鸭的他们喘不上来的气息 所有人的修为几乎被抽干了一半 没有修为的龙颜彻更是被压得浑身剧痛 身上够大的汗珠犹如雨下 而地炎哥可不管那么多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送死 可地炎哥刚没跑两步 龙颜彻的脖子便被一股灵力缠绕 下一刻被南宫家主死死地悬挂在半空中 他这些日子一直都在观察地炎哥 知道他懂人心 对这个小子更是死心塌地 地炎哥见状回头瞄了一眼 什么叫死心塌地 这词是不是用得太诡异了些 南宫家主满意地看着地炎哥此时的样子 很好 看来你确实很关心他 随即松开手 对于狠狠砸在地上的龙颜彻 没有一丝怜悯之心 小黎 我要你找到遗留在这座墓穴的宝物 你要是不从 那我便杀了这小子 地炎哥闻炎直翻白眼 这不是废话吗 他来这里自然是来作死 而藏宝屋的地方肯定死得更快 龙颜彻眼中含泪 他只感觉自己是那样的废物 如果不是他 小黎也不会如此被胁迫 可他现在不仅开不了口 连想要自裁都做不到 而地炎哥已经在研究去哪里 才能死得更快 忽然他又闻到了 像上回一样好吃的东西 这种味道让他有些控制不住的上头 他吸溜了下口水 便麻溜地向前跑去 后面的一行人见状紧紧地跟着他 可萧绝突然大吼一声 小毛球小心 有危险 地炎哥充满疑惑回头的时候 就见一行人木讷地站在那 眼中近视空洞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幻阵 可怎么他就没有中招 难道是因为他现在不是人 就在这时龙颜彻却是眼眶一火 下一刻就爬起来往墙上撞 地炎哥大惊 哇 这家伙又要寻死 至于其他人虽然也在发疯 但他可顾不上了 随着东的一声 地炎哥及时用身体垫底 刹那间被撞的七云八素 紧接着随着咔嚓一声 他们脚底下竟然躺了 下一秒如同下饺子一般往下掉落 地炎哥急得发出滋滋的声音 他可不能让反拍就这么的 千军一发之际 地炎哥化成了白衣白发的少年 地把将龙颜彻抱在了怀中 他只是想让男孩帮忙撸下毛 男孩便感动到哭下了双眼 他一头撞向墙壁 脚下便开始寸寸碎裂 下一秒一人疑兽开始急速坠落 情急之下小狐狸化身白发美少年 地把将男孩抱在了怀中 光幕外的龙颜彻 看着白发少年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没想到曾经的腰底 在他和肖爵之间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 由于太过激动 他无意中触碰到了光幕 对时捂着胸口倒退了一步 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饶食大地的他也难以承受 同时震惊地看着光幕里的小狸 原来他的小狸 每日都在承受这样的疼痛 受了那么重的伤 怎么可能会不同 可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就他这个没准 他的小狸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做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多 片刻后龙颜彻睁开那双灰褐色的毛子 发现四周一片漆黑 耳边也没有任何声音 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突然有些哀叹他这是去的生命 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小狸会怎么样 他这么想 以后该怎么活呀 他大声地呼喊着小狸的名字 只是很快他又觉得自己想多了 或许没有他 小狸会过得更好 他能寻宝 男公家主定会保他性命 还有那个小狸 看起来很是喜欢小狸 也一定会护他周全 黑暗中本都令人心生恐惧 再加上小狸没在身边 更让他的情绪崩溃 这是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像极了小狸平日闪牢的声音 龙颜彻一时有些难以置信 小狸 是你吗 地言哥本来就没多少修为 以身垫顶的他最后连人形都维持不住 遗憾的是他人没事 只断了一只只 龙颜彻摸索着终于摸到了 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小狸你怎么也死了 不过这样也好 不管去哪 我们都在一起 地言哥没好气地支了一声 想死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这时龙颜彻才察觉到他的前肢断了 可是他又不会接过 一时间慌得不知所措 地言哥直接用另一只爪子 将他的手给拍开 龙颜彻的手传来一阵疼 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没死 然后又狠狠地揪了一下自己的人 在传来阵阵的痴痛感后 才确定真的没死 既然没死 那就更要想办法救小狸 未经之计只能去找家主 或许他会有办法 地言哥健壮不满地支了又支 他的皮毛还没顺呢 而且谁要你救我 快把小爷放开 可龙颜彻却是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只认为他是太同所导致的 小狸别怕 你再坚持一下 有我在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 龙颜彻摸索着在里面行走 只是发现他却是在原地打转 但其实地言哥的视线和嗅觉并不受影响 他在思考着怎么才能让自己作死 而让龙颜彻活下去 直到一个小时之后 龙颜彻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他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没有 连带着小狸离开的能力都没有 地言哥则是一直在捋自己的皮毛 可怎么捋就是捋不顺 于是他拉着龙颜彻发出滋滋的声音 试图让他帮自己捋毛 而龙颜彻则认为他是在安慰自己 心里不由地生起一阵热意 地言哥气急败坏 谁他瞄得在安慰你 快帮小爷把毛驴顺 放心吧小狸 这点困难是打不倒我 为了你我也一定要找到出口 此时地言哥已经被气晕 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平板 简直就是鸡同鸭脚 他还在黑暗中摸爬滚打 面对未知的恐惧他泪如雨下 他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没有 连离开的能力都没有 这一生都在给别人当奴隶 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而地言哥思来想去也终于有了主意 他决定先去找点东西 让自己恢复一分体力 然后先将反派带出去 再独自回来作死 如果那里裁掉齐血 他也完全可以帮龙颜彻 直接觉醒龙族血脉 至于他的两个传承 他已经尝试过 根本就弄不出来 所以只能跟着他一起离开了 随后他用牙齿拉扯龙颜彻的意见 而这一次龙颜彻第一时间 就理解了他的意思 便顺着地言哥指引的方向 在黑暗中行走 这时地言哥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他嗅到有危险的气息 正在靠近 而且杀气很重 他现在和龙颜彻都是伤兵残将 他被打死就算了 就怕龙颜彻也会被一起打死 这小子怪可怜的 而且很会顺谋 死了有些可惜 于是他支的一声 一爪子抓住龙颜彻的手指 提醒他不要过去 然而龙颜彻竟然又同 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明明他是让他停下来 而他竟然加速往前冲 结果下一秒只听通的一声 龙颜彻被撞得狠狠砸向地面 这三人是驻击境界都会夜市 他们早就看龙颜彻不顺眼了 只是一只碍于家主的面子 没有吃吃动手 一个臭奴隶凭什么深得三小姐倘护 如果他们废了他这张脸 那么三小姐以后并不会多看他一眼 龙颜彻精致酬艳的脸顺息变化 小黎你赶紧跑 千万不要管我 只要你没事 我就算死也瞑目了 话落三名黑衣人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这样的废物 竟然还把一个畜生看得如此 只是他的那只小畜生 早在刚才那一刻就跑路了 竟然还妄图一只畜生会同他一起死 听到几人的话 龙颜彻眼眸有些暗淡 不过此生能与小黎相识 他也心满意足 与此同时 光幕外的围观众人看着帝颜哥独自跑路 而且速度还非常快 一个个阴阳怪气的大声讨论起来 不愧是妖帝 就是冷血 龙饭大帝如此照顾他 甚至还愿意用命护驳 可他一遇到危险跑得比谁都狂 这不是废话吗 他要是不狠怎么能坐到那个位置上 他对自己也那么狠 更何况是对别人 可他刚才不还救龙饭大帝有吗 而且之前他也帮他治不伤 突然传来不和谐的声音顿时引来众怒 到底是哪个奸细总在为妖帝说话 妖帝救人一定有所图谋 当然青阳大帝除外 他救龙饭大帝肯定是为了自己的血液 万一遇到危险 就可以利用龙饭大帝脱鞋 龙颜彻在一旁听了这些人的话 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连他也突然觉得有点道理 只是他还是有些不甘心 内心隐隐有种期待地看着光幕 一边的依月华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就是那样的 你别想太多了 你又不是若子鞋 好了正好 证明你从未亏欠他 龙颜彻文言不由地看向帝颜哥 所以在他心中 我还是不如若子鞋那个讨人厌的家伙 每少年对男孩生死守护 即便是对方被毁了容也不曾离奇 久死一生寻求灵药 只为能换他平安顺俗 龙颜彻刚被黑衣人见他羞辱 地言哥看势头不对疯狂逃窜 并不是因为他胆想怕死 而是只有这样才有救他的可 他要先想办法恢复一分修为 虽然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只能赌一把 总比什么也不做 眼看着他被打死枪 如果龙颜彻不幸被打死 他也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片刻后地言哥顺着嗅觉来到保护前 只是面前却有一道厚重的师门 地言哥只能发挥他的特征 开始疯狂袍动 四周的土非常厚实 而且月王里面遍布的更是坚硬的金刚眼 再加上他现在能用来刨动的 只有一只右前掌 过一会儿 那只爪子便已经鲜血淋漓 光幕外众人看着吭哧吭哧的声音 还有刨过之后流下的血汗 都忍不住齐齐动了动手指 不愧是腰底 为了宝物弃龙犯大地于不顾 竟然连对自己都这么好 也就只有像他这样贪婪的人 才能做到现在这样 众人正说着的同时 就见地言哥已经将这宝库给挖穿了 宝库里面宝物堆积如山 虽然围观的这些人 看不上那些东西 但于那个时候的人来说 这里任何一件东西 都能让人请过 地言哥看着和上次味道 一样的妖手蛋 下一刻直接一口吞了下去 接着在宝库里来回 又吞了几颗丹药 他速度之快 毫不拖泥带水 对于其他的宝物 他完全没有兴趣 刚吞完就麻溜原路返了回去 围观众人诧异地 看着地言哥的一系列行为 完全摸不到头脑 只有龙颜彻 那双薄金色的瞳孔中 充满了气派 地言哥一路火花带闪电 不敢有丝毫怠慢 索性在他赶到的时候 龙颜彻还没有死 只是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而那三名黑衣人 还在那变态地哈哈大笑 地言哥面露凶狠之色 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只是砰的几下 就将三名黑衣人打倒在地 这狂暴丹的威力 依旧还是这么好 此时龙颜彻看起来实在太惨 活金色的长发 已被拔成了秃鲁桶 满脸都带着深可见骨的伤 黑衣人探亲状况之后 还不忘口出狂言 小书生竟然敢对我们出手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可话来的是地言哥 又一波疯狂的输出 抬起爪子向着几人的丹田拍去 随着三人惨烈的叫声 他们的丹田也被彻底撕碎 随即躺在地上便不醒人事 地言哥是真的气 三个变态竟如此对待一个小美 对了他们也是活该 在这种地方被匪 无疑和死没什么区别了 地言哥化成人形 慢慢将龙颜撤扶起 幸好他刚才还吞了些疗伤的丹药 却不想龙颜撤大概是应该太疼 所以咬紧了牙关 根本就没法服下 他只能用手掐住龙颜撤的两栓 然后把丹药含在嘴里给他输送 在龙颜撤嘴张开之际 他缓缓地朝着唇弹凑了过去 只是想要寻宝救人 可在世人眼里却成了自私贪婪 他化成人形给奄奄一息的男孩疗伤 而男孩由于疼痛咬紧牙关 根本就没法服下 他只能用手掐住龙颜撤的两栓 然后把丹药含在嘴里给他输送 在龙颜撤嘴张开之际 他缓缓地朝着唇弹凑了过去 可他的这种行为落在众人眼里 变成了变态无耻 妖帝果然是妖帝 连救人的方式都老不正经 他一定是想占龙贩大地的便宜 可不管别人怎么说 龙颜撤只是愣愣地看着光雾 脸上突然扬起一排飞火 神作上的地言哥也忍不住服务 当年做的蠢事 连他自己看了都忍不住老脸一火 实在是有损他的形象 他就算要走 也想留下一个光正伟岸的形象 不过他还是想努力挽回一下 龙颜撤 本地当初救你自然有其他原因 不然你以为本地为何会救你 你历史后可是丑得很 一旁的莫长流无可置服 他这种凉薄的人 若说他毫无目的 他自然是不信的 龙颜撤闻言瞪大了双眼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也觉得他救我不是因为 看中了我帅气的容貌 莫长流黑黑一笑 答案不言而喻 地言哥又带着龙颜撤 返回到宝库门口 因为这里有帮龙颜撤 觉醒血脉的材料 唯独缺一样龙骨 他找了个带着小型空间的镯子 将那些材料都装了进去 出去后他将镯子 套在龙颜撤的手腕上 这镯子平平无奇 应该不会引来别人的际遇 现在地言哥需要先把他送出去 然后再独自回来作死 找到出口后 毫不犹豫地将他扔了出去 能想到的东西都已经给他背起了 以后的路就只能靠他自己 片刻后地言哥又重新变成了小奶狗 狂暴丹的反噬已经开始发作 但是在经过几圈的兜兜转转后 啥事也没遇到 他总感觉自己非常倒霉 要不然就想做个死怎么就这么难 这时前方传来一阵阵波动 抬头一看那正是消绝的剑 他似乎还在幻境之中 不断地用他那把不太配合的剑 朝着四周乱啃一气 地言哥见死直接冲了上去 打算浑水摸鱼 以求那把剑将他直接给咔嚓 然而那把剑一剑到 他就搜得一下断开 因为在这把剑的意识中 只有地言哥才是他真正的主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都是 在他躲开的刹那 地言哥碰的一声撞在了消绝的身上 直接来了个亲密接触 他只是想要一心作死 毫不犹豫地朝着零剑撞去 可他不但连剑的毛都没碰到 还对上了男主甜蜜的初吻 消绝在迷迷糊糊间 感觉自己的脸上有种熟悉的感觉 第六起一看 果然映入眼帘的便是 让他气得牙痒的小白眼了 这下终于知道 还是我最好了吧 以后老老实实地跟着我 我就勉强原谅你这回 地言哥懒洋洋地 瞥了他一眼没有回忆 消绝抱着他当即发现了端倪 你的腿怎么断了 左手竟然也断了 浑身也脏兮兮的 说着的同时就要给他疗伤 你看看你离开我后都成了什么样 以后要离那些 长得好看的男人远一点 越是长得好看的男人 越不是东西 当然我除外 消绝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人 一脸愤恨 显然那个人与他来说 记忆非常深刻 对于他的这般自恋的行为 地言哥愿称之为不要脸 接着消绝又掏出了一粒疗伤的担药 地言哥本能地抗拒 这黑漆漆的丸子 不就是他炼制的废丹吗 对于这种看着丑望 闻着恶心的东西 他打死也不吃 可消绝却强行给他塞了进去 小毛球 你这么小就挑适可不行哦 于是地言哥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一颗颗珍珠式的水珠从眼角滚落 消绝只认为他是因为受伤太童所导致 不断地像个婴儿一样来回摇晃安慰他 可只有地言哥自己知道 那是因为这丹药太痛得难吃了 跟他做的饭一样难吃 消绝为了要之后 便心满意足地带着他往前走去 要说消绝不愧是大男主 没走几步就遇到了大危险 只见脚下咔嚓一声响 四周的土墙中浮现出几尊人形雕像 周身散发的气势让人不自觉有种压迫 而且每一尊都拥有助击巅峰的实力 寂静的空间随着咔嚓一声 然后像是连锁反应一般 原本站着不动的雕像全部活了过来 地言哥先是吃惊了一下 看清状况之后 蹭得一下激动地抬起了小脑袋 与此同时 刚刚复活过来的雕像如同恶魔一般蜂拥而止 他们眼中冒着金光 像是被什么操控着一样 消绝见状不敢大意 立马提起十二分精神 将激动地窜出来的地言哥赶忙塞进怀里 小毛球多好 下一刻手掌掐印 周身的灵力乍现而出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两者交汇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红石为首的雕塑瞬间崩裂开来 然而他们根本不给萧绝喘息的击步 一个接一个的蜂拥而上 像是杀戮机器一样永无休止 萧绝浑身的灵力也在加速消耗 而且更恐怖的是 这些雕像不但数量度 竟然还会自动复原 地言哥悄悄地看着这一幕 下定决心这次 他一定要找到机会等待 而且必须合情合理 男孩紧紧和他对望了一眼 从此便把他当作了知心爱人 遇到危险更是生死守护 随着越来越多的雕像蜂拥而至 萧绝的灵力也在慢慢消耗殆尽 而地言哥在衣领中露出脑子 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看得非常认真 片刻后终于让他逮到了机会 因为他发现一只怪的灵活度 远高于其他怪 别的都来回死几十次了 就他一次都没死过 当即激动地跳出去 他肯定是只实力强横的精英怪 搞不好一只手就能拍死 扑上去后直接对那只怪又啃又爽 是要激怒于他 只是吭哧吭哧啃了几口后 发现这味道竟然还可以 比他做的那些破药丸 不知道好吃多少味 于是乎他开始疯狂地啃食 试图让那只雕像对他吓死什么 结果那只泥素怪发出一道惨叫声 而地言哥也是咕噜一下 好像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记得那只精英怪就这么四分五裂 与此同时 所有的雕像也跟着竞树分崩离析 消绝见状一时间有些傻眼 看来这小毛球也不是完全没有良心 虚弱的他此刻蹲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而地言哥则是疯狂地往外吐 毕竟最近运气这么长 他不会又知道什么好东西了 消绝拿出一粒丹药 服下之后恢复自己的灵力 此时不由地让他又想起了那个人 你说他练的丹药这么练 怎么就救不了自己的命 突然地言哥吐了一口老血 消绝见状当即脸色大变 小毛球 你怎么了 紧接着地言哥挖的一声 全喷到了消绝脸上 刹那间消绝愣了神 又让他想起了被灭门的那天 父母为了掩护他逃跑的惨烈场景 他浑身是血 拼命地嘶吼着 而且这一幕是多么的似曾相识 当初重伤的地言哥也是拼得他满脸是血 可消绝却是嫌弃地直接将他给扔下了 然而这回 他却是担忧地看向小毛球 他掏出一粒金光闪闪的丹药 这是他仅剩的唯一一颗神级丹药 然后毫不犹豫地塞到了地言哥的口中 等地言哥反应过来的时候一脸愤恨 他还真该谢谢这个王八膏子 一共就两颗神级丹药 一颗给人形的他吃了 另一个又给兽形的他吃了 这家伙肯定有毒 消绝施展清洁术 将脏兮兮的一人一兽都洗了个遍 然后摸了摸地言哥的狗头满足的笑话 只要他们能在一起 无论什么难关都会过去的 现在还是先抓紧离开着 地言哥闻言不可思议地看着消绝 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身为大男主 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离开 他可是一根毛都没得到 他只是对着石碑磕了个头 男人的发型变成了地中好 听到男主说想要离开秘境 地言哥当场急得发出滋滋的声音 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离开 毕竟他可是连一根毛都没得到 而消绝看着他激动的反应 以为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 只是消绝走了一回 很快地言哥就不急了 因为消绝走的路 同出口完全是两码事 战无不胜的傲娇男主竟然是个路痴 还得是大男主 这找死的能力同反派有的一拼 这步还没走几波 消绝就感觉到前面有危险 这么好的事情 地言哥怎么可能会错过 还没等消绝开口 地言哥就飞速地窜了出去 同时零剑也跟着他屁股后面紧追不舍 消绝一时有些猛逼 他这不太听话的剑也跑那么快当了 在过去后发现地言哥正团成一组 蹲在一个石碑前 两只小耳朵都无精打采搭了 石碑上刻着九死一生之地 前方十个洞口 有九个是死路 只有一个是活路 而地言哥正在纠结选哪个洞口 毕竟他的运气这么长 万一选到十分之一的活路怎么办 消绝轻轻抚摸着他的小脑袋 别担心 我们可以选择往回走 说着变第六起地言哥就要往回走 地言哥当然极力反对 谁都别想阻止他找死 然而回头的路竟然消失了 就在这时 蓝宫家主也不知道从哪掉了下来 而且一头青丝竟然变成了地中狠 消绝见状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蓝宫家主则是怒气冲冲地指着地言哥 小畜生你害得我猴子 你是不是故意带我们去那个地中 说着一掌就向着地言哥洗来 消绝见状立即侧身躲开 蓝宫家主 这小毛球是我的灵兽 请你说话放干净点 而这毕竟是蓝宫家主花了五千零食买下的 在他眼里就是他的东西 还请萧先生将此物归还 同时贪婪地看着地言哥 下一刻消绝的灵剑猛然出息 直接砍断了蓝宫家主的事 这下所有人都弄住我 尤其是消绝 看着他那不靠谱的剑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是这些天 他的所作所为感动了这把剑 所以他已经同他人剑合一了 地言哥白了眼那把多事的剑 虽然他也不知道这把剑怎么突然变得不正常 不过讨好他也没用 他是不会收他的 蓝宫家主愤怒地咬牙切齿 本以为萧绝只是一介散修 没想到静这么厉害 而且想要寻宝还要依赖那个小猪子 小不忍则乱大毛 只是沾上一滴就会生死到萧 最柴的他竟在中央毫发无损 而且还在里面游泳搓走 要知道 就算是金丹巅峰也只能望而却步 前方是九死一生的十个洞口 后面的出路已被堵死 他们只能选择继续前进 最终选择全交给了地言哥 在犹豫再三后 他就随便选了第一个洞口 他不信自己有这么倒霉 随便一选都能让他选中生门 然而走了一段后 里面除了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没有发生 地言哥圆溜溜的眼中竟是差异 他不会真这么倒霉吧 而就在这时一边突起 只见远处紫红色的岩浆 快速地向他们涌过来 哇 是紫燕江 就算金丹巅峰碰上一点 也会生死倒笑 起源当即转身就跑 而地言哥则是激动得难以复驾 萧觉只感觉怀中一空 就见地言哥毫不犹豫地跳了出去 但是如果他没有缘由地 直接跳向岩浆 那肯定会判定为自裁 于是他再次将矛头指向了 后面的能工家主 下一秒直接扑倒在了他身上 萧觉见状连忙去拉地言哥 却被他一爪子给打开了 此时两人的身后就是紫燕江 萧觉在过去救他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并没有再打算停下去 只是边跑边回头看了一眼 虽然他觉得这样有些对不起小毛球 但他的命是属于萧家 他必须得活着 现在也只能祈祷小毛球能够化险为夷 当紫燕江四面八方涌过来的时候 传来南宫家主不甘地怒吼声 地言哥则是笑得一脸欣慰 他终于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回家 只是很快他就笑不动 他竟然在岩浆上浮起来了 不但能在上面尽情地奔跑 甚至还能自由地养勇 此时地言哥要哭死 说好的生死倒消呢 为何他能在这里面毫发无选 小畜生 看我不打死你 地言哥回头瞄了一眼 这老家伙都烧成这样了害嘴跑 于是一人一兽你追我赶的奔跑 而此时地言哥再次闻到了宝库的味道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一头钻了进去 南宫家主迟疑了一阵之后 顿时发出疯癫的笑声 这是宝库 他终于找到宝库了 他留在这东锤城四十年 就是为了这一刻 生死关头男孩气态于不顾 可他不但不计前嫌 还冒死回头解救垂死的难以 此时空气刘海小哥哥发出疯狂的笑声 他苦寻了四十年的宝库终于找到 而刚钻进宝库的地言哥有些猛的 不是说好的死门吗 这怎么直接又通到宝库 而其实答案早在入口处已经说明了 九死一生 辞量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急事生门 后面的九个是死门 正在地言哥悲叹自己运气差的时候 宝库外南宫家主欣喜若狂的叫声传入耳中 于是地言哥不管三七二十八一股脑给收了几位 他对这些宝物一点都不感兴趣 只是坚决不能便宜了这个黑心老头 南宫家主怀揣着激动的心情一整击碎石门 宝库我来了 可下一秒竟发现宝库内连根毛都没有 比他的空气刘海都干净 南宫家主的内心瞬间崩溃了 他挂念了四十年的宝库竟然是空的 那他留在东锤城四十年的意义是什么 听者伤心 闻者流泪 光幕外的众人也忍不住一阵吐槽 这老头可怜了 竟然被地言哥给耍了 妖帝简直是太狠了 一般人估计得当场被气死 他之前明明都在这宝库逛了好几次 什么都没弄 偏偏这回全卷走 他就是纯粹想看人被气死的样子 一想到妖帝做的那些事 众人又忍不住同仇敌他 当场把这老头先挑衅的事给入室了 除了宝库的地言哥正在感叹命运的杯子 忽然秘境内地洞山摇 因为宝库的东西被全部取走 显然这里要躺 地言哥见大事已去 只能慢吞吞地往外爬 因为他明明能出去 如果还要耗在这里等死 只会被判定是自财 那是万万不可取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地言哥突然嗅到了宵爵的味道 于是他立即撒鸭子狂奔 因为救人而死 那绝对稳妥妥 感到时宵爵整个人被压在一块巨石之下 明显的出气多进气少了 地言哥在刨石头的同时 地上也瞬间裂开了一道道口子 之前黑衣人的尸体当即掉了进去 眨眼间的功夫裂缝已经蔓延到脚面 上面的石头开始扑隆隆地往下掉 地言哥见状立即加快了速度 死死地咬着宵爵往外拉 如果中途他死掉了 那宵爵能不能活也只能看他的命数 同时光幕外的众人看得胆战心惊 特别是隐匿在人群中的宵爵 显然对于这一切当时的他完全不知情 当初他跳到南宫老头的身上竟也是为了救他 而那时的他却只顾自己跑了 当时的地言哥一定很伤心绝望了 神座上的地言哥猛然睁开眼 是谁在偷渴 他内心纯洁善良 一生好事做尽 可在众人眼里却是卑劣无耻的腰底 眼看萧爵已经奄奄一息 地言哥咬着他死命地往外转 如果运气好被石头砸死 那么他就可以回家了 可整个过程竟然倒霉般地顺利 裂缝不裂到自己面前也就罢了 明明走得那么闷 愣是没有一块石头砸到身上 更倒霉的是沐穴早过他晚过他 他刚出来就躺了 此刻他严重怀疑 室内该死的男主光环在作祟 不经意间发现萧爵的额尖 多了个黑色线体 好奇的一转子过去 那当黑影却像活物一般避开 他在抓 黑影就又躲开了 地言哥这小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于是双手不停地拍打 直到累到气闯呼呼 也没有碰到他分口 有强迫症的 他怎么可能会受到的这种虚拟 一怒之下 整个身子都跳到了萧爵的额头上 终于那东西也被他给踩住 地言哥好奇地研究了半天 发现这应该是那个黑衣男的禁术 黑衣男会的 蓝宫老头肯定也会 那这家伙中了他们的束缚 会不会也变成秃头 于是他试着拉扯萧爵的头发 好像并没有问题 可是下一秒却没收住 结果直接揪了一搓下来 这一下让他有些心虚 然后又偷偷地给他塞了回去 这样应该就发现不了了吧 光幕外偷看得萧爵满脸黑血 他竟然耗了头发 接下来地言哥严正以待 因为他要开始办正事了 这种情况对他这种熟读逆天改命术的 完全不是问题 他当即咬破爪子 然后抵在了萧爵的额头上 希望这禁术能争点气 争取把他给克死 同时他呸得一下 吐出几颗带着纹路的白色丹药 这丹药一看就是好东西 正是刚才他卷走的宝库里的东西 随着地言哥将丹药塞到萧爵的口中 同时念起了旁人听不懂的咒语 顿时印记发出阵阵红光 下一刻顺着他的爪子就跑到了他身上 而且还在不停地来回游走 地言哥巴唧一声倒了在了地上 他的额尖再次痒得让他哭了出来 光幕外的众人充满了疑惑 妖帝怎么又哭了 这玩意儿有那么痛吗 总有不信邪的人伸手去触碰光幕 结果下一秒砰的一声飞出巴掌 同时眼泪鼻涕口水横流 发出阿巴阿巴的声音 众人见状统统闭上了嘴 早已脱胎换骨的仙人碰一下都能变成神 可见那时的地言哥该有多难受 他只是给男人吃了一颗丹药 便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只因他将男人身上的诅咒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下一刻便倒地不起 额尖带来的痛苦让他忍不住哭了出来 人群中的萧爵眼中划过一丝动容 他是真没想到 地言哥竟然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 他回眸看了眼神坐上的地言哥 那一丝动容顺时烟消云散 因为此刻地言哥也在回望他 而且对方眼神十足嚣张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地言哥和萧爵都陷入了昏迷 此时伤痕累累的龙岩车发现了他们 然后又惊又喜地向着地言哥跑去 南宫老头的运气也不错 竟不知道怎么也跑了出来 只是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的 在他看到地言哥的时候 眼中充满了仇恨 小猪伤 都是你害的 我要杀了你 此刻他就像一只疯狗 恶狠狠地想要扑向地言哥 地言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就看到龙岩车紧张地出了一头冷气 而龙岩车见到小丽醒了过来 开心地也顾不得害怕 只是南宫老头一直要哇哇着杀了地言哥 对此南宫若灵充满了疑惑 你们在墓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我爹再见到小丽后会如此激动 龙岩车只是低头小声喃喃地表示不住的 南宫若灵见状也没有再多问 毕竟龙岩车只是一个奴隶 想必也不会知道 就这样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南宫府 只是刚到门口就看到管家慌慌张张的样子 大小姐你可算回来了 银罕圣地的圣子来了 说是来订婚期的 话落南宫若灵眼中呈现厌恶之死 因为这人明知同他有婚约 可竟然还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况且现在他跌成了这副模样 南宫家不可群龙无首 正是他挑大梁的时候 但是银海圣地他们又得罪不起 只能先进去看看情况再说 刚一进门就听到对方侍卫的大喊声 你们南宫家好样的 竟然用这两个贱男人来羞辱我们少主 一时间屋内充满了火药味 此时地言哥悠然地从美梦中醒来 乌溜溜的大眼睛不停扫着四周 生怕错过了什么八卦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竟然在萧绝的怀中 于是他标的一下就跳向龙颜扯 萧绝这该死的男主光华 他绝对不跟他同流合污 刚跳到龙颜扯怀中 对方就指着他开始羞辱 丑成这样也赶出来见人 我们少主都已经于尊降跪 愿意娶你们南宫家的女儿 可你们竟然还用丑八卦来羞辱我们少主 此刻龙颜扯充满了痛苦和自卑 蒂严哥也来了脾气 龙颜扯现在可是他罩着的人 敢羞辱他简直就是找死 下一秒就猛然扑向对方 他的速度极快 在对方身上只留下一道道残影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那个仆人已经倒在地上直叫唤 脸上已经被抓得不成样子 蒂严哥满意地瞄了一眼 还不忘发出滋滋的挑衅声 这时尹海圣子突然开口 想要退婚也行 但是本圣子要这只灵手 还有你们南宫家的实践灵气 不然尹海圣弟不会善罢甘休 他只是睡了一觉醒来 小哥哥就变成了疯癫之人 而且还引来众人的争先哄抢 萧绝看着这小白眼狼 再次投入别人的怀抱 气得咬牙切齿 他连神级丹药都给他吃了 竟然又同别的男人口 这是我的灵兽 不是南宫家的 阿金你把他还我 而对于龙颜扯来说 小黎就是他的全部 当然不肯轻易放手 于是两人在那里争执不休 完全将其他人当成了空气 南宫姐妹对视了一眼有些猛逼 然后一人拉过一个开始劝 对此南宫若灵彻底无语 这几个男人今天怎么都揪着小黎不放 实践灵气可以给圣子 但这灵兽真不是他的 而且小黎也没有任何修为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圣子打斗 他可以不要灵气 但必须要这只灵兽 他摇了摇手中的扇子 脸上看不出其他情绪 银海圣帝身为十大圣帝之一 怎么可能会在意这区区实践灵气 他这次过来的目的显然并不简单 话若萧绝当场第一个不同意 脸色也逐渐阴冷了下来 你算哪跟聪 竟都有资格替南宫家做决定呢 南宫若灵抢先挡在萧绝面前 我和萧公子两情相悦 婚约一世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对此萧绝一脸猛逼 显然他被当成挡箭牌了 同时南宫若灵传音给他 若是他能帮他解决婚约一世 就答应将小黎归还给他 萧绝本不想掺和他们之间的事 但他留在这里的目的不就是要回小毛球吗 待他解决完此事 就带着小毛球离开 永远不再受任何人的束缚 想到这里他周身的灵力顿时四散开来 看来此架非打不可 身为大男主 打架从来都没有所过 而对面的圣子显然也没把他放在眼里 一时间周遭的空气降到了冰点 站在旁边的龙颜彻眼中尽是悲伤 如果他们要抢走你 我们就一起去死好不好 龙颜彻即便毁了龙也依旧没放弃过生命 因为他还有小力陪着他 可现在他是真没了办法 他只想和他永远在一起 帝颜哥听到去死两个字 那叫一个兴奋 可转瞬间又情绪低落下来 虽然他的意见是挺好的 但他一个普通人想对他下手 那绝对痴人做梦 他不仅批后 而且还命运 一般的小手段根本对他没用 另一边圣子显然是有备而来 毫不保留地放出了大招 陆和绝杀阵 帝颜哥见状顿时两眼放光 这玩意儿应该能喝死 这个时候萧绝也察觉到 他绝对不是为了婚妻而来 圣子的真实目的 其实是为了墓穴的宝藏 顺便拿他的灵兽探探路吧 与此同时 两人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对方 想要他的小毛球 必须从他的尸体上踏过去才行 下一刻两股强大的灵力碰撞到一起 疏死搏斗就此展开 他只是纵身一跃 大男主就灭了所有人 可他也因此经脉寸断 只因他一口吞下了八卦凶阵 两个男人疏死搏斗 而他们仅仅只是为了一只小狐狸 两股强大的灵力碰撞到一起 刹那间周遭的空气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意外的是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动地 仅仅是一招肖绝就被打得连连后退 此时帝颜哥急速跳到肖绝身上 肖绝健壮又惊又喜 浑身再次充满了力量 虽然小毛球总喜欢跟着别的男人跑 但每次他有危险的时候 他还是会第一个冲出来救他 这次他也一定会拼死守护 帝颜哥没有理会他 而是两眼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圣子 毕竟他可不是来帮肖绝的 肖绝身一跃 身为大男主的气势骤然全开 凌厉的攻势四面八方地朝着圣子袭来 而圣子则是站在光运之下纹丝不动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因为他有路和绝杀阵护体 肖绝的攻势根本伤不到他分后 然而此时帝颜哥看转了时机 急速扑向圣子 下一刻张开樱桃小嘴 闭口吞下了他引以为傲的绝杀阵 而这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等圣子反应过来的时候顿时惊惚是错 同时肖绝的剑气席卷而止 下一秒圣子便倒在了血泊当中 迟到死他都没有想明白 这好端端的阵法怎么就突然消失了 与此同时 帝颜哥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高空跌落 他刚才的动作非常快 没有人知道是他一口吞了阵子 肖绝蹲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 同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小毛球 这次我赢了 上次是我没能护住你 而这次我没有食言 圣子身边的随从看清状况之后大惊之色 纷纷朝着圣子跑去 可看到的只有满地的血迹和残肢断比 圣子一死 他们所有人个个都红了眼 势必要消绝血债血肠 那就都来吧 打架他从来都没有耸过 于是提着剑就冲了过去 一时间厮杀哀嚎声不断 片刻后所有人都倒在了消绝的利剑之下 烟红的鲜血染了一地 消绝也有些支撑不住 他想不通刚才的阵法是怎么消失的 要不是阵法突然消失 他估计早已同对方同归于境了 直到看到不远处躺在地上的地盐哥 难道是因为小毛球吗 可他明明没有修为 这显然不太可能 消绝抱起地盐哥查探之后 发现他经脉全断 身上的灵气正在全身上下乱寸 五脏内斧都被四寸的灵气给破坏了 消绝苦涩的双眼很累 因为这种状态的他没救 一时间消绝只感觉心脏疼痛难忍 虽然小毛球总是跑路 尽管他什么忙也帮不上 可也只有他才会真心帮他 他明明赢了决斗 可是他就要死了 奋不顾身就男孩一命 可男孩反手就要杀了他 只因他全身经脉寸断 与其痛苦的死去还不如给他来个痛快 然而就在他打算挥剑的时候 那把剑竟然刷得一下飞了出来朝着他的手切去 要不是消绝反应快 估计他的手就直接被削掉了 虽然这把剑平时不听话 但这还是第一次切他 消绝整个人都挣住了 其实神剑早已吸收了地盐哥的血 再加上他有老主人的传承 在他看来 他已经是地盐哥的人了 只是在地盐哥承认他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倒贴留在地盐哥身边的 这也是他唯一的绝境 此时龙颜撤冲了过来 一把将地盐哥给抱在了怀里 有了龙颜撤 消绝没有再下手 而是默默地离开了能攻家 他不想看到小毛球最后痛苦的模样 光幕外龙颜撤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 仿佛要将小黎永远都刻在心里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和小黎最后的时刻 在这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小黎 只有那个让他恨入骨髓的人 那个恨不能千刀万寡的仇人 地盐哥这一睡就是大半年 这半年别看他在睡觉 其实全身的经脉都在重组 只是经脉重组的痛苦 除了他也没有人能承受 当地盐哥缓缓地睁开眼 看到的依旧是这熟悉的环境 感受到自身充沛的能量 他脑瓜嗡嗡的 这一睡着就自动修炼 这也太可怕 可怕的他都不敢睡觉了 此时房门被推开 男公只惊喜地看着醒来的地盐哥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死 只有龙颜撤从未放弃过他 到处寻求起死回生的药方 后来听说天玄子神医尿手 就毫不犹豫地去了神医 地盐哥小耳朵一抖 想到了天玄子那老头 当初他帮他挡下了九霄神类 还送了传承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男公只怕地盐哥着凉 像果粽子一样把他包了起来 然后准备给他弄点事的 只是男公只刚刚离开 地盐哥就站起了身子 既然如此 他就去探望探望天玄子 顺便将龙颜撤找回来 城郊的一处一战 一袭白衣少年迎面走来 头上戴着一顶纱帽 我要去神医谷 有谁愿意带路 这位少爷要去神医谷 最多三天 绝对将你安全送打 地盐哥二话不说 直接召唤出一把剑 我不坐马车 你给我指路就行 话落一把第六起车夫直冲九霄 经过车夫惊恐地指路 不销半刻便已经到神医谷范围 地盐哥感受到了龙颜撤的气息 随手拿出三块零食给车夫 车夫在接过零食后 直接撒鸭子狂奔 非常热闹 到处都是来求医的众生 只是听车夫说 天玄子已经有六年没有出现了 神医谷也早已荒芜 想来应该不在人世了吧 可龙颜撤这个傻子 却还是倔强地死守在这里 这还是他来这一时候 第一次有人能做到如此程度 说不感动都是假的 所以这一刻 地盐哥决定将他当成好兄弟 以后他定会挡在好兄弟面前 替他挡住所有致命危机 他只是睡了一觉 就化成了白衣少年 并决定将大反派当成好兄弟 因为这还是他来这一时候 第一次有人不顾一切地救他 此时跪在地上的龙颜撤 突然倒在地上 地盐哥急步冲过去 连忙将他扶了起来 他身体异常虚弱 看样子好像跪了好些日子 龙颜撤缓缓睁开眼 看到眼前的人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臂 你就是天玄子吗 地盐哥表示天玄子早已不在这里 让他恢复了就赶紧离开 说着就往龙颜撤口中塞蛋药 可他坚决不吃 不断地喃喃道 你一定就是天玄子 你不要救我 求求你救救小黎 纵然地盐哥连连否认 可他却坚定地认为他就是天玄子 要不然谁又会来这种鬼地方 地盐哥闻言一阵无语 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你要是不救小黎 我是不会吃的 小黎就要死了 你不救他就让我同他一起死 龙颜撤说着便激动地晕了过去 地盐哥缓缓叹了一口气 你这又是何必呢 于是直接将蛋药塞到他的口中 然后抱起龙颜撤向神医谷内走去 神医谷早已人去楼空 很明显 自那天后天玄子再也没有回来 这里曾经是天玄子的房间 等他醒来后看见这副镜广 应该就会放弃了吧 但他显然低估了他的臭脾气 片刻后龙颜撤缓缓睁开眼 只是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便又一股脑地跑了出去 然后再次跪到神医谷的入口处 就这样循环了几次后 在暗处的地盐哥也真是服了 于是只能出现在龙颜撤面前 小子 你到底怎样才会离开 龙颜撤健壮一头刻在地上 还请天玄子前辈救救小丽 我看你血脉非比寻常 我可以助你激活血脉 从而让你成为一名强大的修者 什么小丽 哪有自己变强来的重义 可龙颜撤依然坚持要救小丽 地盐哥属实已经没辙了 只能先瞒着他说自己就是天玄子 不过说起来 他现在是先一玄中的弟子 前任天玄子已经可能不在 说他是天玄子也没毛病 而此时光幕外也炸开了锅 妖帝凭什么说自己是天玄子 别以为他有天玄子给的传承 他就是天玄子 简直无耻至极 天玄子乃当是圣人 他凭什么同天玄子相提并握 他这是在玷污我们的圣人 一时间众人看着神座上的地盐哥 个个都急红了眼 而地盐哥则是淡淡地扫了众人眼 看什么看 比起区区一个天玄子 本帝还是喜欢当帝尊 看着你们每月见到我 恨不得跪倒在我面前的模样 本帝真的非常开心 话落众人更加愤怒了 通通咒骂妖帝早晚不得好死 而他们越是这样 地盐哥就越高兴 唯独龙颜彻站在那里神色暗淡 他为什么要化作少年来骗他 当初为什么不直接说他就是小黎 他只是救了男孩一命 便惹怒了在场所有人 只因在众人眼里 他是十恶不赦的妖底 却还要装作救苦救难的圣人 龙颜彻急匆匆地带着地盐哥赶往小月 可到了住处哪里还有小黎的身影 龙颜彻心下一沉 似乎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四处找了半天 依旧没有见到熟悉的白色身影 地盐哥见状忍不住开口 小子 你的灵兽应该是自行离开了 你就别浪费时间了 话音刚落地盐哥才意识到说落嘴了 因为龙颜彻根本没提过灵兽的事 不过幸好龙颜彻正焦急地找着小黎 根本没注意他的话 此时男公子推门而入 龙颜彻焦急地问他小黎去哪了 男公子带着一丝愧疚 昨日他只是离开了一会小黎就不见了 也许是贪吃自己跑出去 话落龙颜彻当即怒吼 他伤得这么重 你怎么能让他自己离开 他可是你的救命人员 你就是这么照顾他 男公子被他这么一会 顿时大小姐脾气也上来 小黎本来就是只爽 他自己不 我能有什么办法 况且看着他本来就是你的责任 龙颜彻文言瞬间愣住 男公子说的对 确实是他自己的责任 小黎一定是不想拖累他 才会选择独自离开 想到这他再次冲出小院 发了疯似的在男公家到处找着小黎 而地盐哥也只能跟了上去 这小子一定是魔争了 好歹他已经将龙颜彻当兄弟 为了他的精神状态 地盐哥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再变回去 此时男公若灵也到了 他恭敬地问地盐哥 敢问前辈是何人 来我男公家有何事 地盐哥指了指龙颜彻 也没什么事 就是跟着他来的 男公若灵见此当即有了心思 龙颜彻何时结识了这般修为高强的人 当初他本想借萧绝之手 退了他和银海圣帝的婚约 谁料萧绝竟杀了圣子 而后便不知所踪 此时就如同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剑 眼下不如再借借这位修者的利 想到这便立即表示 小女是男公家的家主 也是东垂城的城主 巴金是爹的养子 也是他的兄长 地盐哥脸色当即阴沉了下来 果然这就是人性 为了达到目的 巴金这个家奴 摇身一便进成了城主的兄长 于是地盐哥直接揭穿了他 如果他真是你的兄长 那他身上的伤为何不帮他治 难不成你偌大的男公家 还没有一颗高级的疗伤药 还是你不肯浪费修为 男公若灵当即无言以对 你和银海圣帝的那些事 这天下谁不知晓 地盐哥虽然帮自家兄弟 但还是给他指点一二 银海圣帝总共五位金丹巅峰 之前死了一个 还有四个本就不合 他们各自忌惮可不会轻易出手 至少在没到原因前 他们不会出手 而你只要努力修炼 也不是没有机会 男公若灵文言当即便理清了其中的关系 不知前辈明慧 不慎感激 地盐哥没有回答 这时龙颜彻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天玄子前辈 我找不到小林了 您能不能再多留几天 男公若灵听到声音猛然一惊 就见白衣仙尘的天玄子 正安慰着满脸泪珠的龙颜彻 行了 我陪你去找 片刻后龙颜彻不知道 从哪翻出来一根红绳 地盐哥见状一把扯了过来 当初他伤得太重 还真没发现这无意中 用来捆药品而带出来的血 竟然是传说中的龙鸡 胆小气弱地反派 变成刚一男孩 只为一心找到失踪的小狐狸 殊不知他早已化成人形 也正是眼前的地盐哥 男孩不知道从哪翻出来一根红绳 地盐哥见状一把扯了过来 因为他发现这竟是他苦苦寻找的龙鸡 这下龙颜彻终于可以觉醒龙足血脉了 而他也能准备回家了 至于兄弟啥的哪有回家重要 以后的路 兄弟你自己扛吧 龙足血脉也分好几种 不过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 他一定帮他弄条最强的 龙颜彻红着眼眶 看向地盐哥手中拿着的线 天玄子前辈 如果你喜欢这根线就送给您了 只希望您能再多待几天 我一定会找到小黎的 话落地盐哥脸上的笑意更甚 既然收了他的东西 那暂时就先不走了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说不定小黎只是回家了 可是小黎这么小 他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活呀 之前还被人抓去了拍卖场 说到这猛然一惊 他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 下一刻便向着拍卖场飞奔而去 地盐哥只得跟在后面 到了拍卖场的后院 龙颜彻使劲地呼喊小黎的名字 这里是关押灵兽的地方 可奈何他没有灵力进不去 地盐哥见状内心有了主意 一丝灵力悄然飘向灵力 一时间所有灵兽 勃梗的禁灵环全部给毁了 没有了束缚他们也自由了 嗷嗷着要咬死那些曾经虐待他们的人 下一刻犹如脱缰的野马 琪琪冲了出去 龙颜彻试图找出那抹白色的身影 可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小黎 地盐哥抓起他声道半空 看着乱成一团的拍卖场 便带着龙颜彻离开了 只是龙颜彻明显还不死心 非要闹腾着继续找小黎 地盐哥又带着他转了几圈后终于受不了了 这小子小黎小黎的没完 耳朵都快听出简子 龙颜彻的血已经磨得不成样了 脚上竟是血淋淋的伤口 地盐哥给他拿出一双新鞋让他换上 可他如同倦驴一般一心只要找小黎 其他的完全无所谓 因为在他看外 小黎比他的命还重要 地盐哥彻底被这酱种给折服了 罢了 你先回南宫家 我帮你去找 你只要画出小黎整个什么样就行 龙颜彻激动的就是一通乱画 这就是我的小黎 地盐哥一看脑瓜嗡嗡的 这尼玛要真暗画像者 能找到就见过了 片刻后地盐哥来到郊外纠结了半天 这难道还要让他变成狗粮 不行 长痛不如短痛 于是他一把扯下一脚 衣服是他的皮毛画成的 扯下来后就变成了一撮皮膜 然后又咬过手指 网皮毛上面加了一滴精血 下一秒就幻化出了一个小黎 地盐哥不由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真是机智如我 女孩自从来到这个世上 便一直以男装世人 世人皆知他是十恶不赦的妖帝 可却没人知道他一生好事做尽 只是不愿让人知晓 为了安抚男孩 他不惜以精血为瘾 幻化出他画形前的模样 虽然金丹以上的修者能看出来 但是糊弄龙颜彻还是绰绰有余 当地盐哥回去的时候 远远的就感觉有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 这气势是原音进修者 难道是男公家又招惹了什么厉害的人物 想到这地盐哥激动地收起幻化的皮毛 这做死的机会不是又来了吗 此刻男公家所有人包括龙颜彻 都在主厅并排跪着 主座上坐着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 看样子他就是那个原音修者 这排场逼气十足 这气焰过分嚣张 地盐哥当即上前一步 那气势比他们还嚣张 你们几个什么人 竟然敢来男公家闹事 识相的就赶紧滚出去 不然小爷同里面没完 话落男公姐妹惊恐地看向地盐哥 生怕那人的怒火牵扯到自己头上 男子啪的一声打碎了桌椅 小子 谁给你的勇气 竟然敢冒充天玄子 一个小小的金丹修者竟敢如此猖狂 地盐哥当即就准备动手 你怎知我不是 我乃悬疑仙宗第888代传人 咱悬疑仙宗的弟子出门在外都叫天玄子 老头 你难不成是我悬疑仙宗的仇人 还是想抢我悬疑仙宗的传承 来吧废话少说 直接动手吧 就算他是原因那又如何 反正他都已经打死过一个 已经非常有经验 对方还没来得及说话 地盐哥周身炽热的火焰 已经布满整个空间 刺的人连眼都睁不开 原因男子健壮眼皮不由的指条 不过转瞬间地盐哥就将火球给熄灭了 因为他看到自家那个可怜的兄弟 都快被烤熟了 老头 不如我们出去的 我们个人恩怨不要连累他人 此时男子眉头紧皱 眼前的小子这么嚣张 岂有可能就是悬疑仙宗的人 地盐哥内心则是疯狂给他打气 快 快和我打起来 下一刻男子突然笑了起来 身为悬疑仙宗一脉 能不能别老打打杀杀的 老夫只是想请天悬子替无孙治病 话落地盐哥顿时像是泄了气的皮静 他还以为对方是个王诈 结果是个炮杖 地盐哥当即收手 然后吊儿郎当地走了过去 阿姬 你也赶紧过来坐下 男子健壮尴尬一笑 仙长莫怪 这些人老夫也没想到我就刚坐下 他们就自觉地跪在了那 地盐哥可懒得听他瞎扯淡 说说吧 你打算出多少报酬 只要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一下 男子表面客客气气的 只是眼眸中尽是算计 只要天悬子能救下无孙 条件随便提 地盐哥当即表示要杨里草和冰髓血精 替龙颜彻觉醒血脉也只差这两样 说说吧 你孙子现在有什么症状 原来他孙女自小天纵之姿 小小年纪便已经是金丹修为 可自一年前开始 每日子时到丑时 他的身体便会异常冰冷 且一日比一日痛苦 他的血脉不健全 修为越是强大越是生不如死 所有的仙医都说 他可能活不过十六 即便强制废了血脉 他也会因反射而亡 地盐哥一听是血脉问题 当即拍着胸腹保证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血脉 女孩只是答应了男子一个请求 便激怒了在场所有人 只因他们认为是女孩 谋害他家仙祖 幸亏后来得到天玄子的及时治疗 又受到神龙大人庇佑 这才有机会正道飞升 殊不知救他仙祖的人 其实就是地盐哥 而他口中的神龙大人 便是觉醒血脉的龙颜车 龙颜车此时也正正地看着光幕 到现在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觉醒的血脉 看来答案也要即将付出水面 面对地盐哥的信誓旦旦 柳淮男虽然半信半疑 但还是决定尝试尝试 如果他就不了 他可不管他是不是天玄子的后容 到时候别怪他心狠手了 地盐哥想要带上龙颜车一起 两条血脉一起致伤害效果肯定加倍 而且龙颜车的血脉觉醒后 龙族那边定会收到消息 到时龙颜车自然会被龙族带走 可龙颜车却倔强地坚持 留在这里要继续着想 然而下一秒就惊讶地喜出望外 地盐哥手中拿着的正是活蹦乱跳的小龙 但在金丹修为以上的人看来 这就是一撮皮毛晃化的而已 龙颜车紧紧地抱着小黎开心到起飞 他本不想带小黎去冒险 不过想到小黎伤得这么重 也确实需要救治 只好跟着地盐哥一起去 到了柳家之后 地盐哥被眼前恢红的建筑所吸引 每一道墙上面都铭刻着深奥无比的道路 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振法 不愧是十大修仙家族排名第三的柳家 宗门底蕴就是身后 也难怪南宫家会如此惧怕 只是地盐哥刚进入府邸 就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于是他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 下一刻又感觉哪里不对 等等我在干嘛 我现在可是人 不过幸好没人发现 他记得第一女主柳禅一的家就是柳家 而且柳禅一好像就是有病 原著剧情里说 女主柳禅一营如美玉 天真纯洁 因病而带着楚楚可怜的柔弱之美 但本身却秀为强大 因为他这个病 他的其中一个表哥找到了宵爵 希望宵爵能替柳禅一治病 接着便是一系列打脸装逼 最后宵爵费了柳禅一的血脉 吸走了他身上的全部修为才治好的 柳禅一因为被看光 无奈从宵爵走到了一起 只是在一起后 也渐渐地爱上了他 如果这句到这里结束 倒也是美式一桩 问题是后来宵爵还有无数个冷房 直到飞生以后 也有不少女子为他死去活来 最后等到宵爵成为帝尊想起他的事 他早就因为受缘耗尽而不在人世了 等了一个人一辈子 就是他的结局 不过现在被他遇到了 他定要和宵爵抢这个救人的机会 此时柳家一大家子赢了上来 只是面上的表情各异 爹 小姨他现在不太方便 柳怀男脸色微怒 什么叫不方便 他有什么不方便的 是啊大哥 就算他现在同野男人约会 哪有间谍来得重要 男子在一边极力反驳 胡说 是那个男人说他能一好小姨 所以小姨才同他在一起 孤男寡女的 这么多仙衣都没办法 就凭那个野男人 帝尔哥看着几人目瞪口呆 没想到修仙家族竟也充满私逼 简直可怕 幸好他没穿这种大家族 不然天天私逼这谁受得了 柳怀男此时彻底被激怒 原因的气势骤然炸裂开来 一群人浩浩荡荡冲向了柳禅一的房间 只是远远地便听到房间里传来两人的交谈声 萧绝你轻点 不要弄那么深 我没用力 我再试试 你忍一忍 柳怀男顿时气到脸色猙獰 混蛋 女孩言行举止过分嚣张 说逆天改命的法术有手就行 众人纷纷骂他是在招摇撞骗 只因逆天改姿普天之下 就连仙人都难以做了 男子听到房间内女儿和萧绝暧昧的对话 顿时气到脸色猙獰 下一刻怒气冲冲的一掌轰开了门 萧绝拿着迎针不悦地看向众人 你们有完没完 我说过我会治好的 你们再这样我就不治了 同时他眼神突然扫到人群中的地言哥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此人有些眼熟 而在他一旁的剑也细不可查地抖了抖 片刻后柳怀男坐在主位上 其他众人都恭恭敬敬敬地站在一边 连萧绝也是一脸不干 只有地言哥坐在主位下方 众人虽然看不清他的神情 但就冲他那个坐姿看着就异常嚣张 一个小小的金丹 有什么资格坐在那里 还有他们的父亲 一定是脑子被驴踢了 不然怎么能如此纵容一个小怪 只不过是些不入流的江湖术是吧 此时柳怀男面向两人 既然你们两位都是来为小姨治病的 那就各自说说怎么治吧 话落宵觉抢先开口 柳大小姐虽然天生鲜脉 修炼速度极快 但他血脉却是不健全 所以修为越是高深 也会引起血脉的反噬 所以我建议费了柳大小姐的鲜脉 而且我有自信 不会让柳大小姐受到血脉被费的反噬 虽然柳怀男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 但还是为自家善良纯真的孙女感到惋惜 他遗憾地看向蒂言哥 那么天选子你有什么好办法 而蒂言哥只是淡淡地说了一个字 这个问题不大 话音一落众人一片哗然 什么叫猖狂 这就叫猖狂 在他们堂堂原因大能面前 竟然也能如此口出狂言 这血脉都要费了还叫问题不大 萧觉也忍不住开口 柳大小姐的血脉都要费了 你竟然说问题不大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蒂言哥说起话来气死人不要命 怎么 你怕你一不好的人被我给医好 我就是有办法能治好他 萧觉被气得整个人都差点跳了起来 绝对不可能 就算你真的是天选子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 你就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 可面对他的怀疑 蒂言哥依然淡定自如 自自逐心 萧觉虽然生气可偏偏又奈何不了他 此时柳怀男看向蒂言哥 显然也很疑惑他具体有什么办法 蒂言哥不仅不慢领了礼衣物 不就是血脉不健全 将他补全不就行了 此话一出 光幕外的柳家仙人几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妖帝 然而众人却是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不是妖帝还能是谁 他连那天改命都能做到 补全一条血脉而已 只能说他有手就行 同时在心里打鼓的还有龙颜彻 如果柳禅一的血脉是他补全的 那他的祖龙血脉也是因为他吗 龙颜彻此时终于体会到了 之前骆子莹那纠结到痛苦的心情 一半感激一半怨恨 确实能将人生生折磨疯 柳怀男也是被气到了 因为补全血脉可是逆天而行 补天之下根本没有人能做到 他一个精丹修者 凭什么 然而萧绝却是越来越震惊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但他确实知道 因为这逆天改血脉他亲眼见过 再加上对方那嚣张的模样 还有那气死人不要命的态度 此时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人 下一刻直接拿剑指向帝颜哥 是你 颜哥你竟然没死 帝颜哥见此将纱帽一扔 那张美智不辨别男女的脸上 额间的紫色印记尤为引人瞩目 师弟 你还是一样蠢 消觉此时内心又惊又喜 他还活着 嘿嘿 他竟然还活着 柳怀男微微颤抖地用手指着帝颜哥 已经身负天命诅咒 他很清楚他额间那紫色的奇特纹 就是天命诅咒的独特印记 这小子简直就是个疯子 比天玄子那老头还要疯 想当年天玄子为了他的医术 那可是下至九幽炼狱 上至月翅神功 几次差点性命不保 但比起眼前的少年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想到着他激动地冲到帝颜哥面前 只要你能救我女儿 做牛做马我都愿意 只要柳家主将答应的东西给我 我现在就可以帮他 话落消觉虎去一阵 等等 他要跟我争夺柳家坠续之位 他只是看了女孩一眼 直接抽出利剑相迎 只因那是他心心念念的帝颜哥 当年他以为他已经死了 直到认出来他的那一刻 消觉又惊又喜 不过片刻 柳家人已经把帝颜哥 要的杨丽草和冰髓血精送了过来 生怕他改变了主意 毕竟身负天命诅咒之人 确实是有希望补权小姐的血脉 此刻龙炎车略显为难之色 仙长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小黎 他以前可活泼了 帝颜哥文言嘴角一抽 我找到他的时候已经给他看过 他这样可能是季节的原因 动物吗 难免会冬眠 龙炎车哀怨地看见小黎 总觉得哪里都不对劲 帝颜哥连忙转移话题 倒是你身上伤痕累累的 你就不想致一致 然而对于龙炎车来说 他能救小黎就已经很知足了 对自己身上的伤疤完全不在乎 帝颜哥拍了拍他的肩膀 真是好兄弟一切静在不言中 这时急促的敲门声 打断了两人友好的兄弟情 帝颜哥打开门 见到的便是消觉那张讨人厌的脸 随即又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于是两个人一个使劲推一个用力 消觉很气愤 你当初为何要装死 这样很好玩吗 关你屁事 同时帝颜哥猛然打开门 下一刻消觉直接来了个狗吃屎 这让他怒气直直接飙升 随后不屑地看了眼旁边的龙炎车 怎么 你的弟弟不要你了 所以又找了一个替代品 眼看好兄弟无辜被波及 帝颜哥当即怒吼 关你屁事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如果没事赶紧有多远走多远 毕竟等会改血脉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控制不住的事 他终究还是不想看到有人白白送死 然而帝颜哥越是如此态度 消觉就越是恼火 师兄不会不知道柳家的规矩吧 若是谁能治好柳大小姐 谁就是柳家的坠续 话落帝颜哥一脸猛低 他还真不知道这回事 不过随即帝颜哥准备气一气消觉 我说这小子方才在众人面前那么大的敌 原来是怕抢了他的老婆 我当然知道啊 不然来这里干嘛 难道你爱上柳家大小姐了 如果真喜欢他就去告白呗 来我这里做什么 难不成你想色诱我 让我主动放弃争夺柳家坠续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家说不定会好好考虑一番吗 可想象中消觉的暴跳如雷并没有出现 而是一副娇羞的模样 帝颜哥被整个一愣一愣的 我去 这家伙怎么回事 男人不是最讨厌来自男人的暧昧吗 难道他不应该大骂他神经病吗 甘尬至于帝颜哥猛然将他推了出去 这大男主不会被他给呆弯了吧 然而下一秒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帝颜哥以为还是消觉当即怒吼 你到底要干嘛 来人下了一个机灵 仙长 换血脉的药材已经被起 可以开始了 女孩为了灰飞烟灭 不惜给自己设计做死连环头 众人只以为他是在逆天救人 更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而事实上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家 此时捕血脉所需材料都已准备妥当 柳家的所有人也都到了 各个面露民众之色 那些材料可以说是掏空了柳家的家底 但只要换柳禅一先及血脉一切也都止了 帝颜哥也是第一次见到柳禅一 不愧是书中第一女主 不仅长得纯净温和 连性子都是腼腆娇羞 而他只是看了一眼柳禅一 肖绝就粗得脸黑得跟锅底似的 柳家主 我让你准备的空旷之地在哪 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之前帝颜哥就提过这补权血脉男一天而行 到时会有强大的劫雷 可柳怀男却非常自信 表示完全不用 他柳家有上古传承的防护症子 即便是天结也能扛过去 不就是两条血脉劫雷吗 看他如此轻松的样子 能有多强大 帝颜哥眼神变得古怪 你确定 而他依然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 就算是失条血脉 柳家阵法也扛得住 在开始的时候 帝颜哥又再次确认了解 你们真的不要比一比 柳怀男依旧坚持 放心 我柳家子孙自有老父闭户 见柳怀男如此自信 帝颜哥觉得这是应该靠谱吧 此时龙颜彻两人都齐齐地躺着 这是帝颜哥第二次替人换血脉 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手中灵力浮现 口中开始念着咒语 只是一瞬间 口顶的整片天空便已经被乌云压定 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 众人当即头昏眼花 那压抑的感觉 让众人体验到了何为逆天而行 同时帝颜哥嘴角也渗出了刺眼的血迹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开局非常好 他已经给自己设计了连环头 这回绝对靠谱 随着第二道咒语的念处 柳家众人都齐齐地晕倒在地 身为原音大佬的柳怀男眼皮一体 也觉得不对劲 爹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此时柳怀男在想到刚才自己说的话 只觉得啪啪打脸 不过还是小命要紧 当即不再强撑决定离开 只是话音刚落 众人呆跑得叫一个快 又是一道雷光披下 柳家大院已经被披得七分八裂 狂风肆虐 风吹起那白色衣袍 青丝随风舞动 宛如乘风而去的仙人 帝颜哥那双时常戴着细血的毛子 此刻前所未有的认真 这也是萧绝第一次见到 帝颜哥如此专注的模样 然而他这么做 依旧是为了别人 上一次是为了骆子营 这一次却是为了一个不知名的阿金 他到底是有哪里不如他们 凭什么他能将他们当兄弟 却一直视他为仇敌 他也只是想要一份如此纯粹的情谊吧 颜哥 我再也不想跟你吼你 此刻又一记惊雷轰然落下 萧绝只觉得头皮发麻 帝颜哥周身金光大圣 披下的两道惊雷 链接着他额间的印记 这种恐怖的威压 他不仅像被扼住了喉咙 甚至连神魂都有一种难以反抗的感觉 可帝颜哥脸上却始终带着心 柳怀男远远地看着都觉得要神魂剧烈 此时在他眼里帝颜哥就是个疯子 随着劫雷接近尾声 帝颜哥也缓缓地闭上眼 终于要结束了吗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从高空坠落 就在他享受这种感觉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又被人给接住了 他都不用睁眼就知道 这人绝对是死对的萧绝 帝颜哥想要一口老血喷他的狗血领头 却被萧绝尽数躲了过去 他再喷一口 萧绝又麻溜地躲开了 此时萧绝又气又矮 颜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我还刚挣脱男主的温柔香 又猛然扑向大反派的怀宝 不但死死地压着不松开 还对他又柔又摸 男主萧绝对他又爱又恨 恨的时候巴不得他赶紧去死 但是真正看着他面临危险的时候 又忍不住想救 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大病 帝颜哥两人落到地上的时候 柳家的建筑已经被威压震倒了一大半 不过柳怀男觉得问题不大 应该还能修复 与此同时 柳禅一和龙颜彻身上的荧光和金光 越来越刺眼 预示着他们的血脉即将觉醒 下一刻遇到银飞的凤凰和金色的神龙 虚影冲天而起 一龙一缝锁到之处 如同带着如今的魂灭之力 由于刚刚觉醒血脉 两人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特别是龙颜彻觉醒的祖龙 发出阵阵龙银声夹杂着惹人心魄的三昧真误 不断地在空中弹选 威严的气息弥漫四方 不一会儿被雷劈得仅有一点完好的剑筑 也被祖龙折腾得轰然倒露 柳怀男此时心都在低血 毕竟这可是他一辈子的家业 到头来连根毛都没省 似乎是感受到柳怀男的情绪 祖龙嘶吼着瞥了他一眼 柳怀男顿时一惊 也不敢再避避 此时地言哥还在被萧绝抱在怀里 我说大哥 你要抱到什么时候 萧绝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松手 红着脸连忙表示抱歉 地言哥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要是觉得抱歉 麻烦以后不要老是救我 烦死了 不过万事不要慌 虽然他还有一口气 但他还有记 刚刚那么大动静 神龙族肯定收到消息了 只要让龙族看到他要伤害他们族的幼崽 那他绝对死定了 然后一股作气亮亮呛呛呛地朝着龙颜彻冲了过去 龙颜彻觉醒之后也变得尊贵霸气失足 萧绝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泪奔 他这时又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总是被无视 地言哥本想做做样子伸手去掐他的脖子 然而他太虚弱了 一个不慎静摔倒在了龙颜彻身上 龙颜彻那身本就松垮的一惊 在地言哥的一摔之下 便显露充满爆发力的肌肉 同时地言哥的手还不忘往他的脖子处凑 光幕外的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的妖地 顿时一个个激动的面红耳士 无耻妖地 他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不忘占龙范大帝的便宜 我就说妖地是个好色之徒吧 只要是长得好看的都逃不过他的魔爪 就算身受重伤也要将占便宜的事进行道理 之前龙范大帝毁容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的眼神不对劲了 你们看他的手竟然还在往上凑 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伤成什么样了 众人偷瞄了眼神坐上的地言哥 看着他俊眉冷面的脸 真的很难想象这样冰冷傲慢的人 内心竟然如此好色 地言哥此时老脸也不知道往哪放 他发誓他当时只是想掐龙颜厕的脖子 连人群中隐秘的萧绝都气哼哼地看了他一眼 同时龙颜厕脸颊微红 他似乎明白地言哥为何要做他 可惜他们之间有着划不开的仇恨 注定是没有结局的 另一边 感觉到祖龙血脉的龙族中人已经赶到了现场 而他自然是来带走遗留在凡俗之地的龙族幼崽 他的实力连柳淮南见了都大气不敢处 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顿时火冒三丈 他家幼崽身上竟还趴着一个男人 关键是那手还在不停地来回乱摸索 哪里来的野小子 也敢对我龙族幼崽动手动脚 他刚想要抬手灭了地言哥的时候 却见龙颜厕死死地抓住了地言哥的手 口中还不停地念叨着小人 这种情况男子也是头痛 虽然他们龙族平日里有些好色 但一旦有了命定之人便是个痴情主 这幼崽都晕过去了还不忘抓着这小子 两人显然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于是他再纠结了一下后 便抓着两人同空而起 先将两人带回去再说 萧绝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内心忍不住一阵势头 他明明是想保护他 却让他更加讨厌自己 严哥 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呢 严哥终于回家了 回到了那个让他惺惺念念久违的现代世界 阳光洒在大地上温暖着他的小家 小鸟叽叽喳喳地仿佛也在迎接着他的归来 那个家音啪而变得家徒似病 让他内心一阵心痛 客厅里爸爸妈妈和弟弟正在准备早餐 弟弟已经长成了大男孩 他抱着我激动的大 姐姐回来了 全家人因为他的回来喜极而起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仿佛要将这份亲情永远地融入彼此的心中 自此地严哥开启了他的霸足梦 利用从穿越世界学来的东西 他的第一家属于他自己的干洗店 只需要用清洁术轻轻一挥 所有衣物都瞬间变得一尘不染 于是他又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和厂子 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上台演讲 分享他的成功经历 很快他的公司就制霸全球 而他也成了全球当之无愧的最强霸足 就在他坐在办公室里猖狂笑的时候 突然眼前一飞 浮现在面前的是一个神秘的水下宫殿 巨大的水晶柱出立在四周气势威严 墙壁上镶嵌着五彩斑斓的水晶石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他不是已经回家当霸足了吗 怎么还穿着这身衣服 难道这是在做梦 感受着体内熟悉的修为他突发奇形 他要把这里的所有水晶都烧了用来练起 经过他一天一夜的不懈努力 原本绚丽多彩的水晶石 全都变成了黑漆漆的一坨 正在他疑惑是哪个环节出问题的时候 突然一只硕大的龙头钻了进来 只是下一刻那只龙就发出阵阵的嘶吼声 我的家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 小子 是不是你做的 神龙的鼻息不断向地严格喷涌 当然他还不忘找死 是啊 就是我 还没等神龙将他怎么样 他就麻溜开口 这位龙大哥 我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你准备将我当成食物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保证肉质鲜美 让你一吃难忘 神龙被气得连连摇头 我们龙族从不食人类 帝颜哥微微一愣神 不吃人吃什么 难道是吃灵兽 如果是灵兽的话 其实他也可以 说着脑袋便一头撞向神龙的大嘴 不知道过了多久 帝颜哥突然从床上坐了起 一时间让他分不清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直到看见化成人形的那个龙族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已经在这里睡了大半年了 不过刚才又不像是在做梦 难道是梦牛 因为好奇他又忍不住手痒去扒拉那些水晶石 小子 你最好别再手见 再动这些彩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帝颜哥了然的点点头记在了心里 片刻后他见到了老熟人龙颜扯 半年不见 他全身上下都透着自信 旁边坐着是一个轻发老者 而此人正是龙族的族长 帝颜哥看着他的威严的模样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 于是当即开口 大爷你找我什么事 你们龙族是不是容不下我这个人类 道理我都懂 你们动手吧 帝颜哥马上要结婚了 和他的好兄弟龙颜扯 只因他不知死活地笑了两声 便被龙族组长安排上了婚礼大点 帝颜哥猛逼的一脸猛逼 什么大点 龙晴天投来鄙夷的目光 你小子还在那装糊涂 你和小车情投意合的是我们都知道 待他成年 你们就举行双生大点 组长也对帝颜哥甚是满意 只是他的修为太低 日后要勤家修炼 万不可拖了小车的后头 帝颜哥被惊得连连后退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认识 这是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我和他就是兄弟 然而龙颜扯却是一把握住他的手 小玄玄 你就别害羞了 他们都是我家人 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的 帝颜哥顿时乍立 谁要跟你在一起啊 小爷我是铁骨铮铮的真汉子 我们之间没那个可能 你就死了那条心吗 龙晴天带着轻蔑的笑 既然他不愿意 就别勉强他了 不如就让他去死吧 话落帝颜哥震惊地看着他 我可不会为一个人而停留 龙晴天身为暴脾气的龙祖 从来就没受过这么多的情 虽然他很想拍死帝颜哥 但最终还是忍得诱人 龙祖组长变得越发慈祥 小玄子 你这孩子的心思无多懂 你是怕你的天命诅咒 影响到我龙祖吧 好孩子你大可放心 我龙祖也同样身负天命 并不惧怕你的诅咒 你放心的留下吧 帝颜哥头一次见到 这么难沟通的种族 他说的大实话 怎么就没有人相信 此时龙颜彻不停地 不愧是他们龙祖的种 你带着小玄子去洞穴吧 但切记 不到成年不可胡来 帝颜哥急眼了 他拉了拉龙颜彻的衣袖 试图让他赶紧解释一下 然而龙颜彻却是一脸的羞涩 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往外面走 直到走远了之后才猛然松开 此时他边陪礼边解释 因为如果让族长知道 他们之间毫无关系 那么他们并不会放过帝颜哥 这一路上帝颜哥对他照顾有加 他定然不会让他死的 反正距离他成年还有几百年 就先在这里安心住下 另外就是小离并未带回此处 族长又不让他出去 如果有机会 他想让帝颜哥帮忙找到小离 帝颜哥一副大意凛然的模样 我听玄子从不屑骗人 无宁死也要鸣伤 龙颜彻看着他神情复杂 我知道你是好人 不想拖累我 我都明白 你放心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帝颜哥都不知道说啥了 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无语过 只觉得他们压得都有毒 光幕外吃瓜群众 忍不住窃窃私语 俨然没想到脾气火爆的龙颜彻 和妖帝竟然还有这一层关系 龙颜彻顿时炸弃 都用这幅表情 看着他是什么意思 他那时候也是被妖帝给蒙骗了 那时候他只是想帮他 我根本不喜欢他 我恨死他了 话落莫长流不屑地责了一声 龙颜彻这暴脾气再也受不了 你责什么责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不喜欢他 我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 扔狐里喂鱼 莫长流比翼地摆了摆手 我还什么都没说 你急什么 话落龙颜彻顿时愣足 却逼竟然因他 女孩只是猖狂地笑了一声 便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只因在众人眼里 他是无耻好色的腰底 甚至还要和好兄弟步入婚姻的殿堂 听到众人的吵闹 蒂言哥缓缓地睁开毛子瞄了一眼 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众人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 另一边龙颜彻一直叮嘱龙族的规矩 并说明这里有三处境地 闯入折死 话落原本黏了巴基的蒂言哥当即来了兴趣 不停地追问境地的下落 可龙颜彻也是刚回来 具体的他也不知道 蒂言哥见状当即将他给打发走了 他自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龙颜彻前脚刚走 他就打算去龙族四处逛逛 好体现一下他这个人类的不怀好意 只是刚走到门口就一头撞了脑袋 根据他多年的研究经验 这洞口被布下了阵法 而且还是非常强的阵法 接着耳边传来龙晴天讥笑的声音 小子 我知你不安分 你就在这里好好修炼吧 除非突破原因 不然你永远都别想出来 蒂言哥额头清静一听 不过他可从来都不是妥协的人 让他修炼他偏波 想用阵法困住他 他就用阵法来反击 几个月后 龙颜彻修炼完便打算去看看蒂言哥 毕竟在整个龙族中 他能依靠的人只有他 然而刚到山洞口 小鞭就咕噜噜地滚过来一个圆盘 同时山洞里面传来极其嚣张的声音 龙晴天是你吗 小爷最近新研究出了一个 用奴具制作阵盘的方式 你赶紧给小爷再去弄几百个阵盘 组长爷爷可是说过 让你好好照顾我的 龙颜彻这才尴尬出声 天玄子前辈 是我 地言哥文言也毫不客气 你怎么来了 不过你要是有空 就帮我多弄点阵盘来 龙颜彻点了点头 又问到还要不要其他东西 龙晴天家里的五彩石能弄吗 龙颜彻走得非常快 他再去多弄些 于是乎龙颜彻就这么一趟一趟的跑来跑去 直到龙晴天过来后 见到龙颜彻搬着大大小小的盒子 他恨铁不成钢的道 小彻 你不能太宠那小子 你看看他都被你骄纵成什么样了 这样下去以后 岂不是要被他骑在头上 你可不能丢我们龙族的脸 龙颜彻顿时羞红了脸 小声嘟囔着我没有 龙晴天虽然嘴上硬 但心里还是很疼爱龙颜彻的 行了 想去就去吧 但别耽误了修炼 此时龙晴天不得不佩服组长的深谋远虑 幸好将那小子关在他们龙族最强的困阵中 不然以两人的感情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直到又过了几个月之后 帝颜哥手持做好的阵盘转动了几下 随即传来几道咔嚓咔嚓声 帝颜哥也终于从困阵里出来 想要困住小爷 没那么容易 随后只见他一指轻点 使出了一个隐熙阵 禁地是吧 闯入者死是吧 那他偏要去闯一闯 随后他利用隐熙阵 走向所谓的第一个禁地 入口处有两个龙族人跋首 上面写着闯入者死 看着上面的字眼帝颜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路过守卫时还时不时偷瞄他们一眼 因为他也不确定自己的隐熙阵效果怎样 不过好在并没有被发现 不知道是他的阵法的造诣高 还是守卫的实力不行 片刻后映入眼帘的是让人垂涎的各种宝度 说好的禁地呢 就知道 然后一脸不屑地直接离开 第二个禁地内 里面竟是五颜六色的发光石头 可见龙族对这些石头到底是有多执着 帝颜哥张开大口吞了一点点 他这人也是厚道 真的只是拿了一点 应该看不出来吧 直到来到第三个禁地 周围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守卫和不好的阵法 就这阵仗一看里面就是有大秘密 不过这些守卫和阵法倒难不住他 帝颜哥脚下伸风三两步就绕了过去 刚一溜进去 便感觉到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 远远地看去 断崖边上有一个黑色的巨大漩涡 那强悍的气息似乎就是从漩涡里面散发而出的 三个龙族围在一起 正不断地往上面输送灵力 族长 再这么下去 这虚空裂缝会越来越大 老三呢 他不是最善阵法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 几人面上前所未有的慎重 老三他们虽然一直在制作阵盘 可阵盘消耗太大 最多只能再坚持三天 难道就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族长的声音中都透着悲凉 他看着眼前相处千年的族人 怎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就此牺牲 光幕外的围观众人看着那个黑色漩涡 一个个差点跳起来 这是虚空裂缝 当初域外妖魔就是从这虚空裂缝而来 可千万年前 域外妖魔不都已经被精确大帝杀回去了吗 为什么龙族中还会有虚空裂缝 原来龙族一直在守着这个虚空裂缝 难怪他们有几个明明有飞升的实力 却一直不飞升 这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也不知那个虚空裂缝现在怎么样了 应该没事了吧 不然我们现在估计就不会站在这里 当年龙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候的妖帝就一个小小金蛋 又是如何灭了龙族满门的 龙颜彻却是斩钉截铁的开口 是他趁着我族人身受反噬之际杀的他们 而且是他亲眼所见 绝对不会有错 神座上的帝颜哥没有说话 只是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光幕里 青发族长正要妥协之际 突然扫向帝颜哥的方向 什么人 帝颜哥当即激动地走了出来 是我 你们的是我都知道了 虽然连他也不知道知道了些什么 众龙族一见到人类 当即一个个的准备对他动手 帝颜哥见状露出了邪魅的笑 对对 就是这样 越是凶狠越好 然后族长却是一掌 将他们所有人拍飞了出去 小玄玄是小车的命定之人 也算是半个龙族之人 孩子 你回去吧 希望你能守口如瓶 不要将这里的事说出去 帝颜哥有些崩困 好不容易一年走了个坏事的消觉 这怎么又来一个 还自残放干身上的血 只因他闯入境地偷听了龙族的秘密 可龙族族长不但不怪罪 还强横出守护他周全 更是把他看成龙族内定的女婿 可帝颜哥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做死机会 于是拿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态度 不行啊族长 我这人管不住嘴 只要是看到的事我都会说出去 除非变成死人 话落众人都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帝颜哥会如此不正经 龙晴天的暴脾气当场就控制不住 势必要将他错补扬灰 反正就他这样 看情况也不能为龙族延续血脉 可下一秒族长一个大壁灯轰到他的脸上 打完还不忘和蔼的同帝颜哥道 既然小玄子管不住嘴 那就让他永远开不了口便是 帝颜哥文言当即态度大变 族长 你们刚才讨论的是正盘的事吗 我正好对正盘非常有研究 经过半年的折腾 他对正盘早已非常通透 对之正盘的公益水平也可以非常有保证 龙晴天显然不相信他说的话 他们老三研究正盘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在哪玩尿泥呢 帝颜哥继续挑衅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怎么出来的 话落众人才齐齐反应过来 对啊 他不是被阵法封印了吗 怎么跑出来的 龙晴天气急败坏 认为一定是小车帮他出来的 这小子 小小年纪竟然不学好 帝颜哥见他们不信 当即拿出了一个做好的阵盘 而这正是他们需要的封禁阵 可龙晴天却认为他是偷来的 帝颜哥当即也忍受不了 这是小爷我自己做的 我是那种偷东西的人吗 你不偷 那我之前洞穴的彩色宝石去哪了 帝颜哥文言心虚嘴硬 他怎么知道 或许是长翅膀飞走了吗 龙晴天的耐心也快好完了 当即表示让他再做一些出来看看 帝颜哥也不含糊 他们需要多少他都可以做 不过要先告诉他 那个黑乎乎的黑洞到底是什么东西 此时龙族族长缓缓吐出一口二氧化碳 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了很久 却仿佛就在昨天 Long Long ago 域外妖魔突然入侵这大千世界 他们凶残无比 所到之处生灵涂炭 众修士纷纷已死相伯 可奈何那域外妖魔太过强横 一时间大千世界血流成河 最后精确大帝以一己之力将他们挡回去 自身也落到了个陨落的下场 但这世间却依旧留下了三处虚空裂缝 一旦虚空裂缝彻底形成 这域外妖魔便会再次入侵这世间 这三处虚空裂缝 一处在上界 由天地镇守 一处下落不明 最后一处便是在这里 他们龙族曾受过精确大帝的恩情 所以即便是举全族之力 也要誓死守在这里 只是无数岁月过去 这虚空裂缝却是越开越大 偶尔还有妖魔之气跑出 特别是最近 异动越来越强 而那魔气只要粘到一丝 连神魂都会被魔气入侵 最后变成不仁不轨的怪物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不得不派人一直守在这里 帝颜哥被他们的一举所感动 当即拍着胸口表示 族长你放心 我现在也算是龙族的一员 守护全人类的责任有我一份 只要将材料备齐 三日之内保证把封禁镇做好 族长叹了一口气答应了下来 帝颜哥当即激动地跑了回去 龙晴天一脸地担忧 难道真要让他参与进来 族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还是个孩子 有那个心就够了 就让他坐着玩玩吧 估计三个月也坐不成一个 而且他的阵盘等级太低了 帝颜哥在研究了两天后 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用他的血为瘾 做出来的阵盘便会非常强大 这样不仅能拯救苍生 还能合理地狗带回家 简直不要太完美 我还只是随手拉了一下黑发美男 便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只因他拿出了连狱外妖魔都惧怕的 先级封禁阵盘 当帝颜哥做好阵盘再次过来时 发现众人一个个神情悲壮 族长 真的要守不住了 不能再等了 就让我去吧 即便他知道此去再也回不了 但他依旧一无反顾 老族长不禁老泪纵横 觉得是自己无能 还要连累无辜的族人 而蓝发男子却是愈加坚定 这不是族长一个人的事 事关世间生灵 为此他死而无后 老族长回过头 忍着内心撕心裂肺的痛苦 好孩子 龙族会永远记得你的 此时帝颜哥大吼一声 原本正酝酿着悲弃气氛的重磨 也被吼得清净一听 明明是那样哀伤的时刻 小玄子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让你待在洞府里练制阵盘吗 帝颜哥笑得一脸得意 因为他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同时揪住了准备赴死的蓝发美男 那个 你先等等 蓝发美男瞬间微红了脸 身为千年单身龙 这样的爱情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谢谢你 如果有来世 再说吧 时间紧迫 帝颜哥也顾不了那么多 瞬间吐出一堆金光闪闪的东西 众龙健壮满脸震惊之色 震盘分为天地玄黄四季 但在天级之上还有一个仙级 难道这是最顶级的仙级封印震盘 帝颜哥文言露出一副欠奏的表情 正是先及阵盘 组长冲帝颜哥点点头 连忙指挥着众人布置了起来 有了这些东西 意味着什么 众人非常清楚 几人催动着阵盘快速地向着续空裂缝飞去 刹那间阵盘呈现出八卦之势 嗡嗡作响 纷纷朝着裂缝聚落 同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封印 龙族组长此刻激动地跑到帝颜哥面前 小子 你的那些阵盘到底是从哪来的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 只要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 我们祖宝库里的东西你可以随便拿 帝颜哥瞄懂 如果不够的话他可以再做 只要准备好没用过的阵盘就行了 话落龙情天一脸的不可知心 这些阵盘真的都是你做的吗 然而帝颜哥说话还是一样起 不是我还能有谁 族长此时也放下了身段 小玄子 还望你不吝刺脚 将制阵盘的方法传授给我们 我们龙族必定勇士奉你为恩人 听到他们想自己做帝颜哥有些傻眼 毕竟他还指望做阵盘而随时流血牺牲呢 小玄子 我们也不会占你便宜 只要你将这个方法教我们 我们龙族的整个宝库就送给你了 只要能彻底封住这个虚空裂放 他就是他们龙族的恩人 别说是他们龙族的宝库 就算是让整个龙族去为他拼命 他们也会义无反顾 帝颜哥无奈地表示 方法可以传授 但是他也要一起做阵盘 至于宝库他完全不感兴趣 只要他们的五彩石就行 光幕外龙颜彻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龙族竟然早在那时 就已经将宝库送给帝颜哥了 所以帝颜哥抢宝库一事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他甚至有些害怕 怕自己最后得到的真相 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一边的墨长流不忘出言讽刺 为什么不可能 说不定还是帝颜哥拯救了龙族呢 到时有你哭的 龙颜彻当即炸国 你胡说什么 我不允许你拿我族人开玩笑 你这练尸的蠢货 墨长流也不依不饶 就算我练尸怎么了 你这伙还同帝颜哥有婚约呢 光目内龙晴天在阵盘上秀来秀去 这小子怎么就能做出先级阵盘呢 他总觉得这阵盘有哪里不一样 下一秒他猛然瞪大了双眼 小玄子 你是不是害人了 你还每天偷偷放尸碗血 放得越多他越高兴 因为这样不但能做出镇压妖魔的阵盘 还能让自己合理的狗带回家 而龙晴天也发现了当中的猫腻 当即怒斥帝颜哥 你是不是在里面加了血 这是什么生灵血 该不会是人血吧 他们龙族虽然想活 但从不会主动伤害其他生灵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 帝颜哥当即怒了 放屁 我怎么可能害人 看清楚 这是我的血 我告诉你 用我的血制成的阵盘 比那些材料好用一万倍 你要不要试试 众人文言齐齐愣了一下 用一副看傻子般的神情看着帝颜哥 这孩子 可能天生雀根精 如果真是如此 这种事应该藏着掖着才对 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抓去 到时想死都难 那些人为了他的血 肯定会养着他 然后天天取他的血 话若帝颜哥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问题他倒是没想过 如果他真被人抓去养起来 那也太可怕 以后他保证不乱说了 还得感谢他们的好一提醒 龙族族长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也觉得我们的小玄子不错吧 龙擎天依旧嘴硬 也只有小车才会喜欢这种没有心机的傻子 随后龙擎天也放出了自己的血 对着帝颜哥说道 你的血能有多少 以后放我的 只是他们龙族的血做出来的阵盘等级低了些 只有地级 但是好在暂时够用 种龙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一个个地开始放血试验 这个结果让帝颜哥欲哭无泪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发现的做死机会 不过他总觉得那个黑色漩涡不简单 光是靠阵盘 最多只能就一时之急 改天他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 所以他打死都不离开龙族 在暂时解决了这个麻烦后 整个龙族的气氛都轻松了许多 对于这些是龙颜彻一无所知 修炼出关后就听到众人对着帝颜哥一动画 龙颜彻一头雾水的去找了帝颜哥 天玄子 你都做了什么 他们怎么突然都认识你 还对你这么友好 我不是让你低调一点吗 这样下去 你还怎么离开 我的小李怎么办 帝颜哥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我的是你不会懂的 我也不会离开的 然而龙颜彻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突然降得通红 不行 绝对不行 我现在就去找组长说清楚 对此帝颜哥一头雾水 几个意思 难道他已经看穿了他要做什么 不行 他绝对不能阻止他作死 于是帝颜哥也急匆匆地追了上去 等他赶到组长冻死的时候 顿时亚麻呆住了 只见龙族组长一巴掌 将龙颜彻拍的730度旋转 嘴里还不停地骂他镊子 他只是想要留下来作死 男孩就变得恼羞成梦 结果却被组长打出了事来 镊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小玄子对你吃心一片 你怎么能辜负我 如此劲爆的话 让帝颜哥也有些猛圈 他都做什么了 怎么就吃心一片了 组长一见到帝颜哥就笑得跟朵花似的 小玄子你放心 有我在一天 就不会让这小子欺负你 帝颜哥彻底无语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吧 组长也是笑眯眯的附和 是啊 一定有误会 倒在地上的龙颜彻满脸激动 没有误会 我和天玄子只是普通狂妖 他应该回去凡俗之地 不该再留在这里 在他看外 帝颜哥已经和龙族的关系非常龙强 就算组长知道了真相 应该也不会再打死他 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对他产生了想法 所以还是赶紧将人送走为好 而帝颜哥怎么可能会让他破坏自己的作死记录 当即呈现委屈的表情 你这个复兴汉 想当年我们花钱月下 同住一屋 还一起出生入死 你竟然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因为修为差绝地配不上我 放心 我是不会嫌弃你的 这一番话听得龙颜彻猛逼的一脸猛逼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帝颜哥就一把将他扛起来就跑 组长爷爷 不介意我带他回去好好聊聊吧 组长则是乐见其成 一路上龙颜彻激动得大喊 快放开我 组长爷爷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可话还没说完就迎来了帝颜哥的一记脑巴崩 回到洞府之后 帝颜哥非常温柔地将他重重地扔在床上 龙颜彻紧张地蜷缩着身体 以为帝颜哥要对他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然而帝颜哥留在这里自然有他的缘由 压根和龙颜彻没有一点关系 和龙颜彻只是红着脸撇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帝颜哥为了让他死心故意说道 龙颜彻气氛不已 直太凝囊入室 而光幕外的龙颜彻则是不敢置信 因为组长都已经将龙祖宝库送给他了 所以这自然不是他留下的理由 可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留下的理由 总不能是为了拯救世界吧 不过这绝对不可能 若是他真有那种善念 如今就不会成为杀人如麻的妖定 那么他留下的缘由就只有一个 他是为了他 因为他是小黎 曾经他与小黎一起出生入死 即便他被毁了容 他也一直不离不齐 更是为了他逆天换血脉 所以那时他一定还是为了他而留下来的 龙颜彻竟然直到现在才明白 他所做的这一切 原来都是为了他 莫长流一见他那损出 再次出言讽刺 龙颜彻你少自作多情 地颜哥那人可不会是为了你 他肯定有其他阴谋 话落龙颜彻一脸愤怒 你懂什么 你个练尸的蠢货 结果两人谁也不服 直接动起了手 两个大地打架 其他围观的众人则是大气都不敢出